的时候自然说走就走,因为他对死后的心生充满自信 心不做亏心事,遇到严妄怕什么 对死看不开的人前途一,定茫茫 所以世人对生前死后都要坦然 师徒谈话中不觉 刹那之间已到地狱 扬生地狱游记已经班式,却化不少人心 为什么赴地狱的人,仍然那么多呢 既佛如无地狱游记却是,罪魂将会更多 现在已较缓和,然 因事态潮流五颜八色,无不已诱惑人心未能事,故堕落受害者 不计其数,故经之修道者培养定力,不为外界深色所谜,示卫 第一,第一要物,扬生恩师说的是,定力不够的话,无日可安了 其佛,其佛,所以你现在讲解灵宝定观经,具有深意 外色虽丰,定 而观之,虽丰而不收,白然不会受害 今日我们到这里来要访,问五殿森罗王 扬生,随师来到昔日曾畅流之处,似曾相识 既佛,似曾相识,但莫恋而忘回 扬生,是的,地狱就是最魂聚集的地方,还是少与他们为五位妙 祭佛,古殿森罗王已在前面,快向前行礼参加 扬生,遵命 弟子扬生向明王参加 今日随祭佛恩师再来打扰 请明王多开示 明王,扬生免礼 习与祭佛同者地狱游记曾来本殿丸探极暗证 这承地狱游记一书,风行四海 各国亦有翻译本流通,劝世公 生,今日元熟,上天赴命,开创圣得堂 使也劳累用神不少 大任二间挑,受苦太多了 但为苦度众生,这亦是一种愿力的 偿还,来日到图不可献亮也 扬生,感谢明王加勉 人生甚到旅程之中,难免受到挫折与不 如意之事,但既是自愿带天宣化 还有什么图可言呢? 自悟逆 竟正是上天给人上镜的机会 所以随时在提圣笔,写下一些行 是文章,以洪圣得,为愿上苍赐福给天下众生 既佛,师徒折了不少善书,也受了不少恶语 哈哈,还好一切 正常,什么叫着耳边疯呢? 扬生,听了就过去 既佛,对了,不留意于道天明 不做一梦心最轻,看多事事 则行定无时 明王,应久莫相续 请二位静殿中一续吧 扬生,感谢明王不弃 既佛,我们不必客气 随明王到会客室一些吧 明王,先立一杯来水果先茶 请二位不必客气 既佛,扬生任意取用不必拘束 明王好意招待,也是难得机会 扬生,感谢不敬 好久未已先家茶了,未到圣家 既佛,僧家茶不在高山 人人具有,三寸舌下 以此龙泉即逝 先家茶 扬生,自家经业醉解渴 取之不尽,用之不洁 可惜世人口莫 恒非,不曾一滴到九泉 既佛,九泉水至本清净 专门洗敌醉浑身 可惜世人呈哀咒 跳下光河也洗不清 明王,你们师徒二人在此做起对付 蕴藏了不少天机 说穿了 地狱的成员除了官员外 凡是在世无法洗净心灵污秽的人 大 盖很少人能够到其他地方去 皆是需要来此家与调整一下变态 的心灵芹香才能使他重新做人 既佛,修道人都希望知道他们将来的去处 天天为道而忙,也 该有个结果 明王,修道如种树 一定会开花结果 只是每个人果实不同罢 好的,我们不说许多有缺点的果实最令仙佛头痛 重样 变形,身居,变智,意味等皆使这粒果实大打折扣 为此我将,引证一些案例 以座位警示替人 今日时刻有限,下棋自当乡 告 既佛,甘谢明王孺慧悲开示 今日就此告辞,改天再来请一到 听开示 加 加 加 二十一 021第2一回天堂挂号 此心无挂爱 的辅秋仪 恶极自然除 继功活佛降岁次 鬼害免十一月初四日 1983年十二月七日 十曰 天堂挂号了虚空 地狱抽名断恶风 看破非非行色事 原来净土在心中 继佛 扬身上连台 准备复古殿拜访僧罗王 扬身 遵命 我已上连台 请恩师起承绑 继佛 已到明福 扬身 死的今日好像比较热闹 气氛不同呢 继佛 你看地藏王菩萨出许 现正在五殿僧罗王之处 我们快 前往参宴 以聆听教言 来 央生 时事 随恩师背后 快步走向五殿 火箭里面将均排列 后驾 已见地藏王菩萨与五殿僧罗王座在岸前互相谈论 是有 何要是呢 既佛 我们今日奉命著书到此 必藏王菩萨慈悲特与一案 即 五殿僧案 我们来此旁听采访 将实情勘改甚道旅程一书 扬身 原来如此 僧罗王已看见我们到来 起身表示欢迎之意 明王 欢迎祭佛及台中圣得唐圣 离扬身来此坊道著书 地藏王菩萨今日一光临本殿 五殿同审一案 已披露阳间警示 二位请上台 就座 扬身 恭向地藏王菩萨及僧罗王参驾 今日弟子随即佛恩师来 到五殿功临盛序 请菩萨及明王多多开释 得葬 免礼 二位请上台就座 准备身堂审案 祭佛 我们上台就座 以便看清楚审案过程吧 扬身 遵命 明王 命应差排班护驾 轮武判官就位 传令戴下阴魂 差弊 遵命 已将善魂殆尽 请主公定夺 明王 你是何方人士 信明报出 善魂 我乃台北士人 信吴明X归 不知明王今日 带我来此何事 明王 你不是死后会上天堂 而要控告为你传道之典传师吗 善魂 是的 我在世时曾被好友王X动影进到天X佛堂求道 当时 我曾立下十条大院 点传师告诉我 表文一文 可以天堂挂号的 府出名 死后不必经过的府 可以直达西方 但我去年别事后 并没有到天堂却到地府来 经多次申诉还是不 能往生西方 所以兴起怨恨 想控告别传师 请明王做主 明王 你知苦尽令无同情 但你不能上天堂令有其因 你求道 后不知做了多少功德 善魂 我求道后便无素亲口 还度了不少人拜师学道 可以说 是为道牺牲不少 难道这样还不能上天堂吗 明王 论你诚心是够 但无形中亦犯了不少过错 你知道吗 善魂 人非圣贤 谁能无过 我自信可以上天堂 明王 文判打开善魂因果部 文判遵命 已打开因果部 明王 细查善魂不能上天堂的原因 文判 此善魂前世曾破人婚姻 因有一位少女已经出嫁 他为 度他修道 却交其脱离家庭 使其婚姻破裂 因其夫家不满 善魂为此世上被其夫殴打至伤 但此少女离家修道 初遂守戒 后应到心腹间违反清规再嫁作 人父 因其俗愿未满 强未摆脱婚姻 仍然未能突破因果律 此为前世之一大业障 因受此影响 故他前世之道业受损 再投胎人世 此身接近佛道 已完成道 业 虽有道心 但畏惧智慧 修道过程中 常分别彼此批评他 宗派之夫是 唯有他的才是真天命 真经线 并对卵唐籍一般 寺庙积位后天堂 不可去拜 造下口业 影响道果 所以死后 上居的府不能上天堂 冥王 善魂听道文判官的说明吗 善魂 我已知道批评他人不好 但这是为了显示我道的好处 并无恶意 理该无罪 冥王 说人是非 就是是非人 大道之传 天下为公 人能修 道 不论投入何宗门 各有其前世因缘 不可勉强 如人之音 原配对 亦有其溯源 非人必所能任意强未改变 修道人要体 物道之本意 佛性人皆有之 物者为佛 你者为众生 不论入于何门 如能顿悟此理 放下感恼 解脱自在 使心性 明朗 则其宗门如人家之门户 虽有百家性之分 实则本原同 一 皆是先天佛子 无极圆灵 都可以和无极老母 接灵核心 都能和西天古佛心心相应 今世你虽知修道 但可以说是圣位 且见 又于故不自封境界 这种化的自现的道盘 实在有限 故无法跳出三界外 善魂 但我求到时已有天堂挂号 的辅除名的保证 为何今天 落得这个下场 冥王的辅除名只是一种比喻 就是要把你的音念 撕心等种 种名相除去 拔去诸恶叶 断去诸恶种子 今天你还执着于名 相分别我圣心强烈 本来一面之真 得辅除名 可惜甲乡 生 得辅之名 斩草 并未除根 所以又复生 六根不断 六道难 面 天堂 天堂虽卦有你的名字 但你的心念无法高超 天堂虽空能容 天堂虽空能容 一切 而你空有其名 无法站在高远境界 天堂如何上得去呢 善魂 听了燕王一席话 圣读十年经书 我现在圣后悔 求您 能原谅我一时之前见 准我上天堂 祭佛恩师在前 弟子叩首 跪求慈悲一度 祭佛同门兄弟 岂可妄为分别被子 鸾唐在天宣化 顺应天 道之御情 普化诸有情 可谓古海中之法行 修道者应有同舟 共济之心 勿分别彼此 苦海半舟 不论大小皆是度人之先察 大船虽家 若遇为难 小舟正可皆寄逃生 故不可轻视任何修 道神圣团体 如人不可欺贫重负 应存平等心 才能走平坦道 念你一念之差 未曾有人开导 至以额传额 才造下此业 今日信地藏王菩萨慈悲 安排慈慧 借此堪改善道旅程以化世 人将功不过 唯以消夜化解因果 带你往西方再修炼 善魂 感谢恩师提拔 叩首谢恩 明王 祭功活佛度世心切 念你发心至善 借此机缘劝人 准 将功不罪 免在地府受苦 请地藏王菩萨才夺 得藏 善哉 三草普度 朱天共芒 愿化卓世为联邦 五本相 撤空地狱化作莲池 无奈修道者每步走平地 洗钻牛角尖拍 马屁才跟着牛头马焰走到地狱来 都是自取其末 误入其途 并非天心不辞 无想度世人 还得世人自撤搬离 以免自助门墙受困 如今日 知善魂 虽有善心修道 可惜在善心原地中 又剥下了一些步 平荆棘种子 才生出这种后果来 为鼓励其自心 天不加醉于悔过之人 故祭佛此与其改过自心 无意乐见其回 心转意 不再迷惘 故准其地府除明霄案 由祭佛带往西方载 加修炼 以赴其援灵 世人如犯有此病 见此圣道旅程之后 利愿悔过 则祭往不咎 否则的府有份 今日就此结案 祭佛 感谢地藏王菩萨及僧罗王相助 我先带阳生回圣德堂 稍后再来引渡此衣善魂 阳生 感谢菩萨及灵王 典化此衣警示案阵 劝化迷津 拜死了 祭佛 祭佛 祭佛将遂自 甲子年3月初4日 1984年4月4日 十曰 佛法东来度世人 人心指指见原神 神仙皆是凡人座 只怕凡人心不争 祭佛 哈哈 达摩祖师为了在圣德堂赶着 只选宝路一书 超称 前去 害老那的圣道旅程慢了半拍 到底还是祖师厉害意味 渡江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顿悟法门 又快又狠 果然高超 老那看达摩指玄宝路内容生动 刊位软门中一部上尘宝书 者 不是老那故意狠达摩祖师的道场 而是事实 其不见圣德堂获 吐纳利奠基石 乍看是一粒心情波罗蜜子 再看却成了达摩祖 施形象 这正意味着心法道派 将在由圣德利基弘扬 以直指 人心 普度世人 扬生 感谢恩师的器重 当初五老直除破土点的 挖取了一 立心形石头 大家出也不以为意 近日在清洗干净后 却献出 达摩祖师面目 使弟子们惊叹不已 但为何其眼睛深的不狠着 其呢 祭佛 祭佛 达摩传的是心法 妙处即在正法眼葬 故非智者 见之 必摩所见 如果有心人 如果有心人越看越像 达摩却将正法掩藏了 但至世民点人一事便知 达摩只得将正法乖乖视线 现在将此 石头拿来 诸身先参观 大家解释此石头为何很像又不太像 旅身 方玉 因为本性本无形无相 不生不灭 正法眼葬即 指外相 以外相了物本性是不动 无形无相的事 许身 聪郎 弟子想实质末世 宗教们互重重 班林高柱 互不相通生气 有者甚至大打出手 互拆蓝屋 使祖师大伤感 叛 故达摩再次从西方而来 将以圣德 重正法五 起始达摩 新法大白于天下 人人成佛 宗教界祥和 此次达摩初来圣德 只旋传心 本堂以略的祖师新印即将要法 正法新印广传天下 然就像本堂圣庙一样 根基出力粗巨型 乡 大道将临未云 上赖众同修们用心体会 细家琢磨此时 方能成大器也 此是祖师之一般记忆 阳生 闻圣 电机石是假香 其是我们借假修真 蓝生 再厉 不管他像不像 此刻弟子仅拿着这块电机石 抱在怀里 将心印心 无以领会此意 祭佛 哈哈 要成各不倒翁 绝不可放手 放手就砸到你的脚了 放手不休可以吗 人要顶天地地 佛心再报 一放就完了 卓 注摩头脚 不可放手 你一放手 砸摩到了 你也完了 诸身 参观后有何心得 料身 敬成 石头是假香 佛像亦是假香 乃是全于方便是 现世人 使人尽两而回心向道 以戒假入真也 祭佛 放手就是灵道 放心可疑 头脚人人皆有 不一定比达 魔小 所以不可输他 诸身有领会到吗 旅身 方欲 人人有头脚是外相 然佛性人人具有 再圣户 真 在凡不简 我即达摩 达摩即我 佛性相同 故人人皆可 成佛皆可做达摩 旅佛 旅佛 玩时尚可点头 诸身头硬还是软 该低头的时候不要抬 头 该抬头的时候不要低头 应用之调 存乎一心 圆通之道 也 世上有许多人 头硬口硬 不服输 不谦虚 这极是毛病 有时该做的事 他却畏首畏尾 不能当仁无让 东推西拉 没 有精进牺牲精神 这还能成什么大器呢 头时尚能点头 完人 头敲肿了 却也点不破 是多么可惜的事 今天借时论道 诸身当细想一粒石子 可以作为道场变基石 受 万人朝拜 世人五尺身躯 为何常受人讨厌 不予敬拜呢 可 见世人不如一粒石子 哈哈 哈哈 世人都是一粒佛子 不要被石子打碎 成为残灵 世人的心中 不是常被石子压得喘不过气来吗 世事如石头 专磨人心 有 这被磨的头破血流 有这被气的胆结石浪 心结石浪 哈哈 怎么不会结佛呢 皆因世人不知磨石的要理也 刀磨石 而令石能磨刀耳光 相信磨人亦能声光发亮 愿世人能细餐 石头之道 哈哈 磨石又成沙 真是可大可小 世人却喜当老 大 谁愿作沙呢 好了 耽误时刻已多 我们作连台绑道去吧 阳生遵命 我已作稳连台 不知今夜何处去 既佛我们乘风而去访道吧 这里是何处呢 阳生只见来到一部人家 里面感觉有一股不太吊河的气氛 既佛正是修道者无不能调和心性 怎可言道 我们今夜久 是来访问这部人家 阳生走到亭内 但见此一家庭中气氛暗淡 有一间盛暗房内 床上坐着一个人 口中念念有词 神智好像不太正常 既佛是的 这位男孩患了精神分裂症 阳生实在可怜 今日紧张的工业社会 精神病患者增多 不知他们是否有什么因果在内呢 既佛紧张刺激或受到打击 最容易患精神病 但这位男孩却因 前世因果关系所累 此世才遭受这种下场 你看隔壁房间的老 父母身体虚弱 一旦孩儿病发还要受到臭骂 甚至会被毆打 这一对老夫妻自认命态 只有忍气吞声 儿子精神不正常又有 什么办法呢 此位男孩一旦精神病发作 不但父母遭殃 连阻 又邻居一闹的鸡犬不明 大看倒霉 阳生 不知这其中到底有什么因果呢 既佛 今夜我就来讲述 这一段因果以劝化世人 这个男孩前世 是一位有钱富家的女佣 这对夫妻即是主人 因有钱有事 对 庸福百般月代 稍有犯错及鞭打羽骂 以不仁道方法对之 此 义女佣寒怨举咒曰来世 不论为鬼为人当要复仇 因受殴打身 然内伤 当这一对富家夫妇双亡后 不属年此义女佣义病亡 夫妻因前世为父不仁 福报宵禁 故此事转身为人 降身平家 长大远熟又结为夫妻 体弱多病 做工为生 结婚多年又为生 此 故常道各地妙似求子 是逢女佣怨魂寻找前世主人 故煞 爱主人家中为男儿 论此男儿又时聪明伶俐 父母的子欢天起地 被家爱护 不义 此子至十六岁 一夜睡梦中突然惊叫 父母发现异状 前来观 看 状似着魔 见人急要勾打 令父母大感慌乱 后送入精神医院治疗 然一世老一不好 故近十年来仍然时长 发作乱摔东西或辱骂父母 若烧劝阻反受殴打 父母将所得 公资花费带尽 亦因长久受气 精神抑郁至百病从生 了魔 生去 阳生 此为男孩为何半夜突然大叫 四世着魔呢 既佛 因前世女佣上小 初来父家 生得可爱 果得主人欢喜 九知主仆见不投缘 故受月代 此世转身为男孩 为抱前世受 照顾之恩 故不能复仇 事业刚好 受恩 眼线四尽 怨气有缘神 抱八 故产生此种异状 扬生 善恶报应如此 丝毫不差 真令人害怕 既佛 恩敬怨生 主人反受儿子辱骂 真是伦常道志 但因其 未精神病患 欲怪何人 都只有愿自己前世造灭了 此一男孩 呆抱完前恨后 来世即将出生富贵家庭 以享富贵 揚身为何邻居易受遭殃呢 既佛 这些邻居前世为父家族人好友 常来饮酒做客 如看到 佣人受辱 毫不怜惜劝阻 有时甚至鼓掌叫好 因此今世不知 不觉中班来隔壁受罪 因果报应之调 岂是世人所能想象 佣身 真是不可思议的因果报应 既佛 是人既知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就该好好善待你左右的 人否则来世一等着瞧 有云地球是圆的 有一天冤家会去 头 你要找的偏偏找不到 你想必的偏偏来碰头 好可怕哪 我们准备回城 揚身 尊命 我已坐稳连台 请恩师为堂吧 既佛 圣得堂已到 揚身下连台 魂破头体 家 家 返回主网页班 同 圣道旅程 五百七十一克HTML 零二三 零二三 第二三回 圣得道场 敬集天人庆 祭佛慈悲 毛屋度女迷 零二四第二四回到心巴热 众生集活佛 善根早培 今世好修行 零二二五 零二五第二五回 做人虽乃 为神更不义 土地公公 尝尽苦婆湯 零二六第二六回 求神拜佛 成心献一片 解孕消灾 善得修三分 零二七第二七回 佛说三夜 贪嗔痴是病 重修五轮 仁慈至能医 零二八第二八回 祭佛佳典 仁仁修圣得 淳阳妙语 各个月玄金 家 家 家 二十三 零二三第二三回 圣得道场 敬集天人庆 祭佛慈悲 毛屋度女迷 岁次贾子年三月十八日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八日 十曰 圣得顺丰到怨开 滇僧菩善首摇来 敬身一吉三曹勋 吻驾慈行大洞才 祭佛哈哈 八 圣得道场清奉遥迟一命 敬集未道愿 老那无献欢 喜 扬身福轮著书无数 每步皆为快智人口之佳作 仁仁争睹 造成洛阳指挥 并使各心身轮谈 积极精进 各显得丰 故无疾 老母感动 特于此心跳建成之前 班次道院之名 以容无教而归 圣道 机缘成热 仁仪天意动 得来非礼 回顾圣得开堂历经三年世道 正气感天 道志动人 普化成果书 圣 故容受天眷 此非侥幸可得 实乃实至名归 诸生今后当更 家务必于普化工作 各抛我见 以见真我 心为众生 才能自度 度人 如能本此原则 各位的心中也就是又见了一座圣德道场 那不是处处有道场 处处是天堂吗 扬生 感谢恩师自言鼓励 圣德道路能够进展 恩师功劳最大 祭佛 哈哈 我只会醉言醉语 那里有什么功劳 扬生 也许是人皆醉 所以听到恩师的醉语 反而觉得清净顺耳 以醉度醉 醉和胃口 也是对症下药 祭佛 非也 非也 世人皆醒我独醉呢 你看世人个个都说他很 清醒 是好人 是慈善家 是道德之士 并没有人说他是坏人 有一天我在酒楼门口 碰到一群醉汉 我向他们说 各位 各位老 兄 你们都醉了吧 这群醉汉搖摆着身子 搖手向我骂到你才 醉了 我们一点也没有醉 又有一天成瑜 嫁过一家精神病院上空 看到一个精神病患 用手指着医生骂到你才是神经病 谁跟你 神经病 看了这二出景象 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当局者迷 旁观 者清 扬生 恩师说的是 当今世道度化不易 信有恩师以技工精神 平民化作风 淺白说辞 规谐话语 如家常便饭 送给土天下缘 人 他们觉得经济实惠又受用 所以施的著作最能引人入圣 既佛 世人不嫌老纳的醉饭和 没什么好酒菜 几十片瓜 树立 花生人 各个还吃的津津有味 真是有口福了 好了 上连台准 被访到入书 扬生 尊命 我已坐稳连台 不知今夜要往何方 既佛随御而安 扬生 是 是 既佛扬生下连台吧 扬生 恩师今夜带我来此 只看到前面有一间似乎破烂的小屋 到底要访问何人呢 既佛 里面住着一位大修行人 不要以为住高旅大厦才是贵人 扬生 地下并无此意 如果有说错 请恩师原谅 既佛 我们进到里面参观吧 扬生 但见货屋四周堆满了被纸破铁 好像是收穀物的地方 既佛 正是 这个穀物商人与别人不同 扬生不要小看 扬生 随时进入这间货屋内 看到里面都是腿圆残壁 还结满 诸之网 旁边有一位满身脏黑的妇人 躺在那里睡觉 恩师所说 的大修行人就是这位吗 既佛 既佛 就是他 扬生 看他捧头垢面 穿着油腻衣服 不知多久没有喜欢了 既佛 哈哈 一日不洗一日仙 三日不洗活神仙 扬生 这是什么意思呢 既佛 这些污垢在他来讲 一点挂碍也无 世人一天洗三次造 换五件衣服 还是心事重重 挂碍深重 所以我说他不清洗到很 自在 扬生 他是什么因果 为何今世会变成这副模样 既佛 他睡得正熟 我轻轻敲开他的灵魂窍 引导他的元神出来 说说吧 扬生 感谢恩师慈悲 只见恩师用菩萨 往熟睡中妇人的额头上倾 敲了三下 突然这个妇人的形骸产生变化 成为一位出家模样的 僧尼穿着整截袈裟 他胸前挂着佛珠 慢慢由床上坐了起来 尼师和掌说到阿弥陀佛 既大师及阳善人驾到 弟子最国 最国 扬生他为什么认识我们呢 既佛 我为他受祭典化 请悟元灵 他前世亦是一位有修行之初 家人 只因后来变智 故堕落至此 与云相由新生 前世既然 便清走样 今世只好投胎便行 这就是因果循环了 扬生因果报应真是可怕 不知他前世有何缺失 为何今世落难 到这种地步 既佛 善哉 善哉 大师为何落魄至此下场 迷失 罪过 说来惭愧 实在有如佛门圣余 我前世出家 南部某寺位迷 因个性教倔强 出家前几年上能忍受种种魔苦 后来即与几位同门遗失意见不合 心生称念 自此离开佛寺 随 得化缘 见反成俗 才有今日之下场 既佛 反俗后做何事 迷失 仍以化缘为生 并常为称何处要见寺庙 自居住持 取化 原部四处化缘 因为未留头法 故婆令善性相信 购化了将近二 百万元 从此购置楼房 贪求享受 一身即佛名 贪取施主之钱财 以享受 便器化用品 量量量皆情 昏食不济 为此造下苦液 祭佛 祭佛 祢死后 言望如何审判你 迷失 五五十岁 因心脏病而亡 黑白无常情智的腐 颜望大怒 令阴叉修离我 还被推下奈何桥 血污池等必受苦行 历经时载 精心动魄之行罚 信地藏王菩萨慈悲 念我原为菩萨根经 指应 一念之差 故堕落苦海 特准转身为人 受苦修炼 祭佛 哈哈 原来如此 论耳原为佛门之护法神下降 本来要下 凡渡人已增进果位 其知一念之差 轮回六道 但不知转身此事 知滋味如何 尼师阿弥陀佛 醉过 醉过 现在顿悟之后觉得苦不堪言无可 是此事乃因受轮回气数所居 也只好忍受了 祭佛 说对了 你此事身为人 从小身体因发烧过度 故脑致昏 昏 四处游荡 最后与家人失去联络 为了为生 尝至垃圾堆中 渐时丢弃物 长大后便四处渐时破烂 如废纸 废铁等物 每日 挑的满满的 在大街小巷走来走去 再卖给古物商 后来找到衣 处无人居住之破烂七身 将被物捡来堆积甚多之后 再卖出美 日吃些别人圣菜 后来有了一点钱 也在路边买些面食拿到树下 或人加强搅食用 害怕被人看见 衣服生子从不喜欢 一身黑乌 油腻 令人不敢清静 如此过国度日 扬身 他会生病吗? 继佛 曾患感冒及胃肠病 但结婚睡或卸卸肚子极好 不用吃掉 扬身 这是什么原因? 继佛 这个就奇妙了 似此行脚僧 上天还特别照顾 不会生 大病理 因他已不知寒暑 如痴如呆 到底如何度日 他自己 也不晓得 前世化缘骗人施舍 此世为了还债 只好到垃圾堆 中化缘 每日四处行走 也是罚他走路 兼挑重担游荡 别人 看他如傻子 他还单得很欢喜 这些破纸及前世的钞票 烂帖 及前世化缘来的铜板 单来单去 让人轻视嘲笑 以便了债 在 吃不好 睡破屋 即是前世望求享受 此世福尽 所以变成者 父模样 揚身 佛家一文钱 大似虚余山 真不是笑着玩的 因果报应 实在太可怕了 不知他来世如何呢 既佛 既佛 幸老那前来点化 并说出其前世因果已劝化世人 今世 业债还清 水沟一道 一切业债洗净 既佛暗示其将死于水沟 内 让禅禅流水洗去他一身的污衊 来世投胎再闻佛法修道 从这个实证来看 因果一点皆不虚假 世人可以看到许多举止 怪异的人 他们定有不平凡的前世 只因罪业深重 才成为怪 人 所以世人当八童情心 去看待有此不幸遭遇的人 以爱心 去关怀照顾他们 此世了结业债后 也许来世就是一位大菩萨 的化身 是人不要错过当前情善的好机会呀 尼师 感谢继佛的点画开导 此恩难报 继佛 今生情还欲 前世心不同 但念原来性 此生居大雄 一念忏悔心 百万劫一空 免之 免之 扬身准备回堂吧 扬身 遵命我已坐稳连台 请恩师回堂 祭佛 圣得堂一道 扬身下连台 魂魄头体 佳 佳 佳 24 024第24回到心发热 众生即活佛 善根早培 今世好修行 今世好修行 岁次 甲子年3月念5日 1984年4月25日 诗曰 青山绿水是长流 借问行云和日修 攘攘人群游来客 其知俗乐不常流 祭佛 今天我带来了一包礼物 想送给圣得堂诸贤生 因未看 到处日来大家为中 祭达我只选宝路一书 忙得不亦乐乎 答 摩祖师圣未感动 特地托我带来一件礼物 诸生有福了 阳生 只见恩师提着一个包裹 还冒着烟 好像还会跳动 不 知道里面包的是什么东西 祭佛 天机不可泄露 先让圣得堂诸生猜猜看吧 欧阳 诚心 祭佛 还差一点点 许生 热乎乎的道心 祭佛 大概对 但不能以二个字答出来最妙 欧阳 热心 祭佛 答对了 大家的心是凉了 还是怀抱一颗热心呢 为何 说热心 因为一个急功耗义的人 会急得满身大汗 所以赞约 热心 一个未到工作者忙的连穿薄衣 一感觉热 故约热心 修道人 最怕缺乏热心 做事提不起劲的人 不论在圣凡工作上 皆不会有所成就 修行者对公益事业如果不热心也就没有什么 道果 一个人的心如火灵了 不知会怎样 蓝身 就等于死了 因为其心已死 凌冰冰的就像行尸走肉依 斑 既佛 死了还不算 尚要送去灵动 再加强灵动 否则会发丑 呢 心死了怎么办 还好科技进步 可以动手术做个 万新人 为假如你的胸中怀的是别人的心 不知有何感想 借别人的心裁 能够活下去 已经是严重的病症了 各位想想你们有心病吗 大家闭起眼睛 伸手摸着自己心脏 他还在跳动 还是活心 但你问他是否对得起自己呢 哈哈 摸到良心的人 自我报名 他一定是个真人 摸不到没 关心 今夜睡前的找找看 如果找不到 赶快登报声音 寻找 自己良心遗失起事 相信很快就有人替你捡回来 老纳于有事 尖 发现木边风化场所 所处处处有人把良心遗失在那里 害老纳减 也减不完 今天顺便带来几个 不知有人要吗 许身 许身 我们不贪心多求 自己一个已足 愿借着圣道旅程这本 书 经由邮差再送还给天下众生吧 但愿他们早日寻回良心 悟得本来念悟 祭佛 哈哈 你们太有良心了 一个人有足够的良心 用不完 还想送给别人 真是有良心的修道人 人能做事合乎天良 九 是良心不灭 一个道人发出了慈悲心 爱心 善心 体谅心 救苦心 羞耻心 忏悔心 平等心 平安心 光明心 谦虚心 好道心 助人心 感恩心 这种善念的发现 一颗颗良心也就生 出来了 所以说修道人的良心 只有一个 但是却能够生出许许多多的 良心来 这与先佛能够化身千百亿事相同原理 先佛每一个良 心就能化成一尊圣者法香 世人如也能够发出无尽的善念 良心 那么也就是一位 道高得尊的先佛 就能够有无尽的化身 每一个化身都能够放出光芒 所以要过先做佛 只要多发出量 心 保证可以随心正道 阳生 恩师说的妙 不知那些遗落良心的人 他是如何把良心 丢弃的呢 既佛凡是贪心的人 最容易遗失良心 阳生 这如何说呢 既佛 心如止水 一个贪心者为了求得更多财物 美色 虚荣 好比一个杯子 装满心水 此衣平静心水 如如不动 但贪面衣 身 如捡起食子一粒粒 往杯子中放下去 每放下一粒 杯水外溢 良心就失去一分 当一个人把物欲充满杯子 心胸 食 他的量 心也就一滴不存了 在看一个水缸中 如果养几只鲸鱼 鲸鱼孩 能活命 如果放温了鲸鱼 使它不能游动 不久水将发臭 鱼也 就死了 所以贪心的人 良心一定被挤到外面 因此老纳要世人摸摸良心 就是希望世人查看是否自己的欲心 赶走了良心 俗语说乞丐感 妙公 就是这个意思 老纳纳一个不存好心 却是存着贪心 忘心 坏心 奸心 怒心 恨心 不安心 伤心 杀心 赌心 色心 罪心 罪心等太重的人 就如同魔鬼感菩萨 这一间心庙 就变成鬼庙了 是人啊 你赶快打开心门 看看你的心庙住者福 撒 还是魔鬼吧 今夜谈得已多 阳身上连台 准备往道住书吧 阳身 遵命 不知今夜要往何处去呢 寄佛 今夜往桃园某处修士家庭访问 我们出发吧 阳身 乘坐连台随恩师同行 刹那已到一处人家门前 寄佛 今夜我们就是来此做客 阳身 他们毫无所觉 如何宴请我们呢 寄佛 你还真馋嘴 想吃东西 都你看此时他们坐在沙发椅上 灵性主人说怎么闻到一股檀香味呢 是不是佛祖降临了呢 他 这么一说 全家大小都用鼻子嗅嗅 想闻香味呢 阳身 为什么许多人常突然闻到檀香味道 这是否代表先佛降 灵呢 既佛 先佛为一股正气灵光 本来是无色无味 但若香味皆无 世人无从感应 故有时便发光 或放出尽香之味 令世人觉知 阳身 是否先佛常在寺庙受到檀香熏陶 故身上也熏了檀香味呢 既佛 哈哈 净世者是 净末者黑 净妙者香 净道者得 这世 一定道理 世人如能常清静佛堂寺庙 久而久之 身上自然发出 檀香味道 此乃前一末化之功 阳身 原来如此 真是道未相投 道气故身 既佛 我们到里面拜访他们吧 阳身 随恩师背后走到这一家庭里面 看到大厅坐着五个人 除父母外 尚有一对中年夫妇及一个小儿 看他们脸上都有佛 光出现 一定修得不错吧 既佛 他们全家都以亲口如素 修到柳年 一家和乐 道气十足 阳身 不知他们前世积下什么功德 为何能够其家修到一般 封顺呢 弟子曾见许多修道者的家庭 有的夫修 父不修 有的 父修 父反对 有的子修武赞成 有的子修 父阻碍 至修道图成 不能一凡丰丰 阻碍多端 请恩师开示一番 既佛 今夜来此 正是要向世人解说此一修道家庭之因果 有 云世世皆是一种因缘 有缘相聚 无缘则散 而此因缘尚有 善缘 恶缘之分 现在这一个家庭之组成 可为善缘之结合体 此一对老年夫妇 前世同在一家庙与效劳 帮助善性解答疑难 如收经 结下因德 故此事转身为人 结下夫妻之 缘 因前世静于庙堂 又是一个殊胜因缘 故今世双双拜佛举 道修池 亦未相投 各无反对一世 至于其儿子媳妇 前世乃 是常至这一家庙与静相参拜之善性 因见这二位老者 在庙中为人服务 态度虔诚 二位青年人心 身敬养 故欲有假日便相约来到庙中 帮忙二位老者 打扫四周 环境 就因为他们前世有一段如此好的善缘 故今世转身为人 慢慢结合为一家人 同心向道 有时小孩缠身 先生便主动看 故 劝勉太太往佛堂听道学佛 有时太太看孩子 要先生前往校牢 个人回家即将今天所学所 文讲述一遍 以做补习 如此一家向道 欲有不如意之事 皆 退一步想 体谅对方 因此整个家庭气氛融合 可谓一个神仙 家庭 这都是前世修来之福 阳身 真是令人羡慕的组合 这种神仙家庭 可以说已经将心 方极乐世界带到人间 净土就在我们族下 只看我们自己的族 即是否清静了 既佛 世人如果修道遭遇逆境 千万不要退治 如果你没有像 刚才所说这么理想的修道环境 可见你前世种的修道姻缘未能 完美 但此事既然怀有道志 表示你是一个友善根的人 只是 像一个长途驾车的司机 缺少一个助手 修来比较疲劳 这种人成员较重 要吃点苦头 但是如果能够不退道志 有毒 当一念的能力 自然吃的苦中苦 将来也能成为仙上仙 所以也不必气馁 心情二三改 逍遥千万年 他仍不休 你千 万不可退治 跟着不休 否则你就被俗人度走了 连自己前世 种下的一点善根也消失了 那么来世想清静佛法 可能机会更加微小 可谓一失道根载 妇难 故说功修功的 婆修佛德 人的聚合是一种因缘 如果 自己不努力上进修时 将来受累的还是自己 阳身 如果夫修夫的 妇人只照顾儿语 无时间去弘道 是否 主父即不得呢 既佛 非也 一个家庭有时 人手不足 不能两人同时出道 但 若一方支持赞成另一方修道 则支持赞同者称为助道之士 可 以得道行道者相同之功果 但若一方反对不予支持 则对方等 功德自然无法得道 因为一个反对者 对道与神圣可能根本皆 无信仰 既认为法有那一同事 自然这一同事也不属于他的 故希望世人 纵环境不允许你去行道 但千万不要阻人行道 如果自己无法行道 而去成人之美 这种祝道也是无量功德 那 将来也是可以随缘成就的 好了 今夜仿道至此 我们 准备回堂 扬身 遵命 我已坐稳连台 请恩师回堂吧 既佛 圣德堂已到 扬身下连台 魂魄头体 回 家 家 家 二十五 零二五 第二五 回作人虽难 为神更不义 土地公公 尝尽苦婆汤 遂赐 家子年五月十七日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六日 诗曰 为人容易作神难 善性妄求心未欢 福禄受言人皆矮 有时天意却满山 既佛 世人都说做人很难 如在家庭有父母 兄弟姐妹 儿女 等复杂关系 要保持圆满的关系 实在不简单 例如一个厨师 要料理出合几十人胃口的饭菜 有时比登天还难 有人是好吃 面 有人喜欢吃饭 有人喜甜 有人爱咸 一锅饭菜 如何能 有多种口味呢 出了家庭 走到社会 又充满了虚伪奸诈 如何 做好公共关系 又是一门大学问 令人大叹真难做人 世人哪 你们不知道做神更难 你看卖兵的祈求太阳高涨 走 天的祷告天的祷告天宇快来 医生期望门庭若是 令人祈愿身体早康 世人在神前各立下了这些期望 让神明一时创皇失措 不知如 何事好 如下大雨 卖兵的说神不灵 若大热天 种田的说神 不应 这些问题困扰神戒已久 故神仙大叹做神更难 那么 到底如何做才能使神人皆大欢喜呢 我看 为人尽力去做人 当然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 只要无愧 我心变好 做神尽力去帮助世人 当然也不能尽如人意 但只 要问自个儿 心神无愧 也就好了 因为人世间的际遇 各有其 复杂的前世 今生等因果牵连 有些事情不能凭一下子之发心 而改变局势 如依个人的个性 天才 有些事先天性 任何后 天作为也改变不了 但如后天能够改变的尽力去做 纵然无益 当前也有一日后 无助父母 也一子孙 一分功德 一分回报 只是时间有先后 不能一味想立即转变 如果只看求报应之心 反身无限痛苦 又如一个一定想考取大 学的学生 一旦落宝想不开而自杀 那不是比落宝更惨吗 行 行出状元 今年落宝明年再来 考不去学校 去学技术或学生 亦 来日前徒有时 比考上大学的人更加规黄藤达 以上所说正告诉世人 一切随缘 抢求来的东西 有时反而不 是美好的 一切尽心尽力 上天自有安排 仍能报此人生观 得失之心淡然处之 则人生的意义将会更如光明自在 有这烧 做了一点善事 便向神明求东求西 好向先佛神圣欠了他一大 必在世的 若能如愿以偿便好 若不能如愿 则愿天愿地 愿先佛不灵 甚至从此是鬼神为空谈 自甘堕落 是人哪 命里有时终归有 命里无时到底无 万事不由人计较 一生都是并安排 有时先佛虽慈悲 但那冤孽不放过你 你叫 先佛神圣如何做 你才会满意呢 扬身 是人皆爱福禄寿 更祭求一切圆满如缺 有着人生未满 百 却是常怀千岁忧 不知恩师有何看法 祭佛 哈哈 汉武为君欲作仙 十从俱父苦无前 嫦娥照尽贤面丑 彭祖焚香祝寿年 这四句话道 尽了人心的不知足 可叹福生人 悠悠何日了 朝朝如显时 年年不绝了 总为求衣食 痴心生烦恼 绕绕百千年 去来三恶道 是人哪 当之虚妄身 不是真实意 必尽归空无 如何贪红尘 阳身 人心肠不足 此事古香臣 富玉生千岁 观摊日久生 黄泉藏白骨 粉字写红灵 酒肉蓬高座 徒妃云聚云 祭佛 渔夫座家业 念念子孙臣 取栗壁高等 收租家大生 领营筹绝食 相反叹无灵 劳碌未牛马 失床掉兽营 茫茫夜海 苦恼无涯 但愿世人早日觉醒 小灯绝路 好了 准备上年台 以便往道住书法 阳生 遵命 坐上年台 刹那之间来到台中 是为道路某一土地 宫庙 祭佛 我们下年台 向土地恭问候一身法 阳生 好的 弟子阳生向土地恭敬礼 土地 爱养 贵客驾到 幸好既佛今夜来到盘舍 我可聊语书 解心中郁闷 否则心情不好 觉得当土地恭意很难受力 阳生 不知土地恭为何事挂碍 心情闷闷不乐 土地 阳生已有所不知 前天是十五日 许多善男性女 盆凤 了生理水果来小庙朝拜 各祈求了许多愿望 有人想买奖劝求 我保佑他中奖 已渡过难关 有人祈求保佑他家人平安 还有 赌徒来此祈求 愿我助他赌赢 有人儿女出走 求我助他寻回 有人考试求我帮他上榜 每人手上拿着三炷香 心中便有好几 各愿望 你看我的济世部 记得满满的 不知如何去达成世人 的愿望 老朽能力有限 如何能够满足世人的需求呢 祭佛 哈哈 做人难 做神更难 世人逼得土地公传不过气来 想申请退休了 不然你看他白法快要脱落了 真是有苦说不出 那 土地 既佛您佛法无边 求您帮帮忙 使世人达成愿望 否则 我再次也无法立足 世人求神若无感应 便以为神没灵 以后 便无人来此朝拜供养了 既佛 既知作神也是苦 还是再进一步 修炼本性 增加自己 道果 做各逍遥先 不管人间俗事 比较轻松 土地 如何修 炼呢 既佛 这里有棵大树 灵气盛佳 已可早晚吸取此衣树目灵气 凡是世人供奉祭品 吸其水果精气 其他烟火不沾 凡人来求 如是孝子贤富或是善人意识 当尽力帮助 其他不忠不孝不义 者 置之不理 有人骂你不灵 你也不必生气 如此修炼本性 培养原生日 积月类 自然可以晋升国位 土地 感谢祭佛开示 受益不浅 当尊训事而行 其请祭佛在 四经言 祭佛 特赠仪祭约 福德前身有福德 成神人世烦恼多 不理悔欲修口服 锻炼心性上大罗 土地 感谢祭佛典化 如能成就 愿来相报 祭佛 本是同根生 都是无极来 神佛皆遗弃 提携是应该 阳身我们准备回堂了 阳身遵命我已坐稳连台 我们回堂法 祭佛圣德堂已到 阳身下连台 魂魄头体 家 家 二十六 零二六第二六 回求神拜佛 诚心献一片 解运消灾 善德修三分 岁次 家子年三月初四日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八日 十曰 神前导愿莫贪穷 福禄虚从前世修 疾难当头其圣佛 真诚伟望可加油 既佛阳身上连台 我们准备往南部猛依宫要拜访天上圣佛 阳身遵命 既佛已到达目的的 我们下连台进入北港朝天宫向天上 圣佛请礼致敬吧 阳身 好的 阴已夜晚 平日拥挤的香客一件书少 难得一刻 清静 随师背后踏进庙门 以见圣佛露出笑容前来 圣佛欢迎既恭佛佛 及台中圣得唐圣余扬生前来本宫义游 祭佛趁此香客较少时间前来拜访 白天圣佛忙得不可开交 相信也无闲侠与我们淡化 圣佛正是因白天或逢年节 正是忙碌时刻 二未进入内殿 少歇吧 将军诉奉明察不可怠慢 将军遵命 以城上圣茶 请二位贵宾敬明 扬生 感谢圣母及将军厚礼相待 继佛 我们师徒奉旨著作圣道旅程 今日特来打扰 应感圣母 慈悲感应 故各地善男性与相争前来朝拜 在众生彷徨的心灵 终注入一铁精神祭 有云无事不登三宝殿 以现世而论 来 庙寺朝圣者 一部分是观光客 来庙寻礼一般 一部分来祈愿 求福 一部分是来还愿谢恩 圣母每日面对这么多众生 他们 所祈求的心愿 又是那么多 不知圣母如何去替众生解除苦难 赐福消灾呢 圣母 神灵虽然神通广大 但能力仍然有限度 不是万能 是 人皆有求神经验 当可体会神灵无法满足每一个人的希望 这都是个人福分与因果关系 无神每日面对着各个不同求愿者 有时心有余力不足 如一个 商场施力者 正逢债务的催逼 他来到了我的面前 祈求能够度 过难关 我怜悯其苦 烧家灵光 给他一种精神助力 虽然窄 物仍然无法解决 但可化几个贵人 让他周转一下 扬生 那么是否有求必应呢 圣母 求愿者目前灵光一定暗淡 我细查其祖先是否尚有余德 如有余德 可先拨些应急 故求愿者能够得到感应 如祖先无 得 他人强求 有时只得拨以一些子孙福禄给他应急 故仍然 有所感应 扬生 想祖先之余德 是无可厚非 但若已转子孙福禄 使之 孙将来减少福禄 这样不是害了未来子孙的前途吗 圣母 正是 有人抢求消灾解恶 不得已之下 我只好如此做 乐 如世人周转不灵时 先向人贷款应急 若贷款后不偿债 自己犯法 被贷款者也受连累 故无劝世人 求神拜佛尽人事 听天命若过分强求 有时虽然能够得到一时感应 度过难关 但子孙福禄无形终以减少了 扬生 请问圣母 世人多苦难 如欲求神佛邦惶劫难 应如何 求法 才免连累子孙自己又能获得效应呢 圣母 自己有难自己当 自己有苦自己受 世人遭逢灾难 即 并如果想求神佛帮忙解难 唯一上乘之法 即是立善愿在神 前焚香立下善愿 并忏悔以往或错 发愿将来行善或捐益善书 不施建妙 救助孤儿并若极放生等善事 以此功德消解厄愈 才是最正确方法 有益别人 更益自己 不累子孙 若过分抢求 若过分抢求 有时的一时之效 如施罢药却换来无穷后患 故 如欲不顺 首先需检讨自己行为 是否犯有不当 如能力即改 过向善 可以增福消灾 扬生 那么来此向圣母求救的善男性语 是否一定有所感应 圣母 天下神佛各禀天律行事 在可行范围之内尽力帮助世人 若违背此一范围 任意失福失祸 神佛本身失以为犯天律 调 受到处罚 故求神拜佛先求自心 若所求不应 乃因我所累 不可怨恨神佛无灵 神佛如天下之父母 无不希望给自己而育 最大助力与关怀 但有时也是无能为力的 既佛 感谢圣母一席话 可谓对拜神求佛者当头一报 使各物 其中真理 自然求神不能 只得反求诸己了 可 今日访问至 此 我们师徒准备回堂 圣母 命将军排班送驾 将军遵命 恭送二位 祭佛 圣德堂已到 阳身下连台 魂破头体 百分之 百分之 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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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 零二七 第二七回 佛说三夜 贪嗔痴 是病 重修五轮 仁慈至能医 岁次 甲子年八月十三日 一九八四年九月一日 十曰 三毒贪嗔痴 吃夜深 不除六道道消沉 弥陀虽有千千怨 南海找温观世音 祭佛 三毒贪嗔痴 是世世人的通病 这种慢性毒病 传染性甚高 许多人犯了此病 却不知对症下药 所以百病重生 三毒疾 是三夜深口溢 一个人三夜不尽 疾不能毕业 消夜 节 夜 妄想升天堂 等于梦想 一个流极深入 不赶快努力 别人已更上一层楼 自己只有痒 天长叹的笨儿 说来真是可怜 诸生在福团前告 诵敬三夜神咒 奇妙用无穷 若此口诵不 知其意 则收效教为 如能知行合一 不但有保身作用 神 可静道 所以无精特将近三夜神咒 解释一遍 一身中诸内境有余 宇宙位一大周天 人身位一小周天 天有十二重天 而人有十二重楼 天有一年三百六十日 人 有三百六十五节 天有八万四千星秀 人有八万四千毫毛孔巧 天有春夏秋冬 人有喜怒哀悦 天有五行 人有五脏 天有日 月 星辰三宝 人有精气神三宝 等 故天不大于人 人不小 于天 人类与自咒正体 本是一体 在鸟鸣中正有灵感 语气形相 通 天地之四十欲行不代 万物之声发化欲 此皆为无形大道 知大德 知用 宇宙之代语奥妙 无非此不可明相之道 所生化周辩虚空极 法界不可穷之 不可穷尽 而人之自信 即为人之本体 此 灵性散发全身 周辩内境 全身细胞 脏腑 器官 神经 无 所布置 构成一个活生生 而完整 却与大宇宙相应的人体 正由 如大道 发育剑权 此即一本 而生化万书 是位重要之门也 犹如一个 主帅之下 统育无数之兵将 各首岗位运作 故作四方能口道 首道 心道 不致脱节 将此无数神兵统合一周为三百六十 度远满强明为三万六千神 道家有所谓三魂七魄 心藏神 肝藏魂 脾藏意 肺藏或神 藏经 实为千万神灵细胞神经活动在人体之中 一旦经商弃绝 神灵躯体 即是死亡 故人平常要对自身神灵做礼拜 保持稳 心无愧 心静而魂魄首舍 才能使三万六千神更健康 更有危 历 历 否则邪气侵入 正神远离人体 便产生疾病了 阳身 恩施已将身中诸内境 三万六千神解说完毕 真是不解 不知其意呢 一个人生内有三万六千神 人生不愧是个神仙府 相信如果能好好供养这三万六千神 不做愧对神明的事情 那 魔三万六千神是各大不法 人行正道 正神拥护不怕不成神 呢 既佛正是 神佛不远 灵山在此 物之能得 如三万六千神 已住自身 若知朝拜 不做亏心 自然神仙有份了 继续说法 三动作 旅行脏自信用于眼 则为眼识 用于耳 则为耳识 鼻 舌 身 亦等识 亦复如是 无论行 著 作 莫 乃皆 为此信之用 发而皆终结 此未知道 巧 亦如天地之运转 四十 春夏秋冬 知运作等 亦皆是此大道之妙用也 此不可明相知性 深发于人身 可谓万事 可成万得 学佛修 道 慈悲喜舍 参赞天地之化欲 故一个人归一轮门参轮学道 所要求的规范 不仅限于庙堂之中 不论行动工作时 行走修 习时 二六时中 行住坐卧 须于不离道的观念 使自信所生 发之万得何于大道 所生发之大德 一气相通 亦以贯之 此道与性 虽不可闻 不可视 然万物之身发消掌 与人之行 著作莫喜怒哀悦等 乃皆为其之用 虽秒明不可测 却是空中 妙有 无常之中 而有珍常在焉 故言动作履行葬 四前结病后 愿人之缘灵本由无极而生 佛经与无始结义 来 其意相同 此无极 极是无有时间 空间等之对待明相 亦言之 亦言之 即是无有明相对待之绝对也 而天地始造 无极运化 太极后 便若于行相对待之相对义 有如有天必有地 有高必 有低 有善必有恶 有生必有死 等即是相对之现象界也 而人之自信 本是无可明相 渺渺明明 超脱相对 现象界之 一切明相 乃如有时间 空间之相对待 而超越时空 历劫长 诸不坏也 了解此一绝对之无极后 浅劫即未无始结以前 后夜即未久远 结以后 从无限的过去 现在到未来 甚至永远 不论何时 何的做何事业 造何业力 三万六千神 原神自信永途 追随在耳左右 行影不灵也 愿我生自在今云 乐物犹如夜的灯 无窗暗事乌开明 此生不像今生度 更呆何时度此生 茫茫夜海 苦恼无边 唯愿归依我佛 是登彼岸 故学佛修道 应是皆以正物解脱自在为目标 一个人不论行住坐墨 今生后 是若要心神自在 唯有不亏心做事 归依正道 早登绝路 远离邪恶 不上光明之道 方位就静 久知 身中内静诸神常 清常静 常明真道 时时观此自在菩萨 如有颠倒 挂爱 自 然自在 则能佩正神仙 可参佛道也 扬身 恩师说完动作履行葬 潜洁并厚厌 愿我生自在 弟子 觉得修行者 不论在动作时 旅行时 或葬时 心中一定要存 看神明在 才不会做黑暗事 亏心事 如此历经千劫万事 我生自在 虽然半夜鬼来敲门 当我们打开门时 鬼跟一看事 敲错门 还会向我们道歉 陪不适呢 既佛 前节已过 后夜未来 因果循环 抱肠不差 世人解药 小心注意 不要前身债未还 今生又亏本 缺德 欠债 来 适得后夜更难了断 可怕 可怕 继续说法 五常住三宝中 佛有三宝 曰佛 法 僧 道有三宝 曰 道 今 诗 人有三宝 曰今 气 神 学佛修道者 无常识 建 定 慧 礼佛 法 僧 守经 气 神 尊道 今 诗 物观 觉 集 久知 夜障日简 灵光日增 气定神明 大义 身心 可入就近法门 常住真常也 六当于结坏时 人生乃四大甲合 因缘合合而生 一旦无常 来临四大分散 再强壮的身体 也是土风瓦解 尽归成土 而纵然天地悠悠长久 然却亦有坏灭之时 因世界之臣 乃气 世界先臣 有情世界四臣 天地之坏 乃有情世界先坏 气是 戒四坏 凡十方三是一切世界 皆需力臣 住坏 空四大劫 而在第六十四大劫后 色界四禅天以下 乃希皆依次坏灭此 即凡有行有相之激者 何患本反缘 均眉未未乌有 以人生而言 生离死别 并苦愿增等 充满一生 家与水 火 刀 兵 亦等灾恶灵生 亦称为劫 以受命而言 死亡一劫更是人之一大劫 然在种种逆境中磨难 来袭 当要尽心忍性 不可蒙退道之心 人若有修 不怕无常 一旦劫来体坏 心灵反而健全平安 故结束影响不了自由逍遥 的心灵正是脱离五行 跳出三界外之人 才能达到劫坏而真 我不坏也 其我身常不灭人之灵性乃先天的儿身 后天地不灭 故结 束受献世世间法 道心佛性方式出世间真种子 一个学佛修道 者 当他常受尽各种磨练苦修之后 正当结坏生回归空时 正 已前进无路 其枝柳暗花明又一村 此正是珍藏法身险香 道 人出现时刻 此身已不再是凡胎肉身 而是庄严佛身去掉了 具皮囊的束缚 正可以遨游三界内外 解脱六道文回也 发送此真文时即送念此神咒之时 人能浅持经咒日积月 累身体力行不但可发大威力 神咒力更可以经此物入真 常知道 徐得真我 故称约真文 久生心口夜皆清静六去即去 远于造业 满夫造业 远于 此心忘祸 对境颠倒事理 忘祸未因 造业未圆 而受报未果 一个人既然了解三叶的可怕 必知远邪必惑 不敢再造生口心 一叶远离十二八邪 不染诸臣 乃得入佛的 如此三叶 尽了解诸挂爱 的永无量无边法喜业 识及及如律令是人们 快快 这三种邪业赶快远离他 者 向法律章成命令 一旦犯知 劳律刑罚难免 如罪森罗利欲 岂能超生极乐 这也是你良心的神 自家的佛在令令已快快改 过 否则已经来不及了 再者 及及如律令乃是灵法事时对神 借知一种催促咒语 含有请神之意 故凡练习经咒时已没诵 而不念出此句未加 阳生 恩师又说了常住三宝中 当于劫坏时我身常不念 斑 此真文时身心口厌皆清静 及及如律令常住三宝 可以说 世修养道 世修养道 德 心 人能守道德 心住其中 如居宝屋 在那 万劫千难道来时 我身有佛光拥护 如金刚不法 不生不灭 任劫毁涌在 正如善得散发芬芳的气息 历劫而不灭 世修养道 常诵此真文 吐出身口一三叶的灼气 这要有火急速度 果断 智慧才能成就的 既佛 禁三叶神咒已解说完毕 扬身并在旁家已说明 浅白意 懂 世人念经咒要想得经咒内意 感应一定更为深切 迅速 三叶是一个人的基本事业 人人会犯容易犯 因此要把三 拙业改为三敬业 如此身口一各行正道 转飞为淫 一定能得 三宝而脱灾结 正佛果了 今夜伏笔至此 世人免行之 加 加 加 二十八 零二八 第二八 维祭佛佳言 仁仁修圣得 纯阳妙语 各个月玄金 岁次 夹子年九月初二日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十曰 微探圣殿立中周 禅教徽完地一流 宝典身回明漏夜 新书妙里劝仁修 既佛 圣道旅程已走了大半 为了赶赴参加圣得唐妙殿落成大 点 若不加紧脚步 恐怕赶不上这个大好日子脚书呢 阳身 无极调耻老母一般一指 命圣道旅程于明春二月初九日 圣得唐圣妙落成典礼时 者成脚书 者无法按时脚书 恐怕上 天不能饶舍 该怎么办呢 既佛 甲子之年运逢三阳开态 圣得宝殿奉命于甲子归十月初 四日入火安坐 意义非凡 人生要遇到一个甲子年实在不容易 圣得唐能够因甲子而建成 因缘书圣 诸生当之得来不易 更 应加紧勤修 以报达天恩 圣道旅程的路上 我与阳身师徒奔走十方 彩案登陆圣书中 以公经式修道的人参考研读 即理应遵循之道 是一部修道者 心酸且类的心路历程 价值贵重的圣书 全书包容修道者 所可能遭到之种种禁欲 从实隐正及解析其 前世各自所重之因果 以正佛家因果报应丝毫不爽之理 内容 深入浅出 三圣皆被 无尽的佛学与教义身孕其中 凡是能够 得到此书者 定是大有福源之人 西世人细心阅读 并广为印证流传 公布唐捐 也希望即由此 书之问世 为世人搭乘一座稳固登天之坯 再迈向天堂故乡的 圣道之中 一路上道花盛开 是果累劫 不再彷徨犹豫与无助 充满法喜 勇往直前 愿世人皆能到达那最后的终点 成仙正 佛 有正菩提 乃我之后望 上天既然有命 必按时完成 老那也就不能拖延 待阳身往胜 道的旅程一步一步运进 相信不会辜负上天的美意 阳身 恩师慈怀为众生 令于土感动不已 我也由衷希望 是 人修道皆能有成 不再众道类似书中不信者之后者 各个成仙 人人正佛 已为老母在天之灵 一般人修道学佛 总不离圣者教化 不修道学佛者走的道路 我们统称为圣道 然这一条至圣的道路行走起来 有者被决心 是 苦是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滋味 坎坷难度 但当你坚韧到底 走完全成时 苦尽甘来 成功的滋味点点滴滴在心头 却又让 你被决 果实是多么的芬芳 与无尽的欢乐 经过多年的 奋斗 终于展开出了 可胜利的花朵 那是内水与欢乐交织 普成的 一首乐章 情人心弦 感人肺腑 所以这一个旅程可以说是 是人生最尊贵最方便 却又是最苦行 知道 不知恩师以为如何 不得 既佛 是农工商没有一条道路 是不付出辛劳代价 就能轻易得到 的 这一条要往天堂的圣道 更非洁身自爱 品性清高 道得丰 父 吃过苦终苦的人 岂能轻易上道 如无今此一苦膜 又起 能珍惜圣道 所以说凡是具备有圣心的人 方能行走在圣道上 是人哪 你们常说修圣道 不知你如何修法 老纳告尔 修 圣道即是修这颗圣心 若心怀没有一点 圣人的味道 没有一点 圣德的涵养 我说别修了 免得徒劳一场 白费心机 也害 老纳多留两滴瓷泪 何苦来哉 我们已谈了许多 阳身上联台 一起绑道助书吧 阳身 遵命 我已坐稳连台 请恩师起承堡 祭佛 我们已到八仙洞府 今天特来访问八仙中之纯阳祖师 阳身下连台 往前参业服幼帝君吧 阳身随师来到此的 正是世外桃园 宫殿良亭处立于连池律 树之间 哦 前面有一大殿 上提纯阳公 是否就是旅祖师所 居呢 既佛正是旅祖所居 我们加紧脚步向前吧 阳身 恩师催促 加快步伐 但闻一阵檀香味飘来 瞬间闻道 中午其名之身 祭佛 淳阳祖师已走出大殿 招手迎接我们 阳身 弟子阳身乃台中圣得堂圣禹 今日随恩师祭佛前来拜保 祖师 请祖师会与开示 淳阳 欢迎祭佛及圣禹阳身 请随我进殿一坛 阳身遵命 感谢祖师不器 随祖师进到大殿 但见妙殿庄严 香烟鸟绕 古色古香 不愧是位神仙动辅 淳阳 二位贵兵请进入道观座坛 祭佛 祭佛 祖师慈悲 招待圣后 桌上已排满各种 鲜果及鲜茶 羊 生我们就做吧 羊生 久会尝到鲜果 垂涎欲滴 淳羊 哈哈 不要客气 用吧 其实人人皆有常生活 只是字 己不知常罢了 羊生 祖师之言似乎另有含义 是否可以开示一下 亦可令试 人皆能试到自家常生活呢 淳羊 好的 所谓人人自有常生活 即是说世人都想常生 但 却天天吃着短命药 所以机怪寿命不长 羊生 什么是短命药呢 淳羊 与云儿女情长 英雄气短 世人好称英雄 气数故短 尚且各个为真名夺利 逞雄斗狠 气喘息急 兴奋不开 圣儿 惹来意外之杀货 这也是短寿之音 再者吃些不畏生寒毒之书 果或化学饮料或深色过度等 皆令人精疲气绝 使人减受 生命不长 难道这些不是吃了短命乐吗 阳生 祖师说得甚对 是人想长生 但每天却吃着这些损器简 受的东西 兼怪疾病从生 受命日为 请祖师能否指点一下长 生命绝 水 纯阳 刚才说到长生火 其实是喝汽水 阳生 喝汽水就能长生吗 纯阳 飞也 何种汽水乃是自家排自己造自己喝自己量自己的 之开心汽水 阳生 听了还似乎是蛮新鲜的牌子呢 纯阳自家排汽水并不是新鲜牌子 已是老牌子了 自从天降 人类自家排汽水已开始生产 只是世人不知法了 无今略数 此一汽水制造方法 已供世人引用 制造汽水需有锅炉 人生就是一部锅炉 内有五脏六腑 电力 热力等 一概俱全 喝下水分 吃下五骨 经过消化 产生氧 分 今夜口水即是蒸溜水 实时在喉内 湿润龙蛇的死水杯 反水 易干人壁 二鼻阴阳洞 乃空气呼吸道 内部身体氧气 帮助锅炉烧炼 水气易蒸发 人易全身汗 毒脂可外排 清气 流体内 工人做燃料 蒸发之气 人能常饮用 静静掉呼吸 自得安乐法 更深一层 说 人生犹如汽水瓶 一碰几碎 有时比汽水瓶 还不堪一几 故人之肉体容易坏 世人不安静 每天劳碌 肉体内充反拙 气 犹如汽水瓶摇动不止 心神不宁 无法找到真我 更容易 发生危险 爆炸 修行虚悟道 忙中偷闲时 蒲团血守静 一顿下丹田 你 常养真道种 墨时多走蟹 而犯淫慧是 垂帘静静观 内外无遗物 蛇咬水上身 立定燕京下 气息绵绵存 一气降丹田 如此来同钻 大道见平坦 灵气亦清顿 欲念可消失 天人报合一 顿悟入太虚 世人睡前若能静坐一下 使气下沉 一呼一息之间 冥想雨 宇宙天地之气息相交换 而与天地合一 莫妄想成仙成佛 九支气脉通顺 气满全身 身体自然健康 纵使一旦气水平 肉体破碎 也能铺一身 灵气上冲 直升天界 故智者 能悟 行则不待 大道可得 由于人生可将气转位口水 故称气水 此即自家排之气水 西世人自治自饮自得也 扬声 扬声 感谢祖师卸了一密金丹道 可供世人才不完 今夜九 此 师徒叩谢告辞 扬声 感谢祖师开示 时刻一道 此假 既佛 圣得唐一道 扬声下脸台 浑浑头体 家 家 家 返回主网页班 红 圣道旅程 五百七十一 H.H.T.M.L. 零二九 第二九回 众生多病 零草救活命 医德少存 华佛劝回春 零三零第三十回 其真异草 含瓷消万疾 因果怪病 造德化千疆 零三一第三一回 道场建立 信坦洪正教 弥勒慈悲 都欲显真宗 零三二第三二回 弥勒慈世 度人归净土 佛法无边 应世化众生 零三三第三三回 其书造就 遥迟开盛会 宝典生辉 万古勇流芳 家 家 家 二十九 零二九第二九回 众生多病 零草救活命 医德少存 华佛劝回春 岁四 家子年九月念六日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日 十曰 人生罪弱病魔来 体内为何受劫灾 父者贫穷痛照顾 前因后果自相陪 祭佛 人生余世 除了老死罪令人精心动魄之外 生病这一个 灾难无人能脱 以当今知识而言 十一柱形以保足有余 为 有疾病困扰世人 不论家财万贯 或贫穷低贱 或学佛性教 差不多难免并摩光顾 所以有盐并摩平等心 照顾如二样者 也令世人察觉到 父者不可视父 以为能掌握一切 而平者当 自奋力 莫以为病魔可以高抬贵手 更令学佛性教者自己 生死世大 并来苦多 以此体悟人生苦海 加紧修持 否则难 以脱离气数 人一经肉体之病扰 由此体悟一心向道 滋滋不 倦 精进不退 自能脱出烦恼 解开苦痛 因此疾病不一定 是坏事 有时更是导人向道的此时 阳生 恩师说的是 许多人平时不信鬼神 一旦有病则轻尽先 一旦有病则轻尽先 佛祈求护其体贱 因此 并我常度人向佛向道 算来还有功 得呢 得呢 既佛说的也是 许多人因获得福 也有不少人因病得到 为 施今夜就带你去访问一代名 一华佛先师 听听他的耀眼吧 阳生 甚好 我一座吻连台 请恩师起乘吧 既佛 我们今天来到这一座山 阳生 你知此是何的吗 阳生 不曾来过此的 为何满山 种植了整齐的草木 这是何的呀 既佛 这是华陀药山 前面这些西式药草灵物 专为治病之用 阳生 华陀山的药草那么多 到底拿到何处去治病呢 既佛 这里分为许多种类 有天衣不及人去世后 凡是在 事归医学佛修道者 若因病而亡 一时心灵上执着病体 如带 夜往生一样 带病夜来者 天衣愿有医师专门 为此被医治病体 因亡者以上带病体之心上天 未能趋于真空庙有之境 故必经 天衣愿师以心灵治疗 而仙山之药草 灵气甚重 若用于治心 灵甲体之病 每有药道病除之妙 早前拜访天佛愿时已谈过此 我们不多谈此事 阳生 仙山药草有此奇妙作用之外 尚有何种作用呢 祭佛 Christ 满陡先师鲜 由前面飘降而来 我们向其参加吧 阳身 恭向华陀仙师参加 邪魏道同友里 今夜随即贝恩师来 此 特向仙师诸教仙山药草妙效 华陀啪哈 无语圣得唐音 原书圣 贵唐音赠有华陀果菜律方 救人不少 今日二位师徒 驾灵药山 我太高兴了 刚才以文迹佛向阳身解说天医药草妙 用精在解释的医药草妙用 所谓的医者即将此医乐山乐草 四等灵气者 交由隐藏王菩萨或阳间 要与诸神使用 阳身 地狱鬼魂上需吃药吗 华陀 因一般人丧身而亡 病死者居守卫 故亡魂到地狱大都 痛苦生疑 凡友善功或是功或相等者 如亡灵本身不能解除此 亦苦痛 地狱各殿被有的品调可施以治疗 阳身 原来如此 上天真是慈悲 如阳间间寓意设有衣冠为伴 人治病 天地之间真是存在着仁慈之心 华陀 因逢三草苦度 无极遥耻老母 未收回园林 故降此天地 治病妙妙失于患者 以解脱其苦恶 治于阳间妙与诸仙神之用 要即降于敬茶 单无过灵符中 即缘而救世 阳身 天地二品妙药已经说完 不知上有人品妙药吗? 华陀 天地人为三才 故天上妙药三品皆备 何为人品妙药? 及人间食用之药草 古一位济世丽人留下药书 有神农场摆草 离食真柱树枝本草缸木等 以作为后人一样就地取材之用 阳身 阳间药草本是天生 与天上妙药有何关系? 华陀 人间之药材乃上天体面 世人疾病众多 故失妙法使之无 终生有 始乃天山 华陀要山 知药草移植人间 用以救世 药草移植世间后 上天再派天一将世 出生为人 长大后星相 一道 应在天上已熟悉诸药 故下凡见诸药草四层相逝 彩儿 用之 神药奇特 故能收治病知晓 长 阳身 听了仙师一席话 顿悟人间万世皆为上天巧妙安排 长 仙师的说法 那么世上的医师皆是天上天 一头胎转世的吗? 但 为什么有的医师又不幸有灵魂 即先佛之事 岂非又矛盾了吗? 华陀 能够当医师 必具智慧 才有救人之术 一般来说 一 师善根皆不错 至于不幸有灵魂的医师 可以说他的医术几致 于治疗肉体而已 若能深信灵魂赴托人生 人才能活命 如此 才配称肉体 灵体医师 凡有此能力者道根毕生 医术更高明 因此 无深怨天下医师 当认知肉体疾病根源于心灵病态 九 根之法 当从旧心旧起 人能灵魂纯净 思想正确 引发震荡 的行为 即严谨生活 则疾病当会减低到最少 至于精神科医 师 若仅用镇静剂来控制或麻醉病人精神 皆非治本之策 因此 宗教加干负起救活人类灵魂 净化人类心性的重任 故 云下医医人 上医医国 圣医医心 希望医家对人类生清洁 有独特妙药 而医家已治疗 阳生 先师所说医师速聚善根 付起救人之刃 是否百年之后 皆能成先佛 返回天界呢 华佗 医师虽聚善根 但降于凡成后 有者是财如命 丧失天 负医德 既法医德 则只有凡医资格 自然不能超凡入圣 因此 无劝天下医师 又称医生 及医人回复生命 当本救人 知之则 物重财轻人命 以免生命下跌 善根堕落 为医者若能轻财重人命 或对贫困减免医要费 即行先道 佛 道 圣道 将来生世 灵性自可逍遥天界正果 祭佛 华佗先师医术明文千古 不知前世来历如何呢 华佗 哈哈 祭佛慈悲莫要先我底牌 素无缘灵 草木结晶 变化成仙 下半既是以乐心愿 木刀草根 即能刮骨了及 若到来历 故已称我草仙即可 祭佛 哈哈 你是草仙 我即是酒仙了 草草药有时加些酒 药 孝教肃 莫非草仙也要酒仙栽培灌溉相子相成呢 华佛 祭佛 祭佛在此开启玩笑 要草焦酒能活才算草仙 凡草焦酒 我看一定是醉倒甘姑命令了 祭佛 正是 世人善喝酒 自我解潮约酒仙 不知酒多伤甘 甘五行蜀木 甘雾枯 人色黄 不酒必命 如此是酒鬼 不可望丰盛好呢 今日仿道至此感谢仙师点化圣李迷经 下棋 再来聆听开示 阳甘上年台 准备回堂 阳甘 因时刻已到 感谢华佛先师指教 我们准备回堂 华佛摇观圣德堂中 正准备了不少法水 众生多病 皆来期 求圣水 把水已治病 无特赐一包灵丹 阳甘带回师画祭世 阳甘 感谢先师恩赐灵丹 既佛 我们师徒告辞 准备回空 圣德堂已到 阳甘下连台 准备师要画法水 可 阳甘魂魂魂魄 头体 五回 家 家 家 三时 零三零第三十回奇珍异草 寒此消万疾 因果怪病 造德化千江 岁次家子年十月十八日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日 十曰 应有果生物解多 如除幻体心安和 虚轻雷坠轻诸爱 莫把凡幽头涂抹 祭佛老子曰无有大患应有此生 佛约四大甲合沦落 六道 固知人生一副甲驱造过不浅 世人一生中吃毒药汉衣 生打针开刀等用尽种种救命方法 皆为有此甲生物遭此大患 为了除幻必须修身养性 以减少病患 如贵堂堂生理生 秀之刚从荣总医院开刀回来 对此体会当最为深刻 因未经 日著书 亦是谈到众生病或知识 所以想问问理生开刀情形 你应何必开刀呢 秀之时到神经失晓 祭佛为什么失晓 秀之地子想可能跟脾气有关 因地子时常成不住气即性子 故常常时不下宴想不开 祭佛哈哈一时想不开 喝下XX药吗 秀之惭悔 祭佛自讨不吃造下病因 所以我曾说要修身养性 使能减 少病痛 已由此事一证 你开刀前后有何感应及感想 秀之 本来是家务释放不下 一直拖延 不想去开刀 后来梦 先佛托梦指示 竟然梦见跟给我开刀一模一样的医师 弟子在 医院遇见此医师后 便毫不犹豫地给他医治了 也许我与荣总 此位医生有缘分吧 弟子能得以平安顺利度过此节 真是感谢 先佛慈悲相助 祭佛几天出院 秀之前后共十八天 祭佛大手术能有此奇迹 皆是你前尘效劳所致 圣得堂诸仙 佛按钟加幼 故能恢复神速 人有大病必有前因 冤孽缘孽缠身 杀业太重 故非口腹开枪不能透其愿问之气 今夜你带伤来堂 孝劳 老纳盛欢 特为耳化解诸障 以其早日康安 并遇后家 勤孝劳 孝之 此次开刀感悟量身 体悟不少 弟子寇谢先佛慈悲相助 今后当更精进努力 以报答先佛厚爱之恩 祭佛 哈哈 先佛本慈悲 只探众生不知悔悟 造业多端 图 探奈何 阳身上连台 准备往道去吧 阳身 遵命 今日往何处去呢 祭佛 随遇而安 阳身 时事 人能随遇而安 相信一定平安吉祥 祭佛 是人大都不愿满足 目前的一切 甚至虽有好的 既遇也绝 得不满足 顾其妄念 贪求之心 一起争夺不满 意外诸世家 之而来 将原来信律化为意外 这皆是人类自取其就 非上天 不自福 因此随遇而安 四字可作为 是人之作又名 人能守此四 四 人间吉是天国 地狱坑也能 化为白脸时 阳身你睁开眼睛 看看下面景色吧 阳身 下面是一栋大医院啊 坐在连台往下一看 屋顶好像透 明波里一样 明波里一样 病床上 躺闷了各种病患 有的在生疑 有的在打 点滴 有的在睡觉 在这里的上空 怎么俯瞰一股灵流 觉得 想 想 偶心呢 既佛 天上先佛 看凡间无底 透视而过 这就是天窗无影 一 你坐在连台 随师和灵 著书已久 已略开灵眼 故能有此眼光 至于医院上空 有一股灵流 皆愿于病患灵气低沉 因僧伐力 甚至患病者 受到前世冤 欠前来所报 生疑痛苦 凡人视而无物 不知冥冥中 有阴灵作祟 故到在病床上的人 最需要温情与神光 佛力加倍 以度其超脱苦报 幸有医师 护士助其心生复原 故医院有如庙堂 医师如先佛 病人及众生 众生每人均犯有大小 护症毛病 可惜不能查之 早求先佛医治 有者来到庙堂 不知情于修持 忏悔行善如病 人到医院只想参观游玩 故而一悟自己病症 入于圣门者若也 抱着此种心态 虚度而过 不是如病者 欲明医还当验错过吗 扬身 扬身 恩师说的是 世人有缘进入圣门 当之彻底悔悟 精进 自修 如面对先佛上不知求道 则一失人生 万劫难复了 祭佛 祭佛 我们不再逗留 加速连台 另寻妙处吧 已到目的的了 扬身 海里不是前期来过的 壁陀要山吗 祭佛 正是 你看 华陀仙师已飘然驾到 扬身 勾向华陀仙师参驾 华陀 免礼 今日二位又驾临这座草飘山 有失远移 尚请见谅 祭佛 本来想偷采些仙草 岂知仙师驾到 倒是我们不敢下手了 华陀 哈哈 祭佛 爱开玩笑 世人自有常生药 只怪自己倒掉它 却在花钱往药局买药 才觉得安心 祭佛 这是何意呢 华陀 人人本有常生药 就是精 气 神三宝 世人不知爱惜 忙得精疲力 神三宝 累得浑身无力 喝得肚爪气喘 所以已得病磨身 气 故降临家以惩罚 祭佛 先师说的事 世人并非无浅 为何人人闹穷 都是不知节 简 简 阳身 恩师说的对 人人皆能得道 只因师得 故到不见了 请 先师已进参观药山 猪草吧 华陀 本山百草千药 一时难以说完 我带你参观一部分吧 阳身 好的 随先师背后绕着山道 弯庭而上 两旁皆种满药草 灵气应发 心心向荣 此药人坚无 只愿天上有 华陀 此刻味解忧草 阳身 好像金针花 圣味可爱 如风自动 奇妙 奇妙 可否请 先师解释一下 要笑好吗 华陀 此种草 有解忧作用 花草 黄粉 如此爱心 无风自遥如逍遥 心 人能有爱心 逍遥心 自然凡事看得开 舍得出 凡事如亲 风带过 心觉凉爽 何有忧虑 阳身 想不到仙山药草 还蕴寒禅呢 华陀 这棵是长青草 吃了可以万年长青 阳身 阳身 这棵长青草 怎么种在青水中 而能长青不死呢 华陀 此草神要以身聚来 信喜青水 不用肥料 吃了令人长 清不老 世人如能学此草性 向世间之万年青 惯以清水而能 长青 然皆因人性好拙 贪欲招惹烦烦恼 不老病不绝 若能心 存清静 食书饮水 如孔夫子之事 富贵如浮云 远离贪望污浊 自能长生 如山上居客 虽于大鱼大肉之高级享受 只有粗茶 但饭 清风舒适 反而健康长寿 阳身 阳身 这棵好像空心菜 它也能做药吗 华陀 你别小看这种药草 只因空心 才能处处生存 它也可以 随缘叉之 不论水沟 和田皆能立足生长 斋后随即发芽种生 阳身 闻仙师之言 空心菜 却有它不平凡之处 但不知其要效 如何 华陀 此处之空心菜 乃世间所种空心菜之原种 然世间所生 这其灵气已不如天上之空心菜 此的之空心菜 有解毒 消 言 立妙 开心作用 天地生物 皆具妙用 人能遇事 不留 住心中 自无阻塞 如实空心菜一般 既不组织流逝 心怀畅通 凡育逆境 打击 祸患 疾病人事 皆能净人事 听天命 则如空心菜 有随缘性 随力性 可以处 处看得生长长青 不积毒素 耳排门流青 有解毒 消炎 灾 立妙之功效 再者 空心菜随时摘食 不久涂牙心生 取之不尽用之不洁 愿世人学习空心菜精神 欲损或失 默契怨恨 只要立地根生 损后还原 如空心菜摘后立身 虽损无损 虽失无师 人们守 此观念 自无忧患 扬身 公文先师教研 受益不浅 空心菜中 还包含不少妙力 有笔可以体悟出山河大地 悟悟有道 请问先师这颗红菜长的 圣位茂圣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华陀 此草称为不血草 天地造物神庙 此草之夜先红 正起 试着有不血造血之功能 扬身你摸摸看 有何感觉 扬身 随手摸摸这颗不血草 有热热的感觉 好像有温度似的 真是奇怪 华陀 这是不血草的特性 阴血液是温暖的 不血草具有磁特 书性至 故事草者有不血造血作用 天机妙用神奇 宇宙欲 藏无限真理 凡具有爱心 温暖心的人 他是不寂寞的 试探贫血的人 手足凌临 所以是人要用爱心 伸出温暖的手 去帮助贫困 正寂苦难 若犯贫血 血行障碍 心愤不畅 若多病 孤独无一的人 浅世必常犯有无情 淋漠的罪业 须 忏悔改过 利愿行善 帮助困境的人 并捐印本书 劝誓 助到 行得 因夜削减 阳光日生 身体必能日渐迈向健康之路 既佛 因时刻有限 我们另外参观他处吧 华佛 华佛 记佛说的是 为争取时间 无待阳身参观别处吧 阳身 感谢先师慈悲引导 随先师背后 步伐飘然 瞬间来到 一处排列楼房地方 里面有许多面带煞气的人 不知此地是何 处 华佛 此处是上天所设 专为降温 降病之惩罚所 称为惩恶 温病所 凡是人染犯疾病 或天灾瘟疫明明中有因果存在 可惜是人不知此点 凡间人体各器官发生毛病 皆为三世因果 基因而来 如不知保养身体 或造恶机洽毒因 恶机建成气候 今生身体各部就有不同病痛发生 上天设此所 乃造温降病之 处已惩罚世人 阳身 天本好身 为何还降温义病君呢 华佛 因人心好真 好杀 好瘾 好恶 无形中造下了毒气 病君 此处念代煞弃者 乃世人恶念如心愿情所凝结之病魔 在此制造病君 趁机施放于世人肉体之中 世人如不改恶习 则加速病君繁殖 必招病魔光灵 反之 好心怀正气 生活症 常 多行功德 潜藏体内病君 意见被消灭 身体日转健康 阳身 上天既降伐于人 为何又种植药草救世呢 华佛 上天降伐事病 令人绝苦难堪 以改去恶习 珍惜身体 病中之人常思往颤习 改恶向善 故上天慈悲 又降神医或灵 药 以救治病人 世人生病时 须怀正气 默契僧怨或发愿 行善 调治服药 必能恢复健康 若病入高光 则是受缘已尽 或恶业深重 种种不一 凡为人子孙者 此刻当立愿行善 功德向先皇或作民福或为拔苦 阳身 世人常有酒病不愈者 是否病魔不放手呢 华佛 酒病不愈不但消耗病加钱财 亦是磨损病人精神肉体 称为因果病 称为因果病 繁育此情 当于神佛之前忏悔 改恶行善 多行 布施捐因善疏经典 放生即困 并本相求无降临 雇气 带回病 磨 服药必能转春 健负康态 最后特赐五句训语 作为养生 致病良调 一 有健康的心 才有健康的身体 二 有善美的心 才有善美的肉体 三 先改变恶行 才能够改善体质 四 把烦恼忘记 是长青的肤补药 五 将知足挂怀 是无忧的妙丹丸 继佛 俗医医生 圣医医心 身心皆致 万病回春 感谢华佗 先师的教言 为圣道旅程一书 增天无限光辉 应时刻已至 阳 身准备回堂 阳身 感谢先师开示处方 会自良调 感恩不尽 应恩师催促 拜祢 拜祢先师 祭佛 量身速上连台 准备回堂 圣德堂已到 量身下连台 魂破头体 百分之 百分之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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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一 零三一 第三一回到场建立 信坛红正教 弥勒慈悲 都欲显真宗 岁次 甲子年论 十月初六日 1984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十曰 圣德中台建造场 威俄宝殿 波书香 信坛说法宣真埋 陶比传心度八光 祭佛来到圣德堂 看到新庙大殿造舍非凡 古色古香 又配 这现代栋梁 看各个堂生品质高 比美庙殿更是不同凡响 点 点沙盘时 圣柄磨出心血香 各地佛子受贿 且付出终常出 前出力 共同来赞扬 鬼害尊姬 甲子剑道场 天赐其远 圣 得道零万故方 珍惜得来不易 大家共同上炷香 扬声 感谢恩师夸奖勉励 使于载授师提携 开我明经 著书 普化世人 历尽多少创伤 使之不退 如今才能建立这个道场 说快不快 说慢不慢 但依天印造法传 信封家子 三阳开态 喜日 圣得堂建于台中 这一块圣地 愿上天垂恩赐光 使道场 希望众生皆能向道做善良 祭佛 哈哈 圣得堂应运而生 荣因上仓次以无极道愿名号 且能于甲子年建堂安坐 更是千古难逢 因圣得书堪土化风行 海内外质量俱佳 列居上品 超然无味 故三才和谐 道心 不二 自然有此成就也 今日我们即将访道著书 圣道旅程也 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善书 问世之后 势必风行真悦 老那老游 一决认众道远 总算不会有白跑一趟失探了 阳生准备上连台 阳生 不知今日恩师将带我 往何处灵听仙佛寺教使 祭佛 今日将往都律天 拜访弥勒菩萨 阳生 久仰弥勒菩萨圣名 今日能清广拜保圣 绝荣幸之志 祭佛 阳生下连台吧 阳生 下了连台 但见云雾飘渺 天花蓝漫 有如仙境 又似 佛徒 只见面前一尊弥勒佛像 立在一处良亭中 不知所以然 祭佛 祭佛 我们前去向弥勒菩萨行礼致敬吧 阳生 阳生 遵命 弟子 是台中圣得唐圣 领阳生 随即佛恩师来拜业 菩萨 勾向菩萨参加 为何不见菩萨回礼 亦不开口说话呢 祭佛 你用手摸摸它吧 看是否有反应 阳生 好的 弟子用手摸摸 好像是木造 也像是石雕 又有点 像肉身 说是三香又四三不香 到底恩师在耍把戏 还是弥勒 菩萨在开玩笑呢 祭佛 不要心急 要想见弥勒菩萨并不困难 只要想想一手计 宇就能了物当前的处境了 阳生 好的 我想想看 好像有一手计 宇曰 弥勒非弥勒 分身千百亿 亦非弥塑像 亦非土造成 实在是人前 是人皆不识 是否如此呢 既佛 既与虽不全部相同 但亦不失一乐计 你想想看 这尊 菩萨到底是现何种身呢 阳生 他是现物动身之菩萨香 又非木雕食素 又非肉体构成 真是神妙莫测 猜不透 他是何种原料做成 既佛 贤土果然智慧不凡 猜对了一半 他是何物做成的呢 阳生 我再临近想想看 此刻但闻弥勒菩萨 有阳生背后 飘然哈哈大笑而至 闻笑声 同头呼见菩萨驾到 弟子恭向你 乐菩萨参礼 弥勒哈哈 阳生 刚才让你被神了 这不是菩萨故意捉弄 你 而是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不知你想通了吗 阳生 弟子愚痴 此刻已想通了 菩萨慈悲启示 亦未看世人 皆追求眼前三不相 假相的东西 不知眼前所见 所求 所 的 如过眼云烟 昙 昙 立即消亡 如能摆脱眼前这一切 回过头来看看后娘 也许一切是虚空 只因无相互无失落感 也无烦恼心 这种回头一念之心 就是见到真菩萨的时候了 弥勒果然不错 世人都往前跑 所以离本位原来越远 距菩萨净土或极乐佛国 日月遥远 想见佛却被佛而去 不是 原木求鱼 上山捉鱼的吃人吗 刚才我视线的一幕 就是告诉 世人 学佛修道的人太多了 但都是往前跑 没有一个智者往 后退 其实佛在不远处 回头即逝 西方十万八千里 吃者跑了十万八千里 绕了一大圈 最后跑 回本位 才发现佛与西方 就在起步点的圆埋地 人皆真先恐后 不知后来居上 若能一念回心 退转凡面 转身即入圣境 无 有余迹 人前真生死 背后空闲处 向前返倒地 退后菩萨土 西世人了物此祭 学佛修道只要学我来个哈哈笑就成了 扬身 感谢菩萨慈悲开释法言 有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人 能放下一切烦恼与行香 足下即是佛土 何用远求 如家言 君子物本 本力而道生 一同此埋 学佛又如凡间的学生求学 世人想争夺名次 名列前茅 却忽略了使用学问的充实与自身 得涵养 大家争得头破血流 失去教育的目的 修道用错了心 这是何苦呢 但能退一步 则无人相争 如尽一步 万人相争 苦恼如尽 是非不断 遇了生死 万劫难成 若能学弥勒菩萨 孝孝开怀 不是菩萨也成神仙了 向恩师也 是装风卖傻 拓面自干 自得其乐 如恩师装起聪明 我看日 自也不好过呢 即佛 哈哈 弥勒度量大 即宫心不小 二人无体统 原是邦 外加 阳生说得对 求道学佛不要加油添醋 不要化舌添足 佛在不远处 当燕莫错过 原来在背后如老子到齐清流过寒谷 官也是五位向后求道法门 学佛者如佛母 新生佛子若悲 佛子于背后 却四处寻佛 不是像那痴妈妈 背看自己儿子 哭丧着脸奔走四处 寻找他的千金宝贝吗 是人哪 你们学佛修道 天天在求其求义 不是像呆汗吗 是 人圣多发愿学余乐精神者 希勒悟菩萨之言 净土集在眼前 今日拜访至此 阳身速上连台 阳身遵命 我已坐稳连台 请恩师回堂吧 祭佛 圣得堂已到 阳身下连台 魂魄头体 家 家 家 三十二 零三二 第三二 回弥勒慈世 度人归净土 佛法无边 应世化众生 岁次 甲子年十一月初五日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诗曰 慈悲弥勒愿当来 不带前昏化万灾 广度圆人归佛地 龙华圣会一起开 既佛 圣得堂大殿已经安坐 老那心中欢喜万分 连得福慈行 圣得道蕴长 多年来经书善堪的谱化 激起善者回想 仁天谱 宋 匡正世俗 利得不少 这些皆是圣得堂诸生辛劳的捷径 天道无私 为得是福 由此也可以印证出来了 现今万教纷纷 千门愁除 圣得法门可说是中流砥柱 宣扬正 法真理的法门 凡是有缘者其来归依受教 皆能得福得道成 就成果 老那带阳生唱流三界 著作无数奇书宝册流传环语 普画四 海 海 成果斟 使老那也欣慰依二 因有此成绩 故老那也可 编统 别喜来圣得堂语诸生结缘 导游著书 和阳生 和阳生和灵更是师徒同 心 心旷神仪 共附带天宣化 成为一大美事 阳生准备上连 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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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今日要走访何处名圣母鸡呢 寄佛 今日我们在往兜律天拜访弥勒菩 阳生 阳生 我已坐稳连台 请恩师起乘吧 寄佛 已到兜律天了 阳生下连台吧 阳生 来到此处一片净土 令人悠唱舒适 唯见一棵大树 米 乐菩萨静坐旗下 微笑和掌示意 弟子阳生 向菩萨行礼参加 既佛 弥勒菩萨今日在此向你开示 阳生有何疑问 尽可发问 阳生 遵命 弟子有幸前来都律天参业菩萨 请菩萨慈悲开示 弥勒 善哉 阳生慧根早聚 年轻有味 故于年少及能应认胜 彼 戴天宣化 三界神佛新生得以传递于人间 卵彼土甘露 陶基世妙法 令莫法之世 得以闻古佛之心法义 老仙之精妙 礼 天因法语 黏言不断 著书历说 礼合当世 法福今虚 成为三界之使者 故所者善书宝典 流布四海 皆未醒心悟性 知作 成可嘉许 虽有一二佛门子弟 吃味不屑 皆因不悟万法随缘 万教随世所 先知佛法也 今圣得唐圣妙已成立 即做佛海鲜茶 圣宗谷佛操舵 观圣掌 教 万众归依向道而来 佛光道契普照三千亿 今日耳随即佛 来宝 我心喜悦 浅以示现佛在人后 不必浅求之香 今日令 有一番禅经 愿阳生参知 阳生 感谢菩萨慈悲加免 请问菩萨此棵树何明知 弥勒龙华树也 阳生 其实是尊于菩提树下成道 而今菩萨生做龙华树下 为知具有何意 弥勒龙华树世上少见 然非无此数 殊不知便处皆是阳生 误否 阳生莫非龙华本无数 佛陀处处是 弥勒 哈哈 善巧妙对 六祖曰菩提本无处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无当来下身辅度世人 龙华树下眼 法人人得到欢喜 万家生佛 阳生 依据佛典记载 要在一万年之后 您才下身人间度重 如此不适太慢了 您心能安吗 弥勒 哈哈 亦万千年等一年 万法同归一心法 时空非是绝 对的 佛法度重乃随 为原是现 原容无碍 佛典虽有此记录 然 在无心中犹如昙花一现 阳生 何以说呢 弥勒 弥勒 佛法非死法 应是如成法 多者减去 少者加法 若欲 末世 再用处法 救苦救难 自有办法 佛法无边 并非死法 不可辨 佛乃成愿度世 菩萨亦随缘救苦 众生如有其需 佛 菩萨岂会做事不救 等亿万年后再生元首呢 故无早已分灵度 是 余生 如何见到你的分灵人呢 弥勒 度量大 笑容严 慈悲心 随缘情 有此四相就是弥勒 化身 余生 十世 菩萨果然分身千百亿 怎可说上位下身 再庆问 菩萨 菩萨 有人称名为弥勒佛 然名上位菩萨果位 二者赫者为世 弥勒 菩萨不小 佛陀不大 同聚于性 各化一方 成佛成佛 萨 皆为假名相 弥勒 若无令人起敬如佛乡 若无慈悲何妨称菩萨 世人 世人随愿称呼即可 无无二心 既佛 弥勒菩萨又称此世 乃大慈大悲 包容一切 欢喜无量佛 也 世间之人若见弥勒现身 即可消敬忧愁笑容常开 愿世人 学学弥勒佛心胸 定得弥勒度来此一净土 弥勒 哈哈 既佛一世欢喜无量佛 人人见你笑哈哈 人学尽 功道不差 必受济功典化回老家 既佛 我们两位菩萨在此互相称赞 何妨攜手度众生 消世节 灭苦灾 化繁忧 好度 弥勒 二佛同心 今日互指明 莫法正当世 我两一片心 此 行同普度 既是归上尘 既佛随缘献 弥勒到处生 开怀佛子 是 勒脱到极城 余生 二位祖师对话 心急互传 莫非早有默契 度众一心 弥勒 我与众生本来是一体两面 人能智慧不灭 佛心出现 此刻即是佛子了 余生 弟子上有一事请示 不知修道者修至弥勒净土于上身 天堂有何分别 弥勒 弥勒净土可以说是天堂之一部分 天堂即是天界的一 各佛土 弥勒净土即属效法 如知行此者之归宿 三界为心 万法为实 学佛知佛成佛 各门各派各有成就 佛法无边 不可分断 平等事之即可 如人世间各有不同职业 各得利益为生 对社会各有其重要 信与贡献 虽行业众多 然只要所为正业 即满平高下 修佛学道 同此一例 随愿而修 随学而成 千佛万菩萨 各有妙处 如自言优势 则施平等 必其真值 愿叹烦恼 故修 道者应有此认识 因个人根器不同 故有八万四千法门 已断 八万四千烦恼 每一法门皆有果位 如人之五行各业 有金木 水或土 然其目的不二 皆可赚钱取利为生 修道千万法门不同 目的无二 断烦恼 得自在 人能守此二 于所修即属正道 不能断烦恼 得自在 则不在八万四千法 门之内即属旁门左道 众生有此认识 自然不会对门顾其真 执疑 扬生 再请问菩萨 净土是何意 弥勒 心静国土静 佛土静 故净土即是其事是人 心静变 能踏上净土 扬生 何谓极乐世界 弥勒 无忧愁人 能看开的人 使能踏上极乐世界国土 扬生 何谓西方 弥勒 无比一欲不练东方城市的人 使可到西方来 总之者 一切敏词即是欲令是人不孝成员 能断烦恼 使能进入逍遥 境界 故曰不练东即能往西 不染成即能入圣 不迷往即成 佛 圣得唐建立将成 弥勒度世之心殷切 想来结缘 好吗 祭佛 哈哈 弥勒慈悲 扬生知其否 扬生 是否要雕塑异 弥勒佛乡 以公众生朝拜呢 弥勒 弥勒 哈哈 我相非偶像 只为重度想 若能雕一尊 亦可助 道场 若不雕塑异无防 只要心存弥勒心 行有慈悲行 即是 弥勒弟子了 扬生 尊病 即是 感谢弥勒 弥勒 古佛开释禅 但愿世人 校口常开 度大能容 无有忧愁皆大欢喜 相信 必能获得弥勒 古佛的监引 的 继佛今日就此告辞弥勒菩萨 扬生感谢菩萨慈悲开示拜辞了 继佛圣德堂已到扬生下脸台魂魄头体 加加加33 033第三三回奇书造就遥迟开圣会 宝典生辉万古勇流芳 岁次加自年11月初一日 1984年12月21日 十曰 圣道苦传话俗远 回天佛子变三千 旅程万里神仙境 宝典生光日月圆 继佛今天是冬至 是人家家施着汤圆 为冬天来临的寒流中 散发出一股温情 大家团圆尝着这一个天伦滋味 也意味着心 的一年即将来到 金乌玉兔如缩转 无情的岁月如一粒粒汤圆 吞没在人们的口中 在这岁末年中的季节 世人都晓得盘算金 钱的盈亏忙了一年 有的时运几几 有的大亏老本 难免贵 有几家欢乐几家愁 可是老那看世人 却少有晓得盘算 那无情钞票的盈亏 其实在人 深的旅途上 这两种钞票都是不可或缺的 少了那一样 都是 亏本 世人常言亏本 生意无人做 以老那所眼观众生 世人大都是做了亏本 亏心 生意还沾沾 四起立 故老那在此奉劝 世人亏心 事情少去做 若能多行善 功 久而久之 自然能够转回位赢了 在这平安夜的前夕老 那也在此祝福 世人都能够迎接快乐 而平安的春天到来 更希望世人将来都能够 回到天上的故乡 与天上的老母共尝试 兼贵有的穷江汤圆 这种天伦滋味正等着 世人来共享力 我们师徒 我们师徒奉旨祝书 历经二年余的奔波 今日赶在这个家 结江 圣道旅程一书 者臣 这是天意 也是一桩值得 庆贺的美事 家 自年生俱非凡意义 本书能于岁末者臣 附上了甲子号的法传 老那生觉欣慰 明年春圣得唐落成时 本书亦将印成讲书 可 为善光豪放 得因谱传 蕴藏着双层寒印 老那也又完成了印 见心事 阳生你觉得如何呢 阳生 十余年来受恩师教化 提携甚多 但本技工精神 随缘的 态度 以方便法门 尽心尽力待天宣化 替师分忧 性上天锤 护 圣得到场于短暂时间内 被顺利兴建完成 不再窝居漏相时 参道习佛者有一朝败之处 恩师助力不少 弟子叩首谢恩 祭佛 贤途勉离 万把因缘所生 你广众善缘 牺牲奉献余道 得事业 为苍生解恶 起敌妙志 引人开悟向道 圣多 亦分根 云亦分收获 人助天助 圣得诸身有志一同 奉献道业 众志 陈臣 顾圣得到业果然 不同凡想 这非偶然 也不是侥幸得来 而是有代价的 愿阳生一本初衷 把辞行 度众生 更愿圣得诸身 以心以德 迈圣道 顾法场 同舟共计 将来正法道 迈赖尔等 发扬光大 匡视正俗 正心道德 非儿等 莫属 任重道远 且在家边法 经逢冬至佳节 大地一片喜气 圣得堂豪光四射 诸身沐浴身心 一致前诚 共赫圣道 旅程著作 完成 老纳特将谈 引导阳生 参赴圣会 并来此徐礼一番 心之所来 唱首道歌 莫贫穷酒 世间来 为因众生 眉不开 有何心事 千千 结 只因脾气 人不改 烦恼无实境 何日在小孩 这一切如风 云变幻 孔明神算 亦难猜 该来的那里逃 该去的何必灾 是 人们 吃一碗甜汤圆 开心笑笑 最悠哉 唱霸道歌 带阳生 带走天涯 这座连台 金光万道 度画无数的 众生 天堂 地狱 触道 触道等游书 为三草 普渡 开启 无量法门 天人 同庆 触道 身灵 一搭上 瓷周 爱及 余物的精神 支成了 一 福快乐的 大千圣境 圣道 旅程 更引导着 修道的 世人 不上 正途 不致 迷失 这一系列 非凡圣书 从圣禀 魔杀中 逃出了 金玉德光 藏出了 无限的 菩提 种自与 佛果 愿世人 其来参 赞助 应以灌溉 功德的 回向 补及时 方三世 法义 圣生 福者 自悟 扬身 准备上连台 扬身 遵命 请问恩师 今日要到何的呢 继佛 圣书者成 天宝提名 世人有福 幼得 享有一本渡世奇 法 流传千秋万世 我们今日将往无极领 天朝夜 遥迟老母 快 整齐一缕 清静身心 随我而去吧 扬身 内心心 夺不已 今日又能朝见母娘 调整身心 清静连 台 尊师命而上连台 请恩师起乘吧 坐在连台上 内心有着莫名的喜悦 飘过层层 云端 回首红尘 似乎已在万里云天之下 轻易的连台 就像在外太空 一股托 俗超市的感觉 正苛向不知名的地方 突然天乐传来 碧蓝景 观 现在眼前 淡淡薄雾 若有若无的飘荡着 瞬间移到另外 一个国土 但见翠树良亭 何时草阴 真是先进桃源 世俗语 此相比 真有气之如喜之感觉 继佛 摇石宫将到 阳身准备下连台 阳身 此刻也千万道精光 一时双眼难珍 如何是好 继佛 定神物极 自然可安 阳身 闻师之语 定神开眼 果然光黄温和 好似此母柔和月光 圣界的变化奇妙难测 好像随心而转 既佛 哈哈 三界如一静随心转 心如定静 万化自得 此 乃无极圣欲 非高真圣佛 不得来此 今日贤途有幸 蒙天眷顾 母娘特般一指 朝而来此 快快贤境 阳身 遵命 遥迟来过数次 然今日气氛不同 宾客甚多 豪光 四射 令人觉得一股定神氧气的气氛 诸真皆不语而莫作 不知 何以 既佛正在运灵掉心 转化宇宙大气数 非一般凡人所能兴耳 不必过问 快向前参业 无极老母三界至尊吧 扬身 遵命 圣父随师而行 进了宫殿 突厥一道远光 射出 令 仁一阵目眩 请问恩师此位何因 继佛 此一道远光乃是无极之 光 无极老母乃三界之尊 玄玄之祖 万圣千佛之本 称为母者 乃为万圣之宗母 又称老祖 上帝 佛母 古圣 混元 本来 无极 远通 至尊 总称为道为佛为圣为真 万灵之祖源 至高 至上至尊至贵 三骑普渡 运转乾坤 普渡万类 化渡千门 故今世万教齐发 各显本能 皆本至圣之灵气所发 今尊会无极老母 亦为无 极 老 母 分四字而物 即知本源 而献老母身海 是尊贵如智 尊 慈悲如母娘 关怀是上诸子也 阳身 恩师 以语道破千古迷障 此刻缘光暂习 母娘尊言显现 合法童言 事与左右 老母面露微笑 于儿阳身 寇见无极老母 请子母边垂教训 老母 善哲 善哲 养儿 清暖度世 阳化庸俗 圣灵如颠 心本至真 纳好寄托 混俗寄世 不忘本来 早尽圣道 佛根之论 灵蓝圣笔 应运传真 天降圣典 古道畅行 书香远播 度化环宇 音缘难逢 圣笔拔萃 蓝门中间 位列异品 出色法行 计划圣贤 再造圣德 一脉心传 道德广度众生 婉转颓风 劝请仪式 积酌阳清 堪位中流砥柱 历节发愿 普度苍生 大道推行 摩节风生 以历经刺 见相坦途 甲子天柱 圣德堂庙殿完成 道场慈航 必大洋法班 禅教劝世 心慈红善 教化离术 贤规正道 以创大同盛世 今日是逢新书 圣道旅成者 成 特照耳来无极功 加勉一般 悉尔勿望本来 天心再报 担负 慈命 录化众生 以为母怀 扬生 谢此母教会 自觉夜生最重 凡力有限 其母娘长次灵光 觉我痴性 免惰沉沦 老母 养儿勿忧 道业未众 心存正气 天柱圣德 圣书继承 愿天下缘儿 共相圣举 解囊 助应 以传武义 圣训 此书 开圣道之 旅成 凡娟 书 助应流通者 如助母娘 开辟 回天圣路 母娘 借此画 一策策通天圣书 铺满于大地上 广度天下苍生 凡发大愿协助 母娘谱化此书者 准消肃世冤欠 得反无极圣欲 立功正果 归 同本位朝见母娘 家机难欲 愿世上园林 信受奉行之 今日无极瑶池宫中千圣万佛 朱真高氏奉玉其聚一场 母娘特位 开干怒穷江法会 养儿往前就坐吧 养生 遵命 祭佛 感谢无极老母 老母 既颠辛苦 既明修缘 必要修道度缘 只应既功 既世 为功 故逢莫法 必老耳架此行 已度众生 既佛 以贯俗世 愿清全力 谱传佛法 谱传佛法 老母 各就坐吧 观音 经逢台中 圣德 唐奉旨著作 圣道旅程 一书完结 上天特办 此会 诸真上圣同参圣会 因缘相聚 请各位发表心得 纯阳 圣道为万教必行之道路 但愿世人莫分彼此 善志亦同 携手前进为盼 何先 众生圆灵本衣 生于花式 故其万星 虽教能书以天取 此心 各以圣德为衣 必修必成 书成助之 仙童 圣慧难得 人生世间 若能真诚友善相待 则人间如天上 世人自求多福吧 真居 九天私病 善灾 圣书摩沙结成 字字诸姬 苦心结晶 世人 皆莫清世 真知 习知 菩萨 地藏廣 圣道有路 地狱无门 此书 开圈及开天堂之门 世人物清弃之 菩萨 普贤 普贤 普化世人 必赖白话 一懂善书 圣道旅程 即为当事 修行者借敬之范本 详读情参 西方即在眼前 基督 基督 耶稣 天上一家 空中无限 不同子民 一包所化 皆 是上帝圆灵 圣母即是老母 玄玄即是天父 不同国界 一样的 希望幸福快乐 圣道旅程是世人修善做人宝典 圆物可以找到 你心中的救主 回主 莫喊勿得 平安的夜里 是美梦的时刻 徜徉在美梦中 停止了针分 世人想想 终有一天大梦不起 何不留一段时光让 自己灵魂清静逍遥呢 老母 诸圣发言离弊 圣宴开始 这里的一切就是干物法语 让 人喜悦 回味无穷的天位 揚身 引下了穷江玉叶 心怀畅开 清凉可口 悲悲疏义 虽不 宝旦觉之族 莫非道餐亦有玄机 既佛 哈哈 天时亦未深 知足不恶人 但留三分度 好做万事 真 揚身 恩师说的是 果然天时不饱度 但留有余香 仍能知足了 正气即天良 既佛 贤途异常到了真滋味 揚身不要客气 此乃老母之天验 凡人除非立功立德 代天宣化有特殊贡献者 否则难尝此妙天位 老母善灾 众生有福 新书 盛道旅程者者成 普赠四海 同瞻 德光流传应诵 共造此行 新妙建成 盛道迈向新旅程 此书 可以度众济世 晚转乾坤祭树 愿世人共赞圣得此行 时刻已至 特赐穷江一湖 令养儿带回 赐与圣得唐珠珠子共享 以解辛劳 助掌灵光 揚身 叩谢老母慈赐 告辞母娘及诸天先佛 祭佛 感谢母娘教化无边 我将带揚身回旁 揚身体好穷江 坐上 连台 发动法轮 连台随风飘飘 向下凡尘 世人已在睡梦中 圣得唐珠珠 站立两旁 协助天书 苦至辛劳 为宗教献身 为慈 善分时 精神可佳 天意垂慈 母娘特赐一湖穷江玉叶 扬身带 回与珠珠共长 被清水一湖 无何化枝 可全书至此圆满结束 我要回天角质 无回 返回主网页 back 红 奉指灵山求道记目录 下载 下载 凌山求道记 170K 4网页 -572 X Execute 一指红 君老祖续南海 古佛续帆力 572 BHTML 01 01 由心头3N 到在人生 02 由仿0 3N 渐转法轮 03 由五戒 10N 物法水 04 由祖师变N 达摩心印 05 由鸾物愿N 劝氏公升 572 C HTML 06 由鸾门 圣地N 真人说法 07 由鸾府二 辩N 醉魂苦情 08 即佛谈真道N 修行警觉 09 由因山N 因险下场 石油 九色彩器四山 572 DHTML 11 求道N 求福十二平等说法 十三道祖说法 十四 禁习字 指N 功德十五 由三山坡N 凌山圣地 覆路 改善社会 崩器覆路 谈魔障覆路 谈发财之道前沿 下载本网页 纯文字 下载本网页 含控制码 下载本网页 下载本网页 刊 有独立 sera 地點 人間斜線境界斜線天堂斜線地域 導遊 技工 訪客 楊生 楊讚吳斜線聖倫法師 原產 聖德雜誌台灣台灣台中市北屯區青島路4段39-1號 電話04-234-1617 有繁體書本由贈 感恩 所有善書居不設立版權 是我國一種優良傳統 在此景象有關同工及呈現其後者致敬 公務 本文有錯原書作者歡迎修正以用複製 自行做網頁 不用聲明出處 注意 凡有此符號 XXX 其內文原書沒有部分字被改作一體字或淨一字 術語 郵寄內文有關揚間貨幣 地點等等 多指台灣省習慣而言 轉化 Doc WordPad斜線Office文件轉做Text 存文字文件 A 先造一存文字文件 在桌面上又按滑鼠 新開檔案 存文字文件 隨意命名 B 打開Doc文件 檔案 F 另存新檔 A 存檔類型 T 選存文字文件 目錄 S 選 Desktop 選剛剛造成的存文字文件 儲存檔案 儲存檔案 S 是 Y 亂碼 本文或有少量詞字會亂碼 可複製該句 貼上新文件便件內容 修改 先把本文分拆不過30K文件多份 有此符號 100% 改正後重組 否則或引起別處亂碼 插圖略去 字碼 Chinese Word Code V5斜線JBK 容量 110K 加 加 加 零零 目錄 尋找代號 標示 反白 暗望遠鏡 暗A 2 鈕 572 AHTML A 11 意志 A 22 紅軍老祖降序 A 33 南海 古佛降序 A 44 梵力 572 BHTML 001 第1回由心頭山 勒悟道在人身 002 第2回由仿陵山 見佛母轉法輪 003 第3回由五戒池 觀學佛居士目法睡 004 第4回由祖師墊 004 第4回由祖師墊 受達摩傳心意 005 第5回由鑾悟院 絕善書勸士功聲 572 CHTML 006 第6回由鑾門聖地 欲真人說法教 007 第7回由民府二殿 聽罪魂術苦情 008 第8回 祭佛談真道 修行以警覺 009 第9回由鑾山 看陰險人物下場 0010 第10回由九色財氣四大山 572 BHTML 011 第11回 看求道 求福者之分別 012 第12回由聖見 聆聽先佛平等說法 013 第13回由太清宮 聆聽太上道祖說法 014 第14回禁習自止 不亂到垃圾 不賣殘留疏果的功德 015 第15回由三山 波滅灘稱吃 重返林山聖地 572 AHTML A55 附錄一數以善書來改善社會風氣 A66 附錄2 談魔障 A77 附錄3 談發財之道 N1 下載本網頁 純文字 N2 下載本網頁 含控制碼 N3 修改 N4 轉贈 加 加 加 A11 一指搖石架前馬步降 十曰 佛在陵山莫遠求 祖居玄俏物能修 元陵九六先天性 無極同根素本流 聖世今夜無奉無極搖石 今母義命 代義指傳宣 神人俯伏 靜聽宣旨 清奉無極搖石 今母義指曰 母居無極搖石 宮中心念天下 雲雲蒼生 素自鴻蒙 天地未聘 眾生元陵 逍遙於無極陵山 純真靈性 摩索掛愛 代至元陵下凡 分散各地 思欲碎身 忘本逐墨 情欲愛河 流浪生死 冥冤立 海 乘浮難脫 尚知覺醒一二者 雖歸聖門名教 卻多偏見我職太深 斷喪道圓 母娘不忍 臨山骨肉 臨民昏暗 步入歧途 故今選擇無極道場 臺中聖得寶宮 班者天書一部 書名曰 臨山求道祭 命由祭佛 帶領聖彼陽生 親來無極陵山 佛圓聖地 先家真居 訪問圓陵 故宅 探求祖脈 尋根思源 已得真道 陽生著書無數 隨即佛唱由三界 已能駕親就熟 母娘將此添書 降著於此 放懷可畏 聖得寶宮諸子 心情宏道 興建聖廟於甲 子年安坐啟用 任重道遠 悉本此初衷 接旨之後 神人用命 斜著聖典 不限其日 者成為止 書成眾生踊躍 註印流傳 宣化世人 各朝臨山 物之足竅 向道 而修 必能恢復本來念悟 同反無極臨山聖地 享天性自在之樂 解人焉煩問之苦 家圓難求 其因自立 書成功舊 參者註印流傳宣化者 旋祖 同詹法裔 各得無量尿宮 諸子免災 止病 輕災悟呼 叩首謝恩 民國七十四年 碎四十四年 十一月 念二日 十二日 一月一千九百八十五 加 加 加 A二十二 紅軍老祖 降序 詩曰 道德良心值萬金 臨山求道欲之音 新書問世開心欲 舊度蒼生賜福靈 人生於世 酒色才氣 名利恩愛圍繞余生 先有人能夠脫身長想 自由 困頓其中之人 雖得有部分逍遙時刻 但其最後所帶來之 苦痛 則又不堪言之 由此 可以樂物短暫樂趣 本如夢幻泡影 虛浮不實 固覺者至事 再體悟此種心淨痛苦之餘 頓發向道之心 追求未來長遠道路 而宗教之理想法們 正是拯救人類靈性昇華之最佳去處 聖德寶公社工紅教 傳播善書福音 數年來成績緋然 受感畫像 善修道者無以技術 由以聖德雜誌發行海內外 弘揚中華文化 勸化世道人心 建功甚深 三曹如不佳許 經幼奉旨著作 《靈山求道記》一書即將完成 無觀此書闡述到一針 勸內容豐富 凡有志於道者 當細心經言 必能樂物大道真理 不智不入其途 書中沒有突出心論 糾正實地引導學道者欺騙 建、撕心 以正無極大道 的返林山朝見 祖縣無極聖武 同享天 倫無窮之樂 書成祥光譜縣 無特降比已住 另次言為序 洪軍老祖將頂頂頂於台中 聖得保公 民國75年 碎次秉營營年正月二十日 二十八日二月一千九百八十六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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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三十三 南海古佛將須 詩曰 林山問道佛心求 世事紛紛放下修 古法經傳參一字 無謂上城不高樓 無謂上城不高樓 林山是萬靈祖居源頭 修道者發心追根究底 窮領盡盡之目的 即再重返人類原始純真之本來盡欲 靈山聖地 以其脫離六道 輪迴之苦 永正福提 求道有多門 主要在問心 台中聖得保公開壇紅教 以揮聯通 靈傳真著書卷誓 以具揮煌成果 今在由聖比揚身擔任此一天 人溝通聖職 游祭佛導遊 代揚身唱游三劫 法道入書 禪明 修道學佛之真諦 做世人參修之旨語 歷經一年時光 神人用命 聖書者成 天因法與賴與寡傳 眾 身或福不淺 聖書既成 必及廣映流傳 使能收復化人心之孝 如生願世人 皆能身體上天 將以著書之苦心 發善願廣衛註印宣化 協助 上天度回元陵 以返林山聖誉 必費無量功德 同正福提 至此聖書出版 前夕 無特降比以贊 並為序 南海關 因古佛降比余景 序於台中聖得保公 民國75年 碎次秉秉營 正月二十日 二十八日二月一千九百八十六 加 加 加 A四十四 精確 精確主密落降 立 碎次秉營 年正月十五日 二十三日二月一千九百八十六 聖誓 班氏 林山求道祭一書 梵梵 梵梵 零山吉萬物圓林本來的 萬靈之祖居 故云佛在林山墨遠球 而人知向林山求道 守眾孝道 因父母為人之根源 故人能守住 人伦根源 再求返天上灵山之道 则甚容易 二 灵山为万灵根源 众生同为灵山骨肉 修道者独论身居何种宗派 一护为尊重 灵山撒下万教宗门 同为度众而无力 各当分公和 作发心度人 如其公结 毁放他教者 以施其慈悲本来心 终 避毁人 而自毁道果 皆于圣知 三 本书著作不义 磨杀卓字 犹记佛代圣禹 阳身历经一年之宝尤方 这陈书 内容深度浅出 三圣皆备 为度人学道 参修真理之良 书 凡有心 凡有心事道或修行学道者 各宜发善愿注印流传 以利圣德 杂志 杂志设广应宣化 使世人皆知求道 要修得 增尽人间和乐 获消灾 获消灾改恶 获除并化结 注意道业修持 获获知 获获真详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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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55 负禄仪 岁次已筹年3月初1日 民国74年4月20日 20日4月1985 精確主密落降 十曰 擾攘不以利身難 處世心胸要放寬 凡事皆從黃理錯 此心一向盡中安 存人應孝前人犯 積得堪其後釋歡 道本全為平理性 莫須當作等賢嘆 術以善書來改善社會風氣 宗教之目的就是要人求得精神上有依靠 使人之精神重於物質 人格重於金錢 自愛自重 才能自得其樂 為人要知道 人之所以為萬物之靈 便是有學習精神 為學才能 了解做人做事的道理 故聖得諸生必須要有恆心地去充實自己的 學識 學識貴能自動以求 不可期待他人來教你 能自動自發以求 其所得更能充實於心 而有益於身 能不斷充 使自己的學識做基礎 才能施惠於人 才能傳道故教服務於社會 人群也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就是竭力為眾人服務 使社會得到安寧 人 民得過康樂生活 要想做到這種境地 非有學問不可 所以說 學問未繼世之本 從歷史上可看出 凡是能立功 立言 立德之賢責 那有不本乎 高深的學問 反之沒有高深的學問 其能立功 立言 立德呢 社會是進化的 猛進的 在進化或猛進的過程中 定會有令人不滿意的地方 既然有令人不滿意的地方 就要設法去改進和創造 要改進和創造 那就非有高深的學問和豐富的經驗不可 要是沒有學問和經驗 要想改進和創造社會 那不過是一種妄想 罷了 至於如何運用學問和經驗 在這複雜萬端 變化無常的現代社會上 或交門伶俐 五花八門的宗教中 運用忠道制宜 那就端賴忠道 了 忠道就是不偏不倚 無過與無不及之忠庸之道 忠庸之道 就是要以臣來通天之理 所謂 助人就是助己 救人 救世救己 也救世老無老以及人之老 又無又以及人之又也 忠庸說成者天之道 成知者 人之道也 此話確實不虛 亦是 真理 鸾門乃精神文化事業之場所 也是信徒命脈之所系 鸾門教化妇 有雙重責任 一種是鸾身自我本身的教化 一種是一般信眾的券 化 也就是身教和言教 全神有數千間鸾堂 數十萬鸾身 如果能首先以身作則 立行先 聖先賢或降鸾朱針的聖序 挺身為社會及一般信徒做榜樣 發揮 自我要求的身教 同時要求一般社會 對於精神生活的重視 建立 正確的人生觀念 讓人民了解 除了物質生活外 最重要的還是要 有宗教信仰上的精神生活 人類所追求的悲景是 物質生活上的滿足 精神生活品質的提高 亦是充飽生活內涵的重要條件 這樣使信徒養成精神重於物質 以建普犧牲奉獻為榮 以奢禮千令為恥 這樣由鑾堂到社會國家 互相呼應 持之以恆 必可對世風有一種巨大導正作用 使社會 風氣落實在宗教共識的倫理上 基於上述所示 今日人心不古 是風日下不可怕 只要宗教家們 能守住鑾門或四廟 普用善書以淨化人心 讓一般信徒從內心裡 產生道德 產生道德力量去婉轉人心去免疫 相信明日社會仍有可觀 深願宗教借同仁 共同擔負起這神聖的善書傳播彈字 廣播道德 善書 定能曆人曆己焉 。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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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66 附錄2 歲賜以籌年2月念1日 民國74年4月10日 10日4月1985 的母至尊登台 谈魔障 一个人要心存宽宏大量 见到别人成就 要起一种祝福的心 如你能够做到这点 则一生中一定甚少魔障 反之若心存度 念太重 深怕别人比我强比我能干 比我发达 时起不平之 心如此魔障立身 世人常言魔障慎重 大多因前世今生缺乏包容 祝福别人之心 念所以在今世生活中 常处处碰壁 少人相助或不得人缘 因已先种下怕人成功之心 与云有量才有福 既无一两度量起 能得到一两福报 处处阻人 破人 损人 则今世也必然遭致 同样报应 所以世人常在神前祈福 为何不知在自身周围自求 多福 多福呢 见人之臣 拱手相助 你喜别人也欢 看人失败 多施以安慰 冤守 你乐他也好 如此自己周遭一片想和之气笼罩 没怨恨之心 无损人度 无损人度 人之 气 自然可以逍遥生活在人群之中 所欲必然都是善缘助力 所以在学到做人规范中 好心极度量 是修行一大功课 愿是人 善体物之 家 家 家 A七十七 父路三 遥迟仙童登台 谈发财之道 圣世的母至尊刚才叫诸生解脱魔障 求及求福的利妙法 无 再谈谈发财之道 土地公 财神爷 世人最喜欢 足见失财给人 人必会喜欢喜 知心 可是世人偏偏令色万分 只想求财 不想花财 前者 不是很不公平吗 只想别人给你钱 你却一毛不拔 不失舍败 分给别人 那么这笔钱是死钱 不会生利息 所以世人想发财 必先花财 这一个哲理也许世人想不通 无 欲一粒一块稻田 只要多种一小包 后来收成却有十大包 这 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种子经过阳光 水分 肥料等助缘 加之 心情耕耘后 终于得到大量 年本代曆收获也 故无告示人 先广众福田 然后要有助人的度量 才不才能广 开 以待收成 若只想做五本生意 终是徒劳而无我 再兴言 知一个人的福分有限 若能助人 仁义能助你 若心中小欺 令色 必不能赚到大钱 此乃失于万人 则的万人之福 失于百 人则的百人之福 若一生当中 只顾自己温饱 则所得一世一人之福 先佛力度尽 众生之愿 顾得无量众生之福 以此类推 助人人助 失人人师 乃是一因果律 如你助他 他却自私自利 不肯再助别人 此后你自然不会再助他 所以 顾云施舍如井中水 取之一丹 补之一丹 不取不补 是人若能了物此点 则速抛自私之心 以免孤僻一生而无缘人 相助 故要发财先施舍 如先播种后才会收获 若令色成仓 福田不重 来年古仓建空 终至枯竭 所谓星辰代谢 深深谷 已知里存在其中 愿是人体物之 灵山求道计全书完斜线 加 加 加 N1 N1直接下载全文 纯文字 一缩小本网页 按网页 按网页右上角小方框 误错按X框 2 在桌面 Desktop及荧光屏 空白位置按右数 即建议菜单 3 选存文字文件 随即有益心 建立 存文字文件 在桌面 4 返回本网页 档案 选定存 新档 Save 建议小试充 5 选桌面 上栏 选存文字 新号text下栏 再选新建文件 6 按储存 按确定是双集新建文件检查所存是否正确 如你使用微软视窗 文件超过30k 观看时部分乱码 是把整形减下 往新文件贴上看看 恶意捣乱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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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 N2直接下载网页 含控制码 1 缩小本网页 按网页右上角小方框 误错按X框 2 在桌面 Desktop及荧光屏 空白位置 按右数 即建议菜单 3 选网页文件 如缺网页请看假 随即有一新建立网页在桌面 4 返回本网页档案 按选定存新党Safeans建议小视窗 5 选桌面 上栏 选网页 新号HTML下栏 再选新建网页文件 6 按储存 按确定是双集新建文件检查所存是否正确 加 假 假先选存文字文件 Text 后改做网页文件 HTN 以示创圆本媒显示 Text 斜线HTML 招付档名 显示方法如下 95 开始程式总管检视选项 以藏付档名方框一按 95 空白确认 转付档名完毕 可言录-9 98 开始程式总管检视选项 检视以藏付档名 方框一按空白确认 转付档名完毕 可言录-9 丙新建文件即显示 Text 按右数选重新命名 丁新建文件Text 建录123HTN HTN必须正确网页文件 加 显示网页控制码 依新建网页 列123HTN 列123HTN 转换纯文字文件 列123Text 或123Doc 2 转换方法看假语例 3 双集新建纯文字文件 列123Text Test 即显示网页控制码 Doc 是Word type 或Office文件 附档名 避免使用 加 加 如你使用微软视窗 文件超过30K 观看十部分乱码 试法整形减下 往新文件贴上看看 恶意 恶意 倒乱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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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3 N3 修改 乱码和分拆 如你使用微软视窗 文件超过30K 直接修改 狠易乱码 惡意 破坏 如做大量修改 请你分拆多个文件才修改 分段符百分之 如做少量修改 请你反白整列减下 勿用拖页方法 鼠标往左一致镜头 渐渐幅 按一下 整列反白 编辑减下 或按右数选减下 往新开文件贴上 修改后整列减下 勿用拖页方法 往原件贴上 加 加 加 N4 N4转正 A3 方法 画 10 6 8 10 11 15 10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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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入控制服,旧版的用了会导乱磁碟机或光碟机,本人员用95中文视窗,最近购买XP中文视窗,我把95至磁碟片和重写光碟网XP修改,返回95使用时, 95电脑随即不能使用磁碟机和光碟机之重写,盖茨微软竟敢炸毁我内心的世贸大楼,包证在那里,返回主网页Bank,宏, 灵山求道计 572BHTML 001第1回由心头山,乐悟道在人生 002第2回由仿灵山,见佛母转法轮 003第3第3回由仿灵山,观学佛居士木法水 004第4回由祖师殿,受达摩传心意 005第5回由团物院,决善书劝士功身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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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001第1回由心头山,乐悟道在人生 寄功活佛降祟赐甲子年11月念6日,16日1月1985 诗曰 人生难度爱情观,海水波涛走不堪 无始以来轮流到,逢经普渡返灵山 既佛,人生与有情世界,岂可贵处即在以真诚 真情相待,人 知相处,若不能处之以成,呆之以情 则恐生活枯燥,灵苦 盛且了谋生去,故日常生活之中 难免人情,然爱门情观,却 又先有人能脱其牢笼 难怪自古以来,总是有许多眼不尽的爱 情非喜剧和动人背负的歌谣诗篇 哈哈 修道即在训练如何和光混俗,在尘不染尘 总之,事情 即是 世人与爱河飘浪,遇海沉沦,都是有树欠佳,一旦沉入 水里,后天事件,皆是首途无措,心慌意乱,一身喝尽了苦水 圣者昭至灭顶,南登彼岸 于经大道古传,佛法广布,上天慈悲,在这苦海深渊之中,丢 下了无数的救生圈,凡有原者,只要你肯善加利用,必能使你 少喝许多的苦水,圣儿靠此宝伐,但登彼岸 哈哈 圣得心跳已成,老纳又喜的一艘大慈航,将你扬升成风 破浪,使向惶惶无边的苦海,去救渡成义其中的园林 如今上,天佑将宝伐,此乃世人之后福,今夜其将在开着新枢灵山求道 祭,以增大慈航的敦位,现客南海古佛一来了,请古佛发言 古福,佛寄予 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旨在你心头 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 灵山旨是佛缘祖的,又称无极圣地,乃是世上缘灵之共同互乡 万灵皆由五极运化而生,道约无极生太极,佛约无始以来,五 始即是无极远始之以,人之灵性即是由无极生化之后,生长于太极界,故万类同跟同 愿,同此灵性,而分降各地,始有不同人种,严与肤色,此为 行成五色光华世界之妙,若天下只有一色,则孔丹调无趣,故 上天欲五行而化五色而生五欲,五浊 道化三千,运行日月,圆灵历经万劫转生之后,动极思静,如 迷人欲黑夜,顿想起归家之年 惊人生活于世界,物质极盛,精神空虚,故追求灵性者日渐增 多,宗教乃未带回原灵归宗无极足的支部二法门,乃众生以灵 山彼岸间之一座桥梁,因心性之举,必具有根气者是能体悟之 凡人追求物欲获利,故不明心性,成劳日重,难以自拔 今日台中圣得宝供奉无极一旨,著作新书《灵山求道记》其用意 即在指导人类明白灵山净土之源的如何返本排原,归根覆命 因为人类忙碌一生,非欲病重或讽死前,皆不能觉悟往生之路 所谓不见棺材不掉泪,不见黄河心不死,是人魂离肉体时,虽 盼望往生天堂无极西方,极乐净土,然而生前寄一知半解惑猛 懂不知修身养性,参佛学道,怎能顺路而返 既佛,老纳虽未灭佛门,然既攻精神却在众生,故在生前只问 众生不问教别,死后不分人种,但求度世 鸾门应育,老纳意 喜随缘度化,成愿降彼,如带圣彼扬生著作地狱游记,天堂游 记,触道轮回记,记公正传,圣道旅程等圣书,佛音法语,清 在众生,受度化苍生不可计量 虽有佛徒,不信鸾姬,然因缘不一,岂能勉强 纵毁言心之,然 以此人辱排波罗密无碍佛性 愿是知学佛修道者,同念众生上 在修学,勿起傲慢心态,自伤不提 万法为心,万教同源,法 诗说法,软笔产道,各有所长,任缘取用,切莫清笔,释望 释望 今日著作新书第一回,老纳特先指出世上宗教万门千户,可谓 法门无量,然你二却一同,所归者何,即此灵山 心头三世,也 以上所述,仅供世人参之 感谢古佛会赐法要,扬身准备 上联台法,扬身遵命 今天圣觉新位,圣得宝宫新妙建成,所折的圣道 旅程亦圆满着城,普赠天下,弟子与恩师有了一件心愿,今日 新书开禀,兴奋莫名,请恩师多于开导赐教 既佛,善书者不完,正表示善事做不完,也意味看众生度不尽 先徒养生,随我采访住书无数,今日虽严是新的旅程,其实也可 以说是老导游带着老道客一同仿道住书,相信老马师徒,无何? 爱事,快上连台吧! 扬身,遵命,不知今日我们将往何处绑道? 既佛,静坐连台,道时自知 扬身,随师坐上连台,自觉逍遥舒畅,瞬间来到一处似阴阳界 地方,但见亡魂乘群前进,有者被阴叉压看,有些自行前进 哦!前面又有一条道路,甚为清静,远处还扶着光黄,亦有少 数人往前走,这批人形状甚逍遥,有一二是出家人,大部分是 一般凡人打扮,然其头上浮着光芒,虽不十分强烈,但从其言 面看来,亦是有修道德之士 既佛,此条道路乃通往上界之道路 身前有修道者,阴道很清 静,心无黑暗,不现刻能行光明正道,心无暗面,投自浮光 说,阳身,他们为什么没有先佛引渡呢? 既佛,在世如果修持有道,在其内心已开辟一条上天之道,有 些不必受指引,灵魂一托换驱,自然能够上道 阳身,原来如此,但为何上有部分修士,去世了凡后,尚需皆,饮食者或皆引佛邪度呢? 既佛,凡此皆是身前修佛学道,发心圣诚,但未真正悟道,何? 解上尘道法,虽解有善果,但未能自证,故需先佛引导,助其 规反圣界,阳身,左边现有一山,好像以前著作《地狱游记》时曾经来过,远 望而看,上书《星头山》三字,闪闪发光,此山到底在阴界或阳界? 呢? 既佛,哈哈,星头山在阴阳界交叉口,这里是下界的灵山,我,带你前去顾山众游吧! 阳身,好啊! 既佛,在上连台吧! 阳身,遍刻及至星头山,山上有一洞口,洞口上又有条金色大。 到直通云端,请问恩师,此洞直通何处? 既佛,此洞无人把守,欲恶者到此,自动开启,亡魂变现入旗。 中,直通地狱,此门及地狱门,有约地狱无门人自来,即是。 此意,许多世人大病休克后又回魂,都会觉得当初魂离肉体时不入依。 各地洞,旧事指词的,互约地狱洞,地狱谷。 凡事有修之事,或是好人,此后尽欲较为光明安稳,一般好人虽为正善果,来。 到此的则觉此山无平原,可以顺利通过。 凡事有修到并立功造德者,灵魂脱离肉体后,但觉轻飘之感。 经过星头山,洞口闭合,呈现一条金色大道,直通圣境。 总之,三界为星石,此星头山亦及世人心灵之山,随着世人各。 自知业力与星石而变化无穷,此及星头山之妙境。 阳身,星头山为何有此神话作用,好像是一座国山,世人文后。 也许不相信,以为恩师在说神话故事呢? 济佛,哈哈,你未曾听过有何火山吗? 他会变化无穷,喷出盐。 江,山虽是土石所成,然山上还有水草,树木,即是表示此山。 有生命,如人身上会长头发指甲,分泌替妙,表示还是活着,所以心头。 山有此神妙功能,是很正常现象。 阳身,经恩师点化后,获然开悟。 济佛,是人不知心头山即是灵山,阳身你知道吗? 阳身,灵山即是心头山,说来有理,但尚未知其祥,请恩师开。 是吧? 济佛,为了入座灵山求道祭,解开灵山之谜,今日老纳特点破。 天机已渡圆灵,能够早日重返灵山圣地,朝见灵山真祖。 无极,至尊,所谓。 佛在灵山末远求,灵山旨在耳心头。 人人有各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 能够了悟这一句佛祭的人即是得到人。 人人有各灵山塔,就是。 心塔,好向灵山塔下修,即是要在心地上下功夫。 将此心修的,圆满如缺,也就是心塔,圣塔完功之时了。 若以人之形体而论,此心为塔,眼,耳,鼻,舌,身,亦则为六门了,六门通六道。 轮回,由其事口。 世人这一张嘴巴每天吸动不停,造业多端,商人无数,石下身。 灵不可计数,吐露罪言千万,故此口味造罪之正门,精畏心头。 山之地御洞,即人之口也,世人常称口味无底洞,即是此意。 人受此眼耳鼻舌身意之类,由此六门,造成六道轮回。 故要重返灵山无和洁净,必修此六门,重整道变,化六贼为六。 圣,则六门自门,圣道有路,如此修佛学道才称为明心见性。 恢复本来面目。 古得有云身外无道,道在自身,即是指此意。 世人都是懂得许。 多道德仁义,知晓太多做人的道理,然真正去行的人有几个。 这都只是口头禅而已,小学生也会,这如何能了生死,如何道。 灵山佛国。 先有人向此灵山心投山生绝,世人大都向生,清。 外求道,远离灵山,故难寻灵物宝藏,苦行一事,不知所终。 圣未可怜,灵山求道寄集在引导众生向灵山绝宝,世人有福。 昔能了物此理,同登灵山圣地。 阳生,恩师第一除旧觉开无数宝藏,送给世人,这些宝物料理。 第一次见闻,成为求道者之佳因了。 既佛,求道修佛者甚多,可惜不在灵山寻如来,偏向古海成员。 秘甲像。 世人身上这座宝塔根正坐在里面的那位自在菩萨,已久不去修祭礼拜,以致荒废不堪,疏未可惜。 世人忙了一生,精疲力卷,灵中对自己却一点皆无法落,空来。 人生走一回。 灵山在我身,物之法,今日初揭灵山面目,今后。 当慢慢由下界灵山,至上界灵山进行绝宝工作,有缘者其来分。 想法。 今日就此,阳身准备回宫。 阳身遵命。 以坐稳连台,请恩师回堂。 既佛,圣德宝宫已到,阳身魂破头体。 家,家,家,零二。 002第2回由仿灵山见佛母转法文。 既功活佛将遂自已愁年二月初三日,二十三日三月一千九百八十五。 十曰。 古的灵山遍佛仙。 桃园圣静气新鲜。 行云流水悠悠逸。 来此无边受万年。 既佛,世间求道学佛的人甚多,然成道成佛的人却少,这都是。 不知道在何处。 佛在那里。 所以发心有余,成就不足,实在可。 习。 逢此天运红开,普渡佳齐,各教大显神通,为渡世人而奔。 盲,利益虽佳,让结果上多词典,未能圆满,书未可惜。 今日台中圣得宝供奉旨著作灵山求道祭,我将带阳身前往灵山。 求道学佛,示范此一神圣规范,扬身上连台吧。 扬身遵命。 初阶新书,旅程上远,请恩师多语提携引路吧。 既佛,已到灵山,扬身快下连台。 扬身,好的。 坐在连台上,刹那极致,有道西方十万八千里。 为何转眼极致? 既佛,哈哈,西方虽远,悟道即道,故云离者千万里,悟者。 义不超。 如考生写答案,是非题,知道的半秒即下柄作答。 不知道的人脚破头脑,想了三天三夜还是在那里发呆。 所以觉悟的人不求佛,因为自己即是佛,求佛做什么? 迷人却。 往外处去找自己,正如木桐骑在牛背上,却到处寻云牛。 扬身,恩师说的有理。 为何此的云雾飘渺,翠树仓薄遍地呢? 既佛,灵山盛尽未在无极,即心头山之上,因盛尽绝成,让。 人有超市脱俗之感,云雾乃为山之灵气。 扬身,为何会有云雾灵气弥漫呢? 既佛,此得乃玉玉原灵之处,故灵气四溢,详细情情代会再求。 既佛,叫灵山盛祖,主,吧。 扬身,好的。 既佛,随我向前走。 扬身,遵命。 随师背后行走于云雾之中,脚步为何盛轻,好像。 不用出力就能飘然向前呢? 既佛,你看过太空人上月球吗? 因天上之星球已远离地球大气。 曾,称为太空,正如佛经道点所云虚空之境,以脱离地心引力。 再次称为天心引力,而天心好慈,有逍遥之气,故来慈者,心。 念一动想向前进,脚翼其步便如电梯般飘飘而行,故先佛已疼。 云驾物未道,即是此因。 扬身,经恩师开示明白了许多妙里,这里的一切好像充满朝气。 既佛,这是万灵祖缘,如电缘,水缘,道缘,佛缘,圣缘,故。 你觉得一股深深不息之气而感不同凡响。 扬身,前面出现了一座大宫殿,庄严异常,殿上扁书灵山圣殿。 请问恩师,这与以前无极摇尺老母的无极宫位何有所不同呢? 既佛,哈哈,其实同一地方,只因今日你乃往灵山求道,故无。 即摇尺老母特现此宫殿,方便说法。 扬身,难道先进佛国的东西,可以变来变去的吗? 既佛,当然可以。扬身,真是莫名其妙。 既佛,世间的房屋形箱可以变化,天上更是容易,只是天下之物。 变化较慢,人工,天上东西变化较快,天工,道衡不同关系。 人的面貌不是几年就变化很多吗? 扬身,这世世世无常,难道天上也是无常吗? 既佛,天上一样是无常,只因天上先佛不着相互贪望,故无常。 有常对他们以魔所影响,而能随心无碍。 扬身,果然是一般神妙的道理。 既佛,我们今日要来朝见灵山主人,快定下心神,以便朝拜圆灵。 主人,扬身,遵命。 随师背后进了宝殿,觉得一股温暖之气笼罩全身。 好象触电感觉,一股犀利由前而来,已见无极老母慈座大殿之中。 刹那飘至坐前。 扬身双膝跪在老母膝下,一时不敢抬头。 既佛,今日奉母一命,带扬身前来求道,请无极老母慈悲开示。 老母,善该。 羊儿今日随修缘回来灵山圣地,母心感慰。 圣得。 新妙道场已经建立,普化苍生认重,阴阳身灵性不凡,故母娘。 特班新书一部,以谢灵山之宝藏于世,日后将由修远,祭佛。 带阳儿便由灵山绝宝世众,以度圆灵。 今日二位寄回灵山,母娘心慰,慰是大道之真义,佛法之妙本。 特慰羊儿是归宗法门。 羊儿抬头看娘。 羊生,遵命。 老母,我是谁? 羊生,老母娘。 老母,我未生你,你是谁? 羊生,你未生我,不知我在何处? 老母,未生你之前,你在灵山足地。 羊生,祖的在何处呢? 老母,祖的吉在此,灵山在此的,圆灵运化之初,思食母子同。 一体,二心慰一心,母慈而一慈,母妃而一妃,母怀如俗念。 此心有道根,只因下凡后,忘了顾家门。 羊生,罪该万死,不知如何重回老母怀抱呢? 老母,但既起父母未生前的你,此乃天真佛,消留仙,大圣人。 羊生,谨遵教室,燃上一枝半解。 老母,看我龙头杖,打耳迷魂窍。 羊生,哎哟。 老母,凸用手中龙头杖多朝我眼前一仗打来,顿时。 痛得要命。 老母,此刻你才知道要命,何不实时知道要命。 羊生,一阵阵痛彻心悲,骨脏欲裂,筋骨似乎要脱节,燃片刻。 之后,生如青殿,眼前光明,好像有一股飞身的感觉。 老母,眼前这一仗就是打开离魂窍,让你知道生死未到,不再。 成名生死,贪恋执着,这一仗打死了恶毛病,唤醒了本来人。 让你顿脱妄想,苦蕴皆空,食心削弱,贪嗔痴爱明夜,除雀眼。 前所有这身的痛痒苦乐,饥寒饱暖,荣辱生死,祸福及凶毁。 欲得失,安危险迷,一切放下,看清,想迷,悟透及见本性。 凌山在前。 扬生,感谢老母此手点破迷障,开我会翘,顿见本来。 然于儿,尚有意义,刚才进到大殿,为何有一股犀利呢? 老母,这是母子连心感应力量,也是天心引力。 上天慈悲普度。 圆灵,所以无极灵山之天心引力现正加强发射这种力量。 扬生,世间的人为什么没有感觉呢? 老母,而有所不知,现今万教齐发,母娘之慈悲力量无穷,故。 供奉姚池今母之妙堂感应无边,就是一阵。 再者想修道学佛。 想不再轮回,要上西方或无极的人,越来越多,这都是天心引。 力加强的关系。 扬生,原来如此,果然有此现象。 于儿上有意疑问。 道讲无极。 佛讲灵山。 如说圣律。 若言老母,则上有许多教派不明无极老母真相,请老母慈悲在。 开世。 老母,善哉。 世人为物本源,看相修道,为度世人,我转法轮。 养儿,注意看之。 养生,老母坐在法轮,突然转动,已现世一位四世尊如来佛之。 行相,为何如此呢? 老母,善哉。 万象多变,故不可见相而执着受惑,佛法无边。 法轮常转,无身之意即是无身老母,称为佛祖,众佛之祖也。 世人皆仅仅认世几千年前之佛乡,不知无始无身之前,佛之祖。 无身佛,乃众佛之本源,如灵山之土化为横河沙树之源林,尽。 皆是佛,岂可从片面经教,而否认大空无有中之佛母。 无疾佛母也,虽佛典无有无疾遥迟老母之记载,然从无身无始。 知语,佛及之无始结前,有一组缘,人知学佛在求恢复本来念。 目,亦即在恢复老母怀抱中知天真佛也。 阳身,余儿知之,佛先虽明亦而灵性相同。 老母,灵山,道山即是无始之根源的,佛教在教人返回父母位。 生前之境的,即是此的,要回父本来念慕即是圆灵之根源的之。 出念慕也。 西方佛国即在灵山宝地,否则应有宝物可需。 佛讲。 根基,佛根,即是灵山圣树原来住足之根的也。 余儿再注意看。余生,老母再转法轮,为何又变成独门孔圣行香? 老母,法轮一转,如孔圣坐圣免周游列国讲经说教,依然传播。 道义,带天宣得说教,度化诸满,令人修心两性不为人,并宁。 中述精神教人体天心,行天道也。此一教化与佛道之教人修身。 养性,练心,化性,恢复本来纯真面目相同。 今天世界宗教千门万户,根源相同,本无门户,何以导致今日? 宗教知水果不容,门户生重。 时乃人知心门所化,打开此心门。 极见灵山,重返本来,愿众生细勿之。 阳生,老母一片度是苦心,可谓道生万物,得化万事,功高德。 威,相信世人看到一定有所领悟。 祭佛,哈哈,阳生你看我。 阳生,片刻不见恩师,为何换了一身打扮,留了长法,去了长? 虚,一身道人模样,你是谁? 祭佛,哈哈,我是道教门中的祭仙啊。 阳生,真为玩把戏,祭佛便为祭仙。 祭佛,再看一下。 阳生,恩师突然又变成一个书生斯文模样,不知该如何称呼。 祭佛,称我祭圣好了,哈哈,现在我是如门修士了。 阳生,请问恩师这是什么意思? 祭佛,老母即是无身之祖,上帝,佛祖,古先也,一体三面,乃至万面。 无即生化无数,如佛法之无边也。 以我来说,换件。衣服,就可以成为三教圣人,世人换件衣服也可以成为世农工。 商物童角色,这也是说,法如定法,处处是道。 如果世人能够体悟到这一点,自然各修其道,不会再增长短。 道上下,而各自独尊,我是他妃了。 今日至此,阳生快寇谢郎。 母慈悲开释。 阳生,感谢老母慈悲起誓无量料理,广度苍生,于儿拜祠了。 老母,求道出街已经明白,西修元日后引导羊儿唱游灵山宝道。 世交,已渡世人。 祭佛,遵命。 拜祠老母,量身上连台。 圣德宝公已到,量身下连台,魂破头体。 家,家,家。 零三。 零零三第三回有五戒时,观学佛居士募法税。 祭功活佛降穗次已酬年三月十二日,一日五月一千九百八十五。 十月,三教传心灵至真。 五轮八德不为人。 七秦六欲消人至。 万里云天载自身。 祭佛,圣德宝公庙殿已经落成,老纳欣喜万分,圣德诸生四年。 来个辛劳,终有代价,一块草坪田地,一年余可以便位于座位。 而壮观圣庙,世人一块宝贵新田,更可以盖一座新庙,临山友。 各佛祖塔,相信世人只要用点心,三年无错处,保证成佛有余。 哈哈,世人修到数十年,难道没有三年的无缺点到恒吗? 也许,有人会看心意难修,杂草与烦恼除之不尽,春风吹之又深。 徒乃之何? 不要紧,只要持之以恒,多用点功夫,一除一除慢。 慢的修,相信终有一天会开垦出一片美丽的原地的。 世人谈修到五花八门,越描越复杂,把好好的临山说成七零八。 落得怪山,老那今天借着书之便告诉世人,方寸新田不必盖大。 妙,只要盖一座能够让自己无忧虑,无烦恼,逍遥自在独自渴。 居的新妙,则你已经成正果了。 可是宗观天下,世人不知往心地上下功夫,都是向外求佛,舍。 静求远,不是浪费心力吗? 灵山不远,眼前即是,要想修道先。 求无过,人既无过,则心力成为净土,在基功德,此极妙殿之。 砖瓦水泥,用此粒粒功德与不退道心,气强助尿有何困难? 是。 人不知自造福田,望生贪念,最后两头成空,有何益处? 因此要得大道,先修自身。 身修完美,圆满无缺,则即身是佛。 自宅住者一位佛佛,自家成圣庙,所以有心修道者要建立正确。 观念,才不会误入企图。 总而言之,不要真立功,应先求无过。 此事修行第一事,愿世人参入之。 扬身上连台,准备入书。 扬身遵命。 既佛,带扬身乘坐连台,刹那来到临山净土。 此的为佛缘祖的。 凡是想恢复本来面目者,必来此经过一番考验,才能如如自在。 扬身,随师来到此的犹如佛教圣地,但见寺院灵力,虚云飘渺。 仿佛,陶原圣地,不知此是何的呢? 既佛,此乃临山圣地。 扬身,恩师曾言佛在临山过远求,不知此的距人间多远。 既佛,临山距人间十万八千里。 扬身,既然如此遥远,为何我们刹那极致呢? 既佛,哈哈,说静不静,说远不远,远在天边,静在眼前,迷。 人踏破铁鞋无密处,相隔十万八千里,悟者春在季头已十分。 当下即逝,认取此心,直了成佛。 世人与亲友相处,关系亲密者,彼此心灵之间,可谓相当亲近。 圣者如交四期,形影不离。 可是有一天两者发生误会或不愉快。 时,你却又发现两人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变得那么遥远。 甚至,遥不可及,纵然天天碰面,亦是相见互相视。 当面错过,这种遥远的距离,岂是能用尺度来衡量。 众生就是迷昧了魔使节以来,朝夕跟在你身边,形影不离的志。 亲好友,当面错过了这位主宰已生死的主人翁,天天相见不相。 时,却跟着眼,耳,鼻,舌,身,亦六贼到处乱闯,难怪要留。 浪三图六道不知反了。 世上现代科技发达,不论陆海空,都有快速前进的工具,最怕。 是在航行轨道上伸出阻碍,否则要到达墓地的,必无困难。 十。万八千里就是人心一范的十二八邪,人一范子,佛生便将得位。 凡生,甚至化为魔道人物,则通往灵山之道路便生出种种阻碍。 荆棘满布,无法畅坏直达。 因此先佛教人守见,即是教人接近。 灵山的秘诀。 阳生,原来如此。 既佛,我带你往五界持一观便知究竟。 阳生,好的,随师背后前进,行如成于驾雾,轻飘而尽,立刻。 来到一个净水池,上书五界池,为何池内空无一人呢? 既佛,此五界持乃灵山之圣地,学佛者犯了沙,到一旺。 旧五界,移到此的,池水密集变色。 阳生,此池为何如此神庙。 既佛,凡是在世参修佛法,不论出家或在家居室,既已受戒。 一旦身亡,若犯大过者,必直入地狱受苦,如上有少数未至亲。 禁者,必来此净化心灵。此刻已有规返灵山之佛徒前来。 阳生,果然有二位老人向时而来,由一位光头和尚打扮者带路。 法师,二位在此注望有何贵事。 既佛,老那既边带阳士阳善生前来五界持参观,请多指导。 法师,原来如此,失敬,失敬。 阳生,这位法师将两位老居士带进池边,池水突然变色,有点。 浑浊桃色,不知何意。 法师,此二位在家居士已归依受戒,参修所法,众善奉行,诸。 恶莫作,既有功德甚多,但仍有瑕疵,在世偶犯遇见,涉足风。 画场所,虽无加害于人,但既已受戒,因其六根未断,偶生欲。 心,难以抑止,故犯五界。 既佛,不知如何处置。 法师,身心未尽,只得下五界持沐浴一番,才能往三宝殿,二。 未坏下十宝。 善魂,池水冰临,如何下去。 法师,正好为二位清醒一下,好使浴火消退,不可吃烟,寄要。 逍遥佛土,岂可惧怕。 善魂,好吧,我们下去了。 揚身,看二位修士走入五界池中,好像受冰水冻寒一般,口里。 只善阿彌陀佛,罪过罪过,池中之水与油混毒渐渐转清。 法师,此水有消解浴火,清净灵性之妙用,凡世世人归依佛法。 犯了五界,必有苦受,来此上属轻微者,若犯界过多,必下地。 欲受罚,凡学佛立有功德者,若上有过错,必来此消最清净,其时间不。 一定,依其过错及忏悔之心而定,有十日,百日,千日不等。 今日所见者乃轻微之过,故有此宿静知晓。 既佛,佛法讲三规五界,其目的在令人心有所归一,盖人心难。 安,其性难浮,其时二祖神光求法于达摩出祖,即安各此心而。 一,故归佛,归法,归僧,不外将此心求得安定处,更静而定。 解佛缘,乐道成真,才能登三宝殿。 至于沙、道、仪、望、九等五界,乃在令人改除后天习性时。 众生处于五着世界,尚能保持原来佛心,不致迷惑外缘,犯下。 各种恶业,埋末佛种,使灵山骨肉断送会命。 因此修学佛法之主旨,守由此处下手,转移成智,犹相入空。 达到何于无偏执之境界,对自信之修持,冷魔挂爱,对众生之。 度化一本慈悲,更无小成我执之偏见,融合诸法,以善根为重。 生之根,以平等为众生之法。 各教虽情有义,而其本心不二,如此深入三魔力,广化一切。 则可以大转法轮,了物本心,才能顾上灵山大道,的反无生境。 的,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之国位。 阳生,佛说五戒,如说五常,道说五行,不知其分别如何。 既佛,五戒,杀,道,一望,久。 五常人,义,礼,智,性。五行精,木,水,火,土。 三教在文字上,虽有不同,其功能确语。 一戒杀手人,木弃朝圆,不杀如树木之清脆。 二戒道手意,精弃朝圆,不道如金兰之芳香。 三戒云首领,火气朝圆,不淫如玉火之消灭。 四戒望守信,土气朝圆,不望如土地之信实。 五戒久守至,水气朝圆,不久如至水之不洁。 由以上之分析,可以了解到三教的至极点是相同的,是人不要。 强位分别,甚至起无名,真执,法门虽不同,目的是一致的。 愿世人各以平等心事众生,共同修心两性,建立超越凡俗的宗。 教官才能造福苍生。 扬身准备回宫榜。 扬身遵命,我已坐稳连台。 既佛,圣德宝宫已到,扬身魂魄头体。 百分之,加,加,加,零四。 004第四回有祖师殿,受达摩传心意。 祭功活佛降岁赐以愁年三月十五日,四日五月一千九百八十五。 十曰。 指拓悬观十点头。 春风得意解千愁。 青山景色于星星。 海上行周四处游。 既佛,上床需拖鞋,睡觉必盖背,这事合理。 哈哈,不将尘土。 待上床,角落各轻松,学佛修道者,想除卦碍,为何却抱着心。 香,神香,不放。 庙宫晚上睡觉,任由菩萨神明桌上坐,可是老那却常遇着庙宫。 修行的人,为怕菩萨丢掉,抱着神像上床,这真是大笑话。 放下,放下。 赶快放下那些炫耆,好意,追求神通,好听神话。 的心理,才免使自己限于你找难以自拔。 修道柜能放下一切。 放心,放烦恼,放行香,若不从修得利根。 今,何日能够摆脱有形的轮回路。 再说睡觉,须盖背。 睡时一场空,如无棉被保身亦着凉,这条宝。 身背即是功德加倍。 修行人虽然要空一切,但功德不能空,否则成为自了汉,做作自私先佛,何有乐趣。 立功德即是行结善。 圆功夫,助人是成佛根基,所以说助人为快乐之本,你想到。 极乐世界,请先在人间做些能使身心快乐的好事吧。 羊生准备上连台,为使求道学佛的人乐物真理,为师代礼拜会。 达摩祖师。 羊生遵命。 祭佛,已到祖师殿,快下连台参拜祖师吧。 羊生,时事。 刹那至此一圣境,果见前面有一祖师殿之妙堂。 达摩,哈哈。 今日既佛带阳生来访,数不招待。 阳生,岂敢劳驾祖师。 既佛,于图那,你是否体悟祖师之禅意呢? 阳生,我看不是祖师不欢迎我们,而是祖师在演佛法,祖师记不。 招待,我们回去好了。 达摩,哈哈。 世界多情,若热情招待,恐怕让众生留恋不想走。 有朝一日,四脚,只,身直爬不起来的时候,还有谁为你多情? 还不是把你当废物,移到山上埋掉了吗? 所以世人不要贪恋一时。 知事情,而忘修本来,到时有谁肯替你担罪业呢? 阳生啊! 祖师,不招待你知意知到否。 阳生,达摩祖师昔来一字无,全平心意用功夫,我想祖师正用心。 再招待我们呢? 既佛,哈哈,达摩正用心法在待客,非是无礼,他是不导工,故。 不叫我们做,正是要努力地成佛呢? 无再次意引述一段客人以心。 法招待主人之禅宗公案,让世人参知。 习时勇家大师悟道后,往参六祖会门大师。 到了曹西,见到六祖。 他没有立即以礼相见,却手持着西杖,绕着六祖转了三转, 然后,震动一身西杖,站在六祖的面前。 六祖大师见此人如此唐突,便。 说夫沙门者,聚三千位仪,八万细行,大德自何方而来,生大。 我满。意思是说凡出家修行者,当具德行典范,来拼对主人更。 当有礼貌与尊敬,你倒样不是有点尽于傲慢无礼吗? 勇家大师曰生死世大,无常迅速。 意思是说男子和大丈夫。 了生死,断文回乃是天地地一等大事,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那,有贤功夫理会这些凡文入节,无谓的礼貌呢? 六祖说何不体取无生,冷魔速呼。 无生即是自性本体,众生之。 真常灵性,历劫常住不坏,以何不去证悟那无生真面目,如来真。 十亿,直了成佛,还让不是较快吗? 勇家大师接着说体即无生,了本无素。 灵性既然常住不坏,即。 是不生不灭,所谓生死,只不过信海福欧罢了, 固在他正道歌里。 说,五运浮云空去来,三无水泡须出没。 梦里明明有六去,绝后空空无大千。 人生如梦,梦中的景象,那一样不是千真万确。 无始结之生死流。 浪,一朝正悟,由若一觉醒来,此时却什么都不见了,六道轮回。 生生死死,皆如过眼云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证悟这本性以后,未见其始,不见其中,历劫犹如一刹那,自信既无生验,故无时。 素,六祖大师听后,心知眼前这位行者以证悟大道,心中欢喜,乃曰,如是。 此即以心传心,心印相传之心法。 永迦大师经六祖位。 知印正后,即具备威仪而向六祖礼拜,当夜即在曹西过了一宿。 禅始称一宿觉。 达摩,济佛不愧是禅师。 坐下不想走,睡看不想起,故教你们力。 得步道,成各自在佛。 阳生,祖师果然不凡,不知祖师殿中有何妙道可循。 达摩,祖师昔来东渡,乃西方有佛。 东方亦有佛顾,会使东西之。 佛相见,故祖师昔来无何妙法,只用此心交个朋友。 阳生,为之祖师昔来交了多少朋友。 达摩,哈哈,有佛心的皆是朋友,孔夫子一约四海之内皆兄弟。 真不愧是东方大圣佛。 阳生,何谓祖师殿? 达摩,祖师居处也。 阳生,请问里面住了几位达摩。 达摩,人人皆称是达摩,如真修的与我相同,皆是达摩,故里面。 达摩不知数。 阳生,原来如此。 达摩,今日记佛及台中圣得宝公阳生奉旨著作灵山求道记一书。 无甚觉心为祖师心法界此刻以发阳光大,精且及达摩之旨。 点画一些灵机,提供世人参悟。 阳生,感谢祖师开示。 突见祖师面前有一排用木头做成的人像。 又有一排如人头样的石头整齐排列,不知祖师要做什么。 达摩,要为他们说法。 阳生,木头人,石头像,如何听法呢? 达摩,比人还听话里。 阳生,如何说呢? 达摩,是人心性难定,你劝他往西,他偏往东,要他敬念,他。 偏妄想,劝他学好,他偏习坏,对世人说法有时还不如对牛蛋。 请,这些木头人,石头像乖乖听话,你移动,他就向东,是人。 常说完时上人点头,这不是比人还听话吗? 杨生,果然有道理。 世人常言宁愿救虫,不愿救人。 暴载曾经,有件车祸,伤者连眼一席,此时一位旁观者乃分身抢救,病理。 车车载送伤者就医,熟料伤者就医后,不但不敢恩徒报,反而止。 这位救命恩人为肇事者,使其百口莫辩,大看人心如蛇蝎,故。 有时人比物都不如,要叫人心听话,更是困难,所以祖师今日。 干脆不对人说法,反向木石头说法了。 达摩,看我为他们说法手点名头,看我指头。 一点木头,记,住心头。 扬声,只见祖师说法后,用手指往木头,石头一点,他们立刻。 点头,还会动作呢?真是奇妙,为何木石会点头呢? 达摩,哈哈,因为我已为他们点头呢。 扬声,祖师,祖师佛与妙手,果真点活了头时,朽悟。 达摩,世人心念一日千万转,转东转西,想明想必,无时或歇。 心经上说无智义无的,已无所得故。 众生啊,找个空闲,放下。 脑中的阴险巧诈于心上的大石头法,就像这些木石像,对人间。 视力浑然无面,自然做各式外客。 人心就是这么难调教,所以有时要像木石般的忘情,他才会乖。 乖听话,可探视人有的头被点了几十次,听了无数法语。 乖听话,仍然,无动于衷,比这些朽木完石还不如呢? 扬声,点化有何作用? 达摩,祖师希来一字无。 全凭心意用功夫,只用药手一指点。 顿物如来归难无。 凡能物此一点之真实妙意,即入如来境地。 因世人离灵山日远。 皆望本来根源,头位生命之枢纽,灵山祖地无极故宅,善之事。 用手指耳人知自信的,乃教人顿物本来面目,凡物之者,必能。 得正佛法妙道。 今日及灵山求道记一书之著述,特谢此禅门一指禅,做众生当。 投放喝之目夺,愿众生悟望本来,顿物祖师希来意,才能崇拜。 灵山见佛母。 扬生,点画玄机以名,祖师上有心意,如何传法。 达摩,扬生已伸出手来,我们以大拇指互相按住,打个性用意。 明白了吗? 扬生,这不是小孩子玩游戏的约定记号吗? 达摩,正是,小孩最天真,不用写契约,但用手指护印及已生效。 这是先天隐性呢? 扬生,没有印色,看不出来,难道有效吗? 达摩,我以前在贵宫著作的达摩,只选宝幕一书,值得一看,愿是人。 多参严领悟,必有所得,说即曰。 先天心应最可靠,不染印尼无色尘。 佛法广大手中藏,双手合拿心应心,各种手印随心转。 自害合同罪天真。 万法由心生信念。 祖传心应万无心。 祭佛,量身快泄祖师开示。 量身,感谢祖师之开示。 祭佛,准备回宫。 圣额宝宫一道,量身下连排,魂破头体。 加,加,加,零五。 零零五第五回游团物院,决善书劝士功生。 祭功活佛降岁赐以愁年三月十九日,八日五月一千九百八十五。 十月,劝人方便有多门。 宗教无私事所尊。 感应灰轮披盛序。 新书度世世乾坤。 祭佛,今日将访一处圣地,量身准备上连台。 扬生,尊命,不知今日访问灵山何处呢? 祭佛,修道为一心,方便有多门,观圣地君普射鸾门非鸾禅教。 于近代以来,风行一时,各地鸾堂著作善书,可谓五步时车。 圣旷空前,将无上甚深佛法,修身无道阐明于日常生活之道中。 其大悲大怨,弘扬正法,可谓另一人天无量,已在宗教谷化人。 心,度人修道上,绝功甚为,故在门门方便法门中得道者一圣。 多,其呼惠受世人重视,今日即待阳身前往灵山圣坛,看看完。 门修道士的正道情形,阳身上连台,准备出发。 阳身,随师乘坐连台,刹那浮于空中,为何见到本宫辐射出万? 到光黄呢?又见到鱼车盖买善书,一车一车往人间送呢? 且传,来阵阵香味,书上也浮着光黄,真是奇怪。 既佛,圣得福鸾著书,广赠四海,度人无量,众生向道。 心有,所归因,故其回光返照,道气凝结,而有此锐气现象。 至于其,味道乃是书香之气,因圣书记载真理与善言,传播佛法妙道。 即如门圣序,充满浩然正气,所以发出光芒。 扬生,人间的善书是由天上送来的吗? 既佛,正是。 扬生,鸾门的善书都是在人间印诵,怎么会由天上传送人间? 此理弟子不懂。 既佛,你有所不知,善书圣典乃三界高真将与所者,虽言人间。 印诵,其实是由天上送来。 但是此中亦含天人合一之妙,如一。 本善书内容丰富珍贵且浅白亦懂,则注印的人必多,印诵数量。 亦多,其功德自然随之增加。 扬生,既是先佛将笔传书,为何会有内容不一,生前各异之部? 痛呢? 既佛,哈哈。 上界传书之旨意,本是至真至善至美,然因人间。 担任传真之正鸾素质不一,故先佛之灵力经正鸾在转波后,所得之鸾门便有所分别也。 此犹如人间电视台所发射之电波,先佛之灵力,经由不同的。 电视机,正鸾接收在转波后,常会有不同品质的画面,鸾门。 出现,有者失真度较少,有者失真度较大,有者甚至画面模糊。 不稳定,令人不忍,俗其因,此非电视台之电波不良,时,乃电视机品质有问题。 故正鸾之素质很重要,否则先佛之灵力受此不良导体之转波。 必会大大失真也,又亦公堂之正鸾,门身素质高,则所降之鸾。 书水准亦高,素质低者水准亦低,故曰道因人而降,法因才而。 诗,因先佛降并乃活泼应用,对小学生不能上大学课程,教大。 学生不能用小学书本,因此各种鸾书内容未能达到疑虑水平。 即是此故,老纳在此寄予众生,切莫因一时所看之鸾文水准不高,便否定。 其价值,甚至否定明明中先佛之存在,或视为邪魔外道,此为。 一甘子打翻整传人之不客观看法,只要说得有理,能起人正性。 则皆为传播佛法之同道,况且有时下下人有上上志,岂可太如。 断而轻视之。 阳生,原来如此,常有人提起此一问题相许,今天总算得到恩。 诗的解答。 凡是应运而心之事物,必能自然流行疯传,当今之事,亦为有。 靠完书之谱之谱,使能晚颓风,正人心,化莫结也。 阳生,生恩师说的是,据弟子所知,目前受劝化向善者,归宜。 学佛,学道者,大都应看到鸾门善书,其发其向道初心,而已。 其追求宗教热忱,探讨人生百年之后问题的兴趣,故鸾书的功,能是不可抹灭的。 既佛,由其老纳与贤徒所知之地欲游记,天堂游记,劝是孝门罪。 加。 阳生,这都是恩师的大德。 既佛,不敢言得,劝是本初心,度人士志愿。 我们敢往目的的。 八。 阳生,来到此处,闻得正正的书香味道,前面楼阁罗列,正中。 遗殿上书鸾悟愿,不知此为何处。 既佛,此的乃在无极天,鸾悟愿乃负责三其普度,统侠人间个。 鸾门之道路。 阳生,鸾悟不是由南天所管辖吗? 未曾听闻无极天亦有鸾悟愿。 知舍。 既佛,因天时变迁,其日鸾门大都仅数极善恶因果报应之范围。 故由南天管辖。 今日之鸾堂素质大位提升,已由小臣进入大臣。 其传教度话已走上三教真理,让人民心悟性,参究生此法门。 可谓道正无极之果,故无极圣境亦浮现此一庄严圣殿。 扬生,人间事态变化,上天亦随之变化,此事合理。 既佛,万法由心所生,因鸾门之道,正应运谱化苍生,受感化。 向道修善者不计其数,以目前来说,已不逊于其他宗教。 此一,事实既已现出形态,自然上天有感, 伏生此种景象,此乃天心。至公,众斗得斗,众瓜得瓜也, 并非某一宗教才是旧敬法门。所谓旧敬法乃能指指人心, 使人顿悟本来,向善修心者即是。 因鸾门著书谱化世人,令人阅书知修,似过去先佛应运宣教说。 法,既有此无量功德,故能成就此无量圣境。 扬生,原来如此。 既佛,我带你进入参观吧。 扬生,随恩师背后进入蓝物院,但见里面供奉一尊观圣立军化。 像,威严十足,手奔春秋,正在展月。 既佛,扬生已看此情形,有何感想? 扬生,但觉一股浩然正气直逼而来。 既佛,观圣地军主掌丸门, 宜于事实,不但在沙场上是一位护。 国为民的英勇武将,卸下战袍, 却是一位知书达理,正气浩然。 首权仁义理智性武常的的温文儒者, 可谓文武双全,堪称为。 山西夫子,而与山东夫子孔子,同垂青史。 一正果之后,更是大力提倡丸门之印善书, 放生等慈善活动。 可见其微眼五香之后,令有一慈悲庄严法相也。 当今人心变。 太,趋于深色邪流,正气全施, 官地于心不忍,故守盆春秋。 一股济世度人之心,鸾门奉为主神,领指挥鸾铲教,一切圣。 书,即如春秋圣典,揪斜说,恶意端。 官地斩月春秋,禀逐达旦,不动于深色,用此一精神,感召世。 人,所有三界高真降丸,垂世盛典,复活古圣先贤之精神,使。 大义春秋,得以重现当世,故为正全灵高上帝。 扬生,闻师一席化,顿觉观圣地均伟大之中一精神,令人肃然。 其境,无人能与彼伦。 既佛,当今灵界,人间魔分圣行,凡事修道者,一共奉观圣地。 居以为护法。 因地均正气浩然,为伏魔阵邪之保护神,为学道。 拜佛者之大护法,圣者观地应运主掌宇宙传闻之权柄,是人功。 静奉之,必有感应焉。 扬生,观地主掌宇宙传闻之说,何以见之。 既佛,因世道衰回,正气见师,唯有观圣大放正气,补充天地。 元气,使能免去众生之浩劫,故观地中一千秋,流芳万世。 扬生,原来如此,想不到冥冥之中,是人接受了观圣地君浩然。 正气之恩而却不自知。 弟子向观地圣相,请礼致敬。 既佛,随我再进入后殿吧。 扬生,随恩师进入后殿,为一宽大之藏书楼,各鸾门所著作之。 善书浮出光芒,但为何每本书光芒不一,圣者全无光芒呢? 既佛,哈哈,鸾书一分上中下三圣,上尘有信领之学,无极之。 说,心性之法,中下尘讲因果树报应,在下尘说一调,就肉体。 尘是不一,故其道光不同。 至于无何光芒者,仅为一般完书。 无何大道理,或传真不当或实神之庸俗作品,无何劝识价值。 扬生,著书劝识有功,若传真有误或理论偏差者有过否。 既佛,一般善书如内容平平,尚无大过,若传真有误,制造邪。 说,乖传神义,则列为黑吉,死在轮雾院内亦有存党,伴之者。 罪吉三世,累吉子孙,只比掌基者不可不慎。 扬生,误传圣意有罪,扬人著作书籍,笔下不作公正评论,认。 亦毁诱或批评他教者是否有罪。 既佛,乱笔及刀也,以笔刀杀伐,伤及证人者,犹如杀人罪。 刀伤人谨一生,留书却害人,毁人三世,其罪更大,故犯此者。 地狱黑吉有名,难逃夜报,故老纳在此尘痛迹与众生圣之灾。 圣之灾,由其各教门中之人,为顾其教而著书毁他教者,罪业更大。 因既为交门中人,应知度人随缘,各教各有其道,不可望家。 匪伯,而造夜报,否则难逃地狱之行。 佛门子弟由映住一集。此,切莫以文章诡谤他教,自造恶缘,而受文回报义。 今日就此,来日再拜访完门成道之事,以作劝释。 扬身上连台,扬身遵命。 祭佛,圣德宝宫已到,扬身魂破头体。 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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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主网页。 红。 靈山求道计。 572 CHEML。 006.第6回由鸾门圣地,欲真人说法教。 007.第7回由明府二殿,听罪魂述苦情。 008第八回继佛谈真道修行与警觉 009第九回由阴山看阴险人物下场 010第十回由九色财气四大山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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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第六回由阴门圣地遇真人说法教 继功活佛降岁自已愁年4月17日5日6月1985 诗曰万教归心道理同 随愿其化物相供 阴门最好修身地 不以不偏语之中 祭佛今日准备云游著书 阳身上连台吧 阳身遵命 我已坐稳连台 请恩师启程吧 祭佛已到墓地的 阳身下连台吧 阳身 此处前自已来过 是阳目愿兰 祭佛正式 因阳门宗三教之精神 融为易如 传播三教之教 亦提供世人精神修养之所需 正心固有道德文化 绝世有名 是古圣先前与今日人类心灵的一座桥梁 更是末法时期 众生 攀登天界的一条捷径 在另一方面 亦是民间文化的保护者 故 在天界之三教高真 身位嘉许 故今日归一鸾门修成正果者 以不少位正无极果位 阳身随我 进入内殿法 阳身 遵命 上前次葱皇位 与戏官 今日官院内各种官员甚多 为之他们作何职务 既佛 他们是考校官 凡是归一鸾门者 身前除犯大过者 盼 入地域外 上有中上成果 果位之得道者 仍须考校官之何对 一 颁完身修事 如无何大德 则在南天 弃天 之中 为正中成 果位或有此在家修炼 竟身为上成无极果位 然道高德 然道高德后者 则直接为正无极上成果位 你可请问考校官吧 阳身 请问考校官 您对今日之鸾门有何看法 考官 各宗门各有其因缘不同之成就 今日鸾门可以说是一种 应时运的宗门 因其日各宗教教主以涅槃 其所留下的经典 经人乃具以翻译讲述 作为度人之方法 然经典有限 古法难 画 对追求新知的近代人类 常有不能满足所需 或者隔隔部 入之感 上天为了普化众生 所以观地设鸾门以铲教 及桃之流云 作 为三界先佛献身说法 重显其日中风之法门 如当今之事必已 电灯 冰箱 汽车等应时产物 才能满足经人之所需 一样 宗教之教义一同 必须与浅白通俗之道理 符合当今世人生活 潮流之需要 及可行之方便法门 以教示人类如何从科技时代 知生活中去调和自己家庭 修持自己心性 作如何致富失 人 辱 精进等 从五轮八德中修炼 这才是当今人类所迫切需要 的宗教 但教主远去 今日贤者虽多 只能依文解释 则又上贤不足 具有大根气者 能观宇宙之调 创经人所用之大法 魔所固执 大公平等者又不多见 故必及三界之神灵 再次传达真理于人间 故有福鸾之圣举 扬生 考校观说的有理 但是人尚有认为福鸾是虚构之事 神 者是为外道堂门之术 或神佛根本不知鸾堂扶鸾 不知名之看 法如何 考官 今日科技发达 身辨之学已进入唯妙阶段 何以侧之语 咒充满各种不同能量 三界神佛意识一种能量分子 感召人变 人体导变 发生一种振动力 浮轮 而转动原理 这是很 自然之事 在这各国灵学研究 已能证明灵界之存在 故照灵会中常有不 可思议的事情发生 而各教民们一阶在力求各种证明 已显示 自己教派神佛之灵印 这种灵印有梦中视线 心灵感应 各种 欲知 疾病突然消失 各种佛咒神水 手印法觉之治病消灾功 能等 各教皆自称有此神奇力量 既然如此 先佛感应 浮轮 传真乃是雕虫小技 有何不可信之处呢 至于佛是无所不至的 能由印度至中国 美国 为何不能至轮门 需要佛的地方 佛 就在那个地方 扬身 言之有理 再请问您知之物为何 考官 凡归一鸾门者 南天即无即天鸾物愿即与住即 应众生 本位无极之缘灵 立誓修行 各随姻缘 发愿度重 故鸾门义 有不少上根善智之事 在此应运度人 其道德可敬 修持有方 凡众生则其善者而从之 努力修持 广行功德 则归空之后皆 可以返回无极圣域 无极考校团门修土功果及归一和庙堂修持 与其经过皆一一录制而结案 以平功而定果 祭佛 感谢考校官之开示 先图我们准备参观他处吧 扬身 感谢考校官指点迷津 告辞了 祭佛 扬身快随我成连台 我们另到他处参观访问 扬身 刹那来到此的 这里的风光明媚 景色于人 祭佛 这里是在栏雾院附近的一个逍遥圣地 位在无极界的一处 扬身原来如此 这里与西方圣境并无两样 有一股道法自然 的情境 松波 两平 连直映成一股事外先进 有许多出城之 是在那里长平 有的在下棋 有的在散步 好像与世无真的样 此 祭佛 修事离成成道后 过得无忧无虑 闲情抑制 冷漠烦恼 挂爱的生活 这是世间难得之事 前面来了一位真人 你可拜 访他 扬身 弟子扣见上先 请问圣明 真人 扬善生免灵 无法明修得真人 我们皆是鸾门同道 今 日来访 无甚心悦 观尔台中 圣德宝宫 鸾雾红斩 圣书广播 与昔日无在世相比 可谓清出于蓝 而圣于蓝 对当今世道潮流 可谓投下一铁清洁 既其影响人心向善的功德 可谓凌驾邪教之上 扬身 其感 请问真人 您如何有今天果位 真人 我为台湾南部某 鸾堂堂主 生前献身鸾门念余年 领旨 祝书六部 晚年持斋 一生效劳于圣门 立下功德 死后不受 轮回之苦 而上身无极圣境 在经一番修炼之后 已得真人果 为 扬身 聆听浅贤之语 甚未感佩 不知在鸾门修道 如何才能 超脱身死 又当何种圣职 功德较大 真人 在鸾门修道 如何达到超脱身死 这要看他所下功夫了 祭佛 献克纯阳大帝驾到 阳僧准备接驾 阳僧 公参服幼帝君圣驾 大帝 阳僧勉力 吾为鸾门三恩主之一 今日知道阳僧来到 吾 即鸾门圣地宝贵 特敢来吐露一些天机 以供阮门修士参考 刚才阳僧所问 要超脱身死 手要看得开 放得下 摆得平 如此而已 阳僧 请大帝再述其详 大帝 看得开 归一阮门参丸学道 乃是应运最方便法门 不 用出家 不用辞职 不用持斋 如何说呢 阴鸾门未应运法门 人人可修 不必归一级持全斋 无妨家庭事业 故如还不能看 开儿找时间 勤轮参修 要想成道 岂有可能 世人许多归一鸾门 不能持之以恒抽空参丸 如此无心于道 何能成道 故看得开 即要人民力 虽独立全部抛弃 但人一旦活一处 才能民心悟道 才能乐脱身死 阳身 归一鸾门不持全斋 是否有影响其功果 大帝鸾门未在家修道 是否有影响其功能 余放生 注印善书等事 当情形为之 亦可补其不足 阳身 至余放得下呢 大帝 修道无难 只是放不下 放不下何事呢 得失 名利 情爱 贪欲等 如能将这些挂碍 放下一些 不是全部抛弃 印 重如家五文 不抛世俗家庭社会 但要求此心不受这些所困 择业障 俗业 成老可以减轻 如此心性才能清明 有助于提 深自信进入于无极圣境 阳身 何谓百得平呢 大帝 世人最怕心不平 心为何不平 旧事起于贪嗔痴 即是 怨恨 嫉妒 多欲 妄想 能枪此心修平 身口一三叶磨平 即是百得平 心贼不乱 心魔不生 到信线前 要了脱身死有 何困难 扬身 感谢与恩主开示 真人 心逢福佑帝君驾到 解说鸾门超生了死之道 如今解 说在鸾门修道 余力功利德方面 何者较大 鸾门主要为福鸾著书 劝识度人 所以鸾门之地一大功德者为 正鸾 以当今之事而论 如能一生著作十本善书 内容正确 合乎真理 并应行劝识 且身品无和大过者 必可道成天上 名流人间 善书之者 呈端赖应行劝识 故注印善书之功德 意识最大 然 注印者 以选择内容正确 有劝识意义者 则其注印 为光返照 知功德 可谓无境无边 在者为一功堂之主时 因设功堂时能产教 故意功堂之主如 能持功禀正 栽培正鸾 以度鸾生 则为开山之主 乃是大 功德者 在者为畅鸾生 记录生 正鸾符鸾传针 必靠二故人缘以揭 其真机圣训 故立功圣大 以上三者 如能陪正鸾著书十步 生品无和大过 其果未仅次于正鸾 在者为宣讲生 义公堂之道 圣训必 靠宣讲 才能深入人心 劝人修道 故宣讲生 无能自求精进 言说圣训 一生效劳不代 其果未仅次于以上四者 再者为效劳生 义公堂之道 物发展必赖全体 以效劳生之护法柱 道 归依以后如逢鸾旗 除众大事故外 不偷懒懈怠 参鸾 协助圣书 抽空前来圣门帮忙圣物 及打扫庙堂内外之环境 一生如此 生品无和大过 将来一世道成天上 仅次于以上 悟者之果位 扬生 真人之说 弟子闻之盛详 但觉上有不圆满之处 真人 扬生说之无妨 扬生 义公堂主持 唱字声 记录声 只能及人代表 不能全 不进入内堂 唱字记录 否则不是秩序大乱吗 其他工生也有 这些才华 只是著书时人 要有人排班固法 大帝 真人所说只是 大概情情 如效劳生 对公务认真 捐意 善书踊跃 修持有素 其果位不少 凌驾以上 五者 故言师父 隐进门 修行在个人 个人生死个人了 刚才所说只是 职务上分类 至于个人情修 立功不带 在其道果 则其道果不在此现也 祭佛 感谢二位 开示 扬生 准备回宫 扬生 感谢大帝 与真人 开示 告辞了 祭佛 祭佛 圣德 宝公已到 量身魂破头体 加 加 加 零七 零零七 第七回由明府二殿 听罪魂述苦情 祭公活佛降遂自已愁 年六月念八日 十三日八月一千九百八十五 十曰 雨露悲风送故人 人生仪式要求真 真心可比殿生动 動作圆容正法身 既佛 今日风雨交加 出门甚是不便 但圣德诸身仍然不畏风 雨 这种能够突破风雨阻碍 奋力向前的人 他的前途一定是 不可限量 人生一世难免遇到风雨交加的时刻 如悔报 打击 误解等事 十一个人陷入困境 但是只要问心无愧 再大的风雨阻挠不了 向前求道的人 所以只要报以真心 谦虚自省 咬紧牙根 尖 定性心与脚步 勇往向前 风雨中有停时 时间自可证明一切 所以 情道人要有此种大无畏的精神 不要遭受一时秘境 如无 根草 一遇为风小雨便被吹倒了 阳身准备上连台 阳身 尊命 不知今日要往何处防道呢 既佛 人生有限 可是世人 却不能体悟此点而求到修得 终久 落得一场空 空空 雙手空空 明丽空空 情爱空空 何苦一生 恩王 走西东 我们今日前往灵山 防道去吧 已到墓地的了 阳身下 连台 阳身 这里不是墓地吗 怎会是灵山圣地呢 济佛 哈哈 此山因灵聚集 所以也可称为灵山啊 阳身 雨天来到这里 觉得阴森森的 令人恐惧起疙瘩 济佛 阳身为何定力不够呢 唯师在为你加灵 开开法眼等 一下你就不觉害怕了 阳身 请恩师赶快施法 既佛以菩善往阳身眼前一拍 果然 景况全变 恩师用菩善一扇 为何坟墓不见 都变成一间间房 屋 此的变成一个城市 还有许多人来来往往呢 祭佛 这里是台北观音山的夜城市 夜都会 坟墓区 一道黄 昏 这里就热闹起来 阳身 那么这些人是亡魂了 为何他们没有住在地府 而住在山上呢 既佛 阳身已有所不知 是人过世以后 要到地府报到 但是 报到后 一些人无核大罪 被判在平民区居住 所谓平民区 一部分就在阳市的山本 与洋人平行而住 过着一般人生活 阳身 那么一些犯罪鬼魂 不能到自己的本屋居住 该怎么办 既佛 墓碑石排 即是亡魂的户口门牌 门牌挂在本屋前 此屋 即属于他的 一遇祭日或假期 因魂会回来这里 即回阳世家中 探望 阳身 前面这栋房屋盖的圣位华丽 好像是新居 屋旁还种植 了一些树木 好像是一梁别墅 但为何门户紧闭 不见人机呢 既佛此一栋心屋 乃台北市一位妇人子孙所见 可惜主人无 福享用 只是一个空户 因主人在世赚了不少钱 花天酒地 做了许多缺德事 故现在已移居在地府受罪 我带你到他阳世 家中参观吧 阳身 好的 既佛 刹那来到这位妇人家门口 阳身下连台吧 阳身 阳身 尊敏 这里好像是台北市郊的山边 这一户人家 这一户人家位高广 别墅 气派悲凡 我们可以进去参观吗 既佛 既佛 当然可以 我们是灵由著书 阳身 阳人无法察觉 随我进入 大门吧 阳身 随恩师背后进入 大门不用开 刹那即穿墙而过 里面 还有花木 车库 小鱼池等 环境圣家 既佛 快随我进到里面吧 阳身 跳入门中 屋内设备豪华 神岸前还供着一个男人一项 及灵位 莫非是这栋屋里的主人 既佛 正是 我再带你进入他私人办公望看看 阳身 这间办公室盛大 豪华办公桌椅 桌上还堆积了一些 文件 主人呢 既佛 主人身体在山上 灵魂在地府 阳身 一身辛苦落的空空 真不值得 既佛 世人一身真名夺利不休 忙得不思吃睡 一旦身体躺下 其不来的时候 如这里的一切 已是无能为力 一支笔 一张 指 一文钱也不属于他 一物也不能带走 现在他求余的福 使物身前计较多端 如今双手空空 唯有夜随身 在阎王面前 只有受罪的份儿 不是太不值得吗 阳身 这里的主人到底犯何罪呢 既佛 我即刻带你到地府访问他吧 阳身 片刻恩师的连车移驾到地府第二殿 但见阎王是亦迎接 明王 欢迎既佛即圣得宝公圣彼阳身来宝 寄佛 因奉旨著作灵山求道祭 为求证一桩案情 特来访问 明王 欢迎知智 寄佛 今日要探望者未注于X的知臣XX 明王 命文判查明成魂去处 文判遵命 查成魂献刻上居在本殿灵石求狱之中 寄佛 请明王派员引导我们师徒前去访问吧 明王 是 是 命由五叛官带路 引寄佛即阳善身前去 五叛 尊命 请寄佛即阳善身随我前去吧 阳善 地狱气氛阴森无比 昔日与恩师著作地狱游记时 曾游 宝石殿 今日再来一游 有许多景观已不同 既佛 既佛将近十年岁月 人心多变 名法无情 故又新增许多明 律 才能治理亡魂 阳身 原来如此 五叛 已到灵石求狱 我传唤成罪魂出来 成魂听命 自幼台 忠圣得保供奉旨著书 祭功活佛即阳善身 特地前来探视 成魂 感谢祭功活佛即阳善身 请二位赶快帮帮忙 向阎王求 请不要盼我重行 二位大慈大悲救救我呀 祭佛不要紧张 我会帮你说情 但你要先说出为何今天会落 到这个下场 成魂呜呜说来话长 我在世时开建设公司 应当年景气好 人人抢购房子 赚了大笔钱后保暖私盈喻 因公司的寿屋小姐 各个每宴 我便用忌请客 以迷药按下韭菜中 受监屋者食鱼 人 他们受骗后有者怨恨不已 但因果财多未大 也不敢伸张 还有因建屋生意好 与客户签约建筑的房屋品 直全无实在 偷 工减料 只要外表好看 一切建材及水电材料 力求劣质如此 贪财更多 一生中只因犯下这些罪恶 于二月前心脏病突发 一命乌乌哀 灾黑白无常压制的府 经第一殿之审查后 交第二殿来审 文 判已告知我在世所犯罪症 使我心中害怕不已 本来想有潜能 使鬼推磨 根本不幸有鬼神地域之事 那只魂离肉体 身不由 己之后 黑白无常压制毅律 世上还有许多房屋 交期数人 房子数十栋 如今全没有我的 分 早知如此 也会多做一些善事 白白神佛 就不会落得精 天这么凄惨 既佛 后悔已来不及了 但愿你来世好好修吧 五盼 来世已无法这么享受 我看似贫穷之人了 成魂 我已说出罪情 请祭功活佛代向明王求情 祭佛 我会说说看 但准于不准背我的权限 成魂 千万拜托拜托 祭佛 祭佛 我们向明王辞驾吧 扬身 感谢明王自准访问罪魂 明王 扬身挥完著书 劝誓公身 今日又有新著作 离当提供 协助 祭佛 成罪魂要求老那向明王说情 他既已实供案情 论该有 公 上请明王宽赦一二 明王 成罪魂祭以实招口供 斜着善书 特准祭实功已消一步 犯罪 祭佛 祭佛 感谢明王慈悲 我们先告辞了 劝世人 真什么 纵有万万双手空 劝世人 贪什么 纵有娇娘美色一样空 劝世人 理智些 身前行善不过空 劝世人 真其些 趁有人生快修行 以免无常一道万事空 圣得宝公一道 量身魂破头体 百分之 加 加 加 零八 008第八回祭佛谈真道 修行以警觉 祭功活佛降岁自已丑年8月11日 24日9月1985 十月 求道之人数万千 东奔西走密神仙 真经无自修计较 正法传心顿悟仙 既佛 世上求道学佛的人太多了 这是可喜的现象 道德经语 大道辈 有人义 在世道衰退之时 仁义之事必出 所谓天生 善人已救世 但在大家热衷于道时 百家争鸣 魔必随之而生 故老子云智慧出 有大位 因此 今日修道 那是一件很惨人的事吗 恩 师兄怀祭功救世之心 何不趁着坐灵山求道祭时 为世人点破 明经呢 既佛 许多人拜老那祭功为师 我时欢喜 但在师徒传授心意 时 却常常格格不入 不能得到我的真经 法义 故想要得到 成道 距离 尚远 虽凌为祭功弟子 时非祭功弟子 老那讲词 话 盼望世人 故骂老那无情 只因无情 才能运行日月囊 这种 无情即是无有私情 如日月之至功 不以私而自造 而以大功 而普照 才能普度众生 扬生 恩师今日百起 连孔 不认徒弟 是否太无情了 既佛 哈哈 佛陀当年有十大弟子 即可将佛法谱传 今日老 那弟子有万千 却将佛法弄得 和颠三道四 莫怪公老那要生名托 离师徒关心 扬生 恩师喜怒 并垂世十方弟子正法眼葬法 既佛 既佛 老那西窍 木架皆有道情 显途余生 不用吃惊 世人若要 拜我为师 拜我为师 称我为师 必须符合下列三条法要 否则虽称我为 师皆为幻境不虚 一切感应皆非既佛真灵 有心学道者 不 可不甚之 既供佛佛三法要 一 既供精神 我为人人 则人人为我 此即以利他精神处事 必有利己之回 报 今日世人虽每名曰修道 但在宗教门户上不值太深 过分 强调自我之真天令 真祖 真师 真经现等形象上之权柄 而 是别人为虚伪 假造 凡此 在宗教修持上 存看一种我是他 非心态 真要不得 昔日佛常称赞别人 圣人亦常赞美别人 旷在修道门上真值 毁人罪过最大 当即改过 再者 若深言某教派已过时 实悲 此言善行 所谓过时乃要看其对 世道之主义如何 如上有力 世价值 则不算过时 又对鸾门亲笔约后天堂 已犯了亲人之 最 修道者当有虚怀 若骨心怀 六祖云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凡是设于世间的妙似 佛堂即是后天堂 但事后天堂若有先天 心即先天行为 其可任意积平 开口伤人化 下笔杀众生 反 此道病者皆无济公精神 因此生愿有志修行济公法门之众生 多多参学济公生前之行之 大街小巷任我行 老若父如同样度 不管你贫富 不论你美丑 不分你僧俗 是如同胞赤子 同是上天佛子 何必分你我 各 人行业不同 但取一点真心 真心如羡 僧道圣俗同流 寺庙 观堂一家 互愿众生 各怀祭公精神 尊重别人教派 但存天 真意即是得道清 老那有记曰 各交与鸾门 亦如同等观 三阳逢开态 普度放毫光 阳生 恩师说得好 佛法平等 唯在修持 若知精进圆通 和 友们互偏见 一切法未度一切众生 深愿各宗教家 友余互呆 同未尊崇 相信再度人之余 尚可度己之度量 若法无量包容 众生心 必难成就 无量度 众佛 请祭佛恩师 再述第二法要 祭佛 好的 现在谈祭公佛佛 第二法要吧 二 祭誓愿力 众生无量誓愿度 这是一种慈怀愿力 学佛修道者之初心 刚 开始勇猛精进 可是亦有小成 即产生自满 懈怠之心 进而 开始坐享供养 接受赞誉 久之 道心日退 圣者重染色尘 弃圣 弃圣路凡 故一个位居上位的师辈 其暗中变形 常胜于一般默默无闻之 小修士 而自作无见地狱 老那叹约为尊德低下 道高国也 来 故劝世之修道者 必已如履薄冰 如临深渊心情 佔金字 迟 以免济世愿未了 地狱已先到 其不非灾 当已众生不度 静 誓不成佛信念 怀抱济世心愿 不可有鞠躬自满 贪途民 为享受功良 懈怠傲慢 远离众生等事 对捐印善疏 放生 慈善救济 翻修要语 帮助社会公益等事 更应热心去做 以消减业障 培养善德 达到济世心愿 否则 其道德无法圆满 扬生 既是无分难何语 行善不论大何小 总之在体物万物同 体无缘大悲之心情 完成我为人人的善愿 修道人超凡入圣 的优点就在这里吧 请恩师在述第三法要 祭佛 扬生说的是 度人本初心 不忘求回报 现在讲祭功活 佛第三法要 三 计划智慧 计划就是一种完美调和的现象 家国没有具备这种完美的智慧 在修道的图成 常常陷入一种盲从 无知徘徊变动的情境 中 因为引导进道的范围甚广 如亲友度化 公私同事的谈论 报章杂志文章起信 善书经典的阅读等等 皆是引发一个人像 道修行的因素 可是这些东西受到人为因素左右 皆有正反量 面作用 所以若完全以这些有形传道物 来作为进修物道准则 往往走至半途变陷入泥沼中 导致最后有的起因心 有的升腿 至有的白费心 有的身顽固 有的误入歧途 修道一声嘴 后止若各小我偶像的成就 所以智慧才是成道的根器 由以今日之修道 已进入智慧考中 如欠缺智慧 不知选择 专以神意 形象而入门 定修成一个 小偶像的下场 一声付出大心血 大怨力 只因举足一步差 结果自然堕偏邪 故愿世人修道 一定要突破我乡 才能化去 烦恼 打开心门 或大自在 如有记曰 一 修道学佛无法门 只把一心当作真 任他非天并钻的 难动我心如来神 二 须把毛病静扫除 不必计较谁试诗 自身如能归清静 即是西天大佛祖 三 神奇显化静中花 心静破时何处抓 三界为心情把握 空手轻轻可破瓜 四 既功本来是颠僧 生平讨厌假正经 九口出言消毒君 菩萨善去火无名 五 圣得信坦土真言 醉与玄机数一篇 祭功门徒多醒悟 超生了死一指仙 以上三法要 五祭语 深怨世人多体悟 尤其称我为师者 更 当体悟祭功法门之真意 才能受师度化有成 阳生 恩师与众心长 音音叫化 令弟子感动万分 弟子学道 多年自觉上世道外人 今天想借着做灵山求道祭一书 向恩 师求道 请恩师赐道吧 祭佛 哈哈 阳生闻道已久 今日何来向我求道呢 阳生 虽已闻道 实无所得 当今世人在学道图成中 尚与世 俗和光混俗 弟子发现许多修士 偶尔也会师道 不知如何 久呢 既佛 这也是实事 当今佛道门中 修学的人众多 皆是在家 居士 不离世俗工作 红尘中修道要格外小心 尤其身色全马 醉意引诱道人堕落 老纳发现当今修道者 许多已犯了下列毛病 一 好为人师 稍有所得 唯有成就 便瞧顾起前辈 自立门户 骂师其祖 圣者自称为师为祖 以争取别人崇拜 此皆拜道之根 为能迁 卑自修 坏佛道之大见 愿修道有所成就者 更宜谦虚于养道 二 贪物好财 半道者出发心甚好 战战兢兢 刻苦刻茧 经过一段时间后 便松弛警觉心 及种种迷雾 贪人物品 脸取货财 或半道方 法浪费 不知节约 耗用善性血和前我所珍惜 印书或不重视 内容选择 皆是不负责任行为 凡此皆造罪登入黑集 佛家一 文前 大肆虚于山 如无真实用 披毛带脚孩 故悉半道者 虚仅恨处理财物问题 应以大功无私 解简是用味原则 以免 获罪于天我所导业 三 泛色偷情 初学道者 发心热切 庄重守见 洁身自爱 心性清净 其正 菩提 一旦学道日久 戒律废时 俗话说老油条 则亦到终身 私情 男女犯色戒 圣者及神佛名义片色 更有义等人 名为 修道三妻四妾 此皆地御中人 如有犯规者 恕佛前例是禅 悔改过 令吉正戒于善书劝世 则上有得救之日 否则显律难 饶 慎之 慎之 揚身 感谢恩师垂世 这些补救妙方 相信破戒 相信破戒素 补上可修 为 积之谨 由能救吧 修道历程充满考验 已是道心 说来还是一见 不简单 不简单的是呢 请恩师指点弟子毛病 以做改进之道 以免若 入劝人容易 劝己难 既佛 无畏敏说祭 揚身 著书力其功 智慧原通道可通 尚有二三成俗性 回光返照正大雄 如此可也 乐物否 阳身 弟子之之 身居圣门 乘劳俗性尚未断念 但愿恩师时 四边侧 使弟子早明心性 方不复天恩师德 既佛 在目前道场而言 你知半道精神可佳 精进不已 投注 全部心力 亦未完成宏愿 不牺牲不少 然上天亦无亏待你 以得福德乡 道场建设及道业发展 以显成就 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 虽然其中一案长若难 但我考试道心 又何必挂怀 愿你百尺干头再进一步 为苦度苍生多尽一分责任 既有此天 父才能 当代天宣化 使不负上天对你之后爱之吗 阳生 弟子之道 请恩师多提携及事 既佛 既佛 上天无亲 为得是福 愿圣得普化工作有更辉煌成就 人助天助 只要抱以大功无私 尽其在我的心念 相信未来圣 得度化缘仅是无可限量的 上天诸仙佛意如此看法 希望圣得保公权 与公身分工合作 为五度苍生工作各尽一份心 立 相信众志成成 道徒彭尘万里指日可呆 今日著书就此停 B 阳生 感谢恩师垂赐经言 使灵山求道祭一书增光不少 既佛 今日与阳生谈道至此 无回 家 家 家 零九 零零九第九回游殷山 看阴险人物下场 既公佛佛降岁自已愁年9月13日 26日10月1985 诗曰 凌山方寸在心头 善者生天恶惹愁 古道千条通圣玉 茫茫苦海搭此周 既佛 凌山在方寸心田 人人有之 不可认其荒芜不更 心逢 普渡到降火宅 处处 处处可见修道学佛之事 皆怀修几度人之心 其道心可贵 虽有少许佛门 弟子望未必悔 然修者自修 放者 自放 无碍于外来欲言 学道在一心 方便有多门 深怨各教 皆能包容一切与自己不同 名称宗教存在 如世间千行百业 公平发展 宗教意味是法一种 随宇宙千流演变 日心月异如古术身心 知 旧道分心路 誓探人类未方便通行 不断开辟心路上天 为了普渡众生 亦不能拘离古法 必广为心开各种方便法门 以皆以当事之众生 可惜世人无此会见 哪见心初便是为一己 动辄排斥 毁谤 使乃思见小成心眼 令各教教主在天之凌络 类自哀也 扬声 扬声 恩施以此掩饰众生 其同等观 八平等心 无凡人之宗 教真论 种族歧视等人类自私优越感之作从 不愧为天人师 既佛 既佛 不敢当 老那有二手 寄予免众生 一 你要敬重 比你能干的人 更要尊重 比你差劲的人 二 你要敬重 你所归一的宗教 更要尊重别人归一的宗教 如果你没有此种心量 则其心悲俗 丑陋 不配称为至世德者 你说是吗 扬声 恩施说的是 是人都犯了我大我是我能的毛病 所以无 法解脱这个假我 何于智道 凡夫归真 既佛 凌山求道祭底书 为众生指引开路 并解开种种疑惑 任众道远 今日为师代理访问凌山之底的阴山吧 阳生 阴山为什么是在凌山的底下呢 既佛 天地人三才本来唯一 有云天有日月 的有水火 人有 双目 阴阳 天有风雨 的有湿热 人有喜怒 宇宙一切现 相 皆有共通 与两极之处 以人生而言 凌山极是人的头部 阴山极是人的阴部 阴部未妙使等污浊排泄之处 故阴山情境 可想而知 阳身上连台吧 阳身遵命 我已坐稳连台 请恩师启程 既佛已快到阴山了 你觉得如何 阳身 顿觉一股阴森寒灵之气 有点受不了 祭佛 你看前面 这座山的景象 阳身 前面这座山 为什么笼罩着阴雾 看来好像黄昏气候似的 山头隐约扶着阴山 两个大黑字 祭佛 我们下连台吧 阴山就是黑山 所以扶出黑字 阳身 这座山潮湿万分 许多草木皆已浮烂 山上流出来的水 乘污浊还发出臭味 山的那边 为什么传来一片哀叹之声呢 此 得有住人吗 祭佛 临山住者修道士 阴山住者恶道人 老纳带你前去探戈 究竟 阳身 阳身 随着恩师背后 绕着这座阴山 闷得潮湿 腐烂 还有 迷腻 迷腻 加上蒙蒙英语 真有寸 不难行之苦 但恩师为何见不如 非呢 请恩师稍等一下吧 祭佛 既佛 阳人上有肉体 阴气味除静 故灵性走到阴山有寸不难 行的感觉 唯师用菩萨山山各风 净化一下灼气 自可解脱诸障 爱 阳身 恩师菩萨移动 一阵清风 心静脚轻 走其路来感觉轻 松无比 真是佛法无边 既佛 不是佛法无边 只因业障禅忍 成缘弃净 自无成重角 不 世人因悲负重担 贪嗔痴未尽 故无法来去自如 扬身 弟子惭愧 既佛 扬身 不用自责 为师不适说你养 世间平坦百游路不适 很多人走的跌倒 或壮的头破血流吗 世间无限大 人心小的 很 所以灵山有目不知去 阴山难行偏爱来 舍震到偏行小路 的人太多了 前面已是阴山之底 惨尽灵 慘尽堪连 扬身 瞧瞧吧 扬身 前面山底 好像一个大屋池 池中挤满了人 都在那里正 扎 池中污水 杂草 杂草满 一大堆 好像垃圾场 泡水一般 这些 人喊叫身遗 各要爬到山上 可视针尖恐后 互相推拉 各各 又跌下屋池中 吃得满口污水 呕吐身疑不已 我看来也恶心 想吐 既佛 扬身虚守住定立 则可无碍 这座阴山即在灵山之底 阴池之中即如世间之阴沟水 阴沟都在地层滴蛙处 乃奔尿水 污秽木流通之处 阴山与阴草地域相通 是罪魂令一处成法所 阳身 以前听说阴山是压住恶人 怎么现在看来是一个大显实 呢? 昔日与恩师著作《地狱游记》时 为何亦未听过阴山通阴福之 说呢? 既佛 阴山反山阴气 阴水流住山下 如人之阴雾 会物排鱼 厕所 阴池如厕所 竟于此中与被压在阴山是同一道理 人心 二难言 地律无限大 昔日著作地律游记时 因时间有限 指 摘要采访 故上有许多地方未会有过 所以你尚不知此处之真 想 阳身 这些罪魂身前犯何差错 为何今日落得这个下场呢? 既佛 压在阴山犹如阿比利律一般 乃求罪恶身重者 此处虽 然无人看守 但无人能逃阴山之气的犀利 为师教几位罪魂子 述身 述身前之罪行已尽是吧 用谢恩 今日平身 既功与门徒阳身 奉指著作灵山求道 既一书 特来阴山 特来阴山探望你们 希望个人赶快说出生前之所为 折平身 则平身上可帮助你们解除一些痛苦 甲魂 甲魂 既功活佛救命大恩 我愿意说出生前之所为 但请 既佛能度我出苦 来生要做牛做马也愿意 在这里不见天日 永无出苦之时 实在太痛苦了 我生前为了谋财害命 替朋友投保保险 然后设计用车祸江棚 有撞死 再诈领巨额保险金 可是朋友死后冤魂不散 最后排 是被发掘 被警方逮捕 被判死刑 枪毙而亡 魂归的府 冥王赤曰人心阴险 永进阴山 不得超身 在这 理受苦 滋味难受 痛苦异常 后悔已来不及 生前因一实力 欲熏心 埋没良心 结果落得一场空 什么也没得到 还落得 今日这个下场 污名 祭佛 不用哭了 心很阴险 已无人性 最有应得 你的行为 人神共奋 当之世间之害人命者 最后定会破案 否则自己子 孙必逝世衰败 因受害者 冤魂不散 一定会找上门 故劝世人 不论有何深仇大恨 绝对不可以害人命未报复 应 该用理性圆满办法解决 否则冤越结越深 最后自己遭受报应 连累子孙代代不能出头 现世报已显现在世人眼前 愿世人多 警惕之 假魂 因一时糊涂 诸臣大错 我也识说罪情 请祭功伯佛代 为帮忙超度 拜托 祭佛 你犯的大罪本不可设 念已从十朝出 并参改善书 聊 摄一二 特做成跌文转地藏王菩萨 准你在殷山受苦五十年 然后转身处到二十世 遭受刀割 尖崩 苦意 再投胎为五体 不全之平人 已消此重大罪业 如此胜过你在此万年不能超生 知苦 第二位罪魂速共出前身 非为之事 已魂 我实在太痛苦了 请祭功伯佛救命 我身浅好色 藤沙 赚取不法利益甚多 祭佛怎么寒诸不土 赶快说出 敢做敢当 何用畏惧 已魂 我身浅以暴力强奸与性食人 并逼梁魏昌贩卖人口 尊 门拐佑 逼迫梁家妇女或无知少女 堕入火坑 贩卖铃肉 以黑 道恐吓这些弱者 卖银吸取利益 如烧不服从极边打破刀枪威 邪 并曾杀害人命 虽然逃过杨绿制裁 但一次在九岁中 与黑道兄弟争吵 被杀中要害身亡 然后被黑 白无常押到地府受尽苦魔处罚 再被判押在殷山受苦 永不超 身 虽然生前做了一些坏事 但地狱形罚未免太重了 请祭佛 救我出苦吧 祭佛 杀人偿命 自古以来夜报丝毫不少 你的罪恶时代太过 奋歇了 念你时遭罪情 参采善书 广度世人 赦你二分之罪 特以迭岸转地藏王菩萨 准在殷山受苦七十年 后转世为触道 三十世历尽风寒苦楚 而后转身五世为花间雨 受人凌辱 以消此罪 阳生 因律罪行森严 令人心惊 弟子曾常受人询问 上天记 有好生之德 为什么不全身善人 也免诸天仙佛在为度人而盲 世人造罪 堕入恶道受罚也很可怜 请恩师告诉此中原理 既佛 上天有好生之德 亦不愿意处罚世人 上天赋予人之天 性本来至善 因若后天受到环境污染不变致 如一块菜圆 当 你剥下蔬菜种子 菜苗一生 杂草随着发芽 菜草互相争长 此乃一种考验行为 所以天地之间有正邪两骨气在争斗 道魔不生 因为有道无魔 则无法见道 有魔无道则天地必乱 此乃一种自然现象 为了使道的真气长存 必以魔家与世恋 如一个人出生至死皆 生活在平安 富有家境之中 一定无法发挥他的坚毅精神 野树高耸而静体 家花脆弱而易泻 足见经过丰收的树有干净 经得魔难的人道横生 上天为了宝 持天赋本性圆灵品种 如不以魔道考验正道 深色试探道人 则难成大器其中旋领 愿世人细细体悟之 被禁于阴山之罪魂 大都在人间心地阴险 恶贯满盈之辈 一 般罪魂则少禁在此处 如今天开谱度 只要在世犯有过错能 即使伪过 并立行善事 则天地好生 尚可原谅 否则一旦三 寸气断 后悔莫及 有言 人非圣贤 谁能无错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愿世人夜里睡前 跪于床上 何掌莫念曰 往其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始贪嗔痴 从生与异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忏悔 诸天先佛师赦罪 从今行善化前悲 心正福提存正免 一切全归波罗密 第三位罪魂 赶快说出你的罪证 病婚 请祭佛恩师救度我出苦吧 祭佛 你为何叫我恩师 老那又没有施恩给你 也不认得你呀 病婚 请恩师赦罪 罪该万死 生前七师叶祖 自高望大 一念 支插才会变成今日的下场 呜呜 祭佛 不用哀仪 谁叫你好大喜功 利欲熏心 不好好修道 想要当祖师 今日祖师没当成 换来死的当阴山祖师吧 病婚 请恩师宽束灭图的望自尊大 垂次一线生机 否则对不起 千千姬九玄七祖 既佛 念你已有悔意 快自述生前作为 已劝世人 为师愿赦你 一二之罪 病婚 寇谢天恩师得 我自述生前的错处吧 我生前拜佛学道 二十多年 半到十余年 因学十佳 经典看的不少 讲道度人 不少 又略据神通 幸福的人甚多 故乎 故乔故请前嫌 望自尊大 后来自称为祖师 灵友天命 自立门户 其实这是私心自幼 也遭受不少 诡谋及魔靠 但唯一的人也不少 受取供养丰富 只因一面之差 才会落得如此 后悔来不及了 既佛 祖师非有大德不可当 旷一个真修的人 皆不愿担祖师为 因祖师责任大 若不能有大德 大悲 大智之行 则获罪非浅 一代只有一位祖师 何必真谓 大智使者必为唯恐不及 无知 者真谓自封而不知退让 愿众生以学道修己未调 莫在名位上争疑 否则遗落严全名相 大道断丧无疑 启示学道之本质 念你已说出因由 足未今日 学道 伴道者见特准披进殷山三十年 然后转身为贫穷之家 因上有佛缘不灭 必能遇到静修 然魔难不断 阻碍去路 以劳其筋骨 苦其心智 惜你勿忘初智 则上有徘徊本来念慕之 日 病婚 感谢恩师搭救 美齿难忘 将来愚能得有人身 不论如 何吃苦 一定前修大道 以补前千 但愿恩师勿忘明明中提醒 旧度 扬身 修道 还需战战兢兢 否则有时因道自害 实在得不偿失 既佛 因山求尽因斯自用 最大恶极者 愿世人皆能打开天窗 以天下为功精神去做人与修道 魔所贪求 妄为 则因山远离 人人不能返回原来灵山雇土 各想无穷无限之天乐了 今日就此 扬身准备回堂 扬身 尊命 我以坐稳连台 请恩师回宫吧 既佛 圣得宝宫已到 扬身魂破头体 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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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010 第十回有九色财气四大山 既功佛佛将岁赐已丑年十月萨日 十一日十二月一千九百八十五 十曰 九色迷人造罪迁 爱贪财气惹非援 凌山不远仁南上 慧的淫虫竹向前 既佛 九色财气是人之所爱 故是人茫茫一身均在追逐此四大 目标 人之造罪受苦惹的一身是非磨伤骨头 憔悴心神 亦是为了满足这些肉体的物欲而已 孔子说君子幽道不幽平 这等胸怀即是佛陀的愿力 圣人并 非无情物 何以对酒色财气不尽文文 十因圣人具有先知先觉 知智慧 深知这一些外来已又如蛇歇毒物 害人不浅 故在身 活领域中 要求得平安自在 当已到位生活忠心 故君子幽道 知不行 不忧贫穷难度日 有余 大厦千间 夜睡不过八时 家财万贯 三餐不过豆米 老纳约娇妻美妾虽常相聚 也只夜里共闯 而梦里却常想着 别人子孙能反骨尽孝又有几人 圣人有此体悟 故常已道之 心肺而忧 不已满足物质需要未律 他们泰然自若 是富贵如 浮云 世间最快乐者 就是这种放得下的人了 阳神 恩师说的是 众生每日繁忙异常 为的就是追求物欲的 享受 放得下的人不多 难怪烦恼的担子正架在每一个人的肩 上 耶稣背着十字架 流血为世人赎罪 先佛偶心垂金降比位 世人解下烦恼 但自要使人类得到自由 圣人的心是神圣可敬的 既佛 要虽能止痛 刀虽能割流 但是心的痛苦烦恼是人生的 大病 医药无法治疗 上界先佛提念 世人皆是同根同胞 顾垂 是救度方法 使世人能够解脱种种烦恼挂爱 得到心灵的自由 像今日我们师徒奉旨著作灵山求道记 就是希望世人远离邪恶 求得正道 以免生而受苦恼煎熬 此而受到地狱冥罚 此心无他 一念之慈悲而已 深怨世人不要自弃 今日住书时 尖一道 扬身上连台 扬身陪恩师坐在连台 就有一种不同感觉 既佛有什么感觉呢 扬身 扬身 任重到远的感觉 既佛 的确 坐在连台上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各庙堂的主是要 认清自己责任 不可挂名而无所适事 浪费光阴 施畏法德 七罪或不小 扬身 扬身 来到这里怎么酒味充天呢 既佛 我们此刻来到酒山 所以你才会闻到这种味道 灵山是 一个圣山 所谓上清下灼 灵山顶可以说是一个清净地方 但 是灵山之下却包围着许多混混不堪的小山 因为要到达灵山的 静域没有经过一场考验是无法到达目的的 如唐玄奘西域 取经 要经过千山万岭 种种魔难 才能够完成取经任务 修人却无法到达 就是他们通不过这层魔障 因此也就丧生久 却涌成苦海了 扬身 这一座山会和别墅酒店林立 灯光通明 在那里喝酒菜 全的人很多 有的醉醺醺乱喊乱叫 好像人世间的酒店热闹 异常 真是奇怪 这是地狱还是天堂呢 祭佛 哈哈 我们找个人问看看吧 为老兄 你醉的这副模样 我问你在这里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 醉鬼 阿彌陀佛 出家人还问我天堂地狱 简直是笑话 哈哈 我有酒喝就是天堂 没有酒喝就是地狱 你们出家人最少免 经吃苦斋 一点享受都没有 你们才是活在地狱吃苦呢 既佛 扬生已听见了吧 智慧根气深浅 见识自然不同 如人 知谈前土之为惠物 而基处是为美物群真而实 他们的天堂语 我们的天堂大有区别 久会是苦的 但此刻他们正陷入地狱儿 不自知 扬生 怎么这群人 刚还在猜拳 贺令 大唱山歌 嘻嘻哈哈 喂 何此刻有的昏睡在地 有的呕吐不止 声音哭痛 有的走路气 跌发到摔得头破血流呢 为何整座山头灯光变暗 传出哀叫 痛苦的声音呢 既佛 这也是世间好永久者的一般写照 因世上有许多是酒儒 命的人 不悟正业 死后因魂至地狱友好杯中悟 地狱名乏味 了对阵下药 故意献此景象 让他们喝个足够 不知酒是穿肠 毒药 这些酒是酒泉水所化 含有阴气邪恶 刚喝下去还不自 绝 三循之后各个中毒发作 肝肠寸断 后悔来不及了 唯有 以毒攻毒才能治好他们的癖 灵山之下 即是阴山的府 刚才所见即是地府之惩罚 阳身原来如此 难怪说一念之差就分天堂地狱 莫非天堂语 地狱是相连 既佛正式 一念正即天堂 一念邪即地狱 故约灵山在心头 地狱在念头 接任人选择 世间爱好久者 应速速醒来 不要 再醉了 因为酒能昏性又能乱性 凡饮酒过度 损伤人之原性 死后其灵性不稳 无法上恩天堂 必堕地狱 应差每日叫你大 量喝酒 然后中毒受苦 使你渐渐对酒害怕 才能解脱苦也 阳身 修道人是否可以小沾酒味呢 继佛 修道人好久则盗损 但若配掉使用则尚可 但切记以贪 口腹为目的 我们再换各地方去吧 阳身 弟子尊命 坐在连台 刹那来到无处 好像进入民宫 粉红色的宫殿 脂粉香水味道很浓 到处都是暖身艳雨 许多 阿多多姿的美女在那里嬉笑 为何有许多猪群往宫殿里面跑进 去 却不见人影呢 恩师在耍什么把戏 弟子真是眼花缭乱 继佛 哈哈 这些猪哥就是好色之徒 你看他们横冲直闯 转 动鼻子 闻香冲进美人窝了 阳身 他们可真变成猪八戒了 继佛 正是好戏还在后头呢 扬身我们在门外尽瞧一切吧 扬身 好的 这群猪已在美女的身边下互动 好像死了般 那些美女是施什么魔法 让她们变成这样呢 继佛 他们心已之后精疲力卷 就像死猪一般 这群魔女饥饿 异常 正在烧开水等候烫猪剥皮吃其肉呢 扬身 为何这般惨人呢 既佛 好色必死 世千古明驯 世界花花 色情横流充斥 贪色 被杀或生败名裂或染病痛苦 或加败欺凌子散的案件皆发生在 世人眼前可谓层出不穷 世人们要警惕不晓得什么时候 将闻到你成为眼前一幕的主角呢 扬身眼前所见为什么是诸而不是人呢 既佛 好色的人欲念特强 他们的心思以非人类所应有 换位 诸畜形象 在那里心仪作慧 故好仪者背后大都依附诸灵 来 世将失去人身 转身为处道 老那生怨世人 夫妻之道已足 其他些物妄想妄作 尤其一面 不歇者 来世将无法获得人身 必转身好一处道中 其不可怕 如有犯邪疑 当历世鬼过 多应善书劝化众生 则其罪可补 免遭恶 免遭恶道之暴 揚身 世人七情六欲难以控制 有何方法抑制呢 既佛 谷云保暖思淫欲 要减低淫欲 首先从淡时开始 如能 素食更佳 因酒肉抱食 静意冲动 再者夜睡不可过分厚背 太暖或硬意动起 一面 游应早睡早起 以免淫魔趁虚而入 扰人到心 凡夜睡晚起者 阴阳颠倒 且细忘形 醉意兴起一面 至身体虚弱多病 修道者 灰依正法 更以养心淡欲 以免越鬼犯过 欲念为人 知大病 断知不易 隐私一瞻色缘 祸患无穷 多少人败得惠 道 皆因一面无法克制 酿成终身遗憾 未防止淫欲发生 品食应素食养生 念佛守静 不可观赏动人 隐私之影片 书刊 决指色情助缘 则可不入正道 减少一面 知八生 修道者苦练一生 可惜甚多人半途犯下一夜而回到 灵山入觉 藏身余色山之下 如今日所见 事宜如命 以与与丧其 天真佛性 所以受行显现 正福唐僧取经 诸八戒误入之诸网 知情境 唐僧 唐僧见美色不畏所动 自能脱离险境 八戒幸福 故遭杀生之 或 世间万象与此相同 愿世人 愿世人警惕之 阳僧 看来真是可怕 诸八戒难过美人观 幸好有个孙悟空来 搭救 否则这下可完了 既佛 诸八戒就是要人除八戒守八戒的意思 什么叫做八戒呢 就是 一眼观美色起一面 二耳听二声出惠语 三鼻纹香味思饮食 四口贪生灵开杀戒 五心生邪念起狠毒 六一锥邪请起思维 七足形邪的想飞飞 八手乱举动不端庄 诸八戒犯此八邪 幸好悟空来打破诸参望 令人悟色即是空 不可执迷不醒 有云色后思色 色即是空 却未致言 仅为骗 客欢愉而毁千年到夜 时不致意太可惜也 吾有歌曰 色茫茫 心茫茫 几人的安康 色空空 深空空 几人的善终 男也空 女也空 爱情如春风 扬声我们架齐连台 再往别处去吧 扬声 好的 刹那又来至一处山地 突然金光闪闪 好一个大 的村庄 行人拥挤 每个人都挑着一大包很重东西 慌慌张张 好像是在赶时间 这是什么地方呢 既佛 这是财富山庄部落 此得的人 甚未富有 但不知享受 也只有白亡一场了 扬声 他们挑着一包一包的是什么东西呢 好像很沉重的样子 他们要挑到什么地方去放呢 既佛 包袱里面都是金银财榜 因财众人一轻 所以挑起来杯 尝吃力 这些行人把财物挑回家去放 但不会享受 仍然过着 很辛苦的日子 扬声 为什么有钱不会用呢 真傻 既佛 他们想把这些财物留给子孙 所以舍不得用 世间的人 也与此相同 一些守财儒 日日真财 劳碌一生 有时在死前 一刻还在正前 凡是此种事财儒命者 因贪财之心太甚 人死 而心不死 肉体亡后 灵魂便到阴曹的财山来过活 每日搬运 钱财往家里堆放 以满足她的事才好 扬声 扬声 弟子听了真是莫名其妙 爱财未财死是常听过 才如此 后到财富山庄 却是第一次听见 难道他们不必受到音律之行 罚直接就到此的吗 既佛才如若犯其他罪过 仍需经过敏腐蚀殿之处罚 但若心 人贪财好前卫化者 必依送来此的对症下药 他们来此地是在 法劳义每天单挑财宝 但受制于音律不能享用 可以说是白 王儿 因为他们在是令色道家 贪财至极的意思 一毛不拔 对穷人 妙堂慈善团体 亲戚朋友 可以说是有尽无出 不肯不失忆 文 吕祖所说叫你不失说无钱 一道病十六万千 现代的事 人自私甚多 不知钱才是人世间的东西 有智慧的人应该趁还活着的时候 好好去用钱 多用世间假财 做一些真事 子孙栽培已足 不必留太多给他们 才能使子孙 奋发图强 因留钱给子孙 子孙未必能守 不如积一些道德给 子孙享用 反而受用无穷 因此一个大智慧者 若有余才 应该散财 多拿来帮助别人 栽培别人 如此赚取世间财 不失世间人 所得到的回报 利 一定是源源不断 子子孙孙享用不尽 否则死后其灵魂摊 财之心不死 来到阴间只有在当首财鬼 每日搬运财宝未业 其不悲哉 扬生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花财更要有道 是金钱未生外物 故能来去自如 不畏物易 不畏行累 所以才能到成天上 你流人间 恩师刚才说的对 钱财是让我们善用它 若过分贪财一定会 带来一生苦夜 如前面所见 这些五鬼运财 累得满身大汗 但只看不能用 看来也怪可怜 既佛 人未踩死 鸟未失亡 但愿世人看到此天 而有所警惕 近思一番 你到底为谁辛苦 为谁忙 突然三寸气断了 这些钱 才又有何用 你又能带走什么 只有空烧以指挥 往魂窟喊叹 而已 扬生我们再往其他地方去参观吧 扬生 好的 乘坐连台 刹那来到这里 看到前面山头 好像 火山爆发 山口喷出火焰 流出热乎乎的岩浆 为什么整座山 都光秃秃呢 既佛 既佛 这就是火烧功得灵 世人火气爆身 一怒而鬼三千功果 因岩浅 因岩浆温度高 流金之处 草树干枯 犬无生机 且火爆之处 烈入危险地区 无人敢接近 世人 世人凡是脾气大 干火灶 头上都浮着红光 而且容易得罪人 就像前面之火气山一样 充满杀鸡 修道人 醉济气盛 发脾气 因为气一爆怒 灵性受损 灵山草木烧死 功德灵忌毁 则成 道无望了 想要重返灵山祖的 这是每一个修道人的愿望 其实只要是人情 去攀登这座心灵之山 披荆展赐 修去脾气毛病 开辟道路 行功利得 则终有攀上灵山之底 会见那位古神仙老狐 萨之日 若是懒于攀登 为难够安 任令这座心灵之山 打草今次从生 荒芜不堪 则不堪 反正 会论 Wear ò 阿弥陀佛 Windows